永庆生平前传,第一步《江振鸣》,第一章,康熙也揽奏私访,胡忠孝,一厢受困。 夕江月,终日有仇何意,不肖短叹长须。 单时嫖饮乐三鱼,方氏寒如雅去。 不求明灯雁塔,为怨孤酒提诗。 高歌对阅诵新诗,急斩胸中稚气。 我朝大清定顶,由吴三贵请清兵入关以来,顺至佛爷登基,真乃是风调雨顺,万民乐业。 传至康熙圣主四十八年,这一日早朝,由蜀部军统领一礼部奏言,前三门外吐教匪徒甚多,理应清净地面。 圣上蓝本并未降旨,传达摩素王,吴正在三桥接驾。 三朝用膳后,传四直库首领张成预备便赴更换,传玉玛圈一字墨香驼鼓兽,在东华门外等候。 此驴乃山西抗百万所尽,每日能行千里,周身黑色,并无杂毛,其性最灵,能知人意。 圣上穿便衣来至东华门外,御马圈首领王坤,慌忙将驴拉过,圣上骑驴接鞭在手,打驴出东安门,顺黄成根一直往南,指正阳门外。 剑桥头上有大安车紫江,此车乃系达摩素王乘坐,带领随士从人,聚穿观衣,再次等候接驾。 众人摇见圣上穿便衣骑驴前来,肃王爷将要更衣接驾,直见圣驾骑驴近西和阎往西去了,王爷随在候追赶。 圣上在驴上,心中暗响说,我前次私访,或无虎装的恶霸。 今日揽奏,不知前三门外吐教匪徒在于何处? 正思想间,以至顺至门大街。 胡亭纷纷传言,兴顺镖电亮镖。 圣上不知亮镖是何缘故,心中暗响,必使人吃得胖,要亮亮镖头,朕不免前去一看。 随跟众人一直往南,见大街南投路东,人烟稠密。 举目一看,有一高大席棚,悬挂花红甚多。 也有书写桃珠事业及本顾之荣等字,下款居士士,农、工、商有名之人。 大门上有泥金匾一块,双叉金花,上写兴顺镖电四字,乃系名人之笔。 圣上看坝下驴,将驴栓在隔壁梁殿门口,手拿鞭子,分开众人往里行走,进了大门,坐在大板凳上观看。 只见以东围上,上房五间,前出廊,后出煞,满窗户玻璃,照耀眼目。 南边雪白的院墙,当中有绿平门四扇,上写摘装中正。 南边还有院落,北房五间,直通北后院,门里的影币尚未修起。 有一个突瓦匠,身穿白棉绸裤褂,漂白袜子,青段子石纳帮鞋,年有四十来岁,细眉圆眼,手拿袜刀,在那里抹灰。 又有小公一个,身躯胖大,穿的是剪绸裤褂,山东鞋,身高八尺,面如紫玉,扫帚眉,大还眼,平脑刮点,手拿九斤十二两大袜刀,在那里煮灰。 裤腰带上头,带着鼻起扁的扎胡一个。 又见天棚底下,摆着刀枪架子两个,两边有十八般兵器,渐渐皆惊。 北房前有八仙桌三张,上铺星星红毡,摆定元宝无数。 圣上看壁,并不知里面是何等买卖,只听南院内华拳行令之声,十分热闹。 从东上房走出一人,年约二十有余,身穿白鸡皮皱小褂,青羊皱中衣,紫花布袜子,青段子双脸鞋,腰记青羊皱搭包,上绣团贺斗蜜蜂儿,黄尖尖的头发,小锦便,田江粥的脸蛋,垂塘麻花的鼻子。 两道羊眉,一双马眼,配着两个堂耳朵,手拿小藤子边横眉立幕来至圣上面前,说,老头走开吧,别在这坐着。 圣上抬头一看,这小子就打了一个冷战,倒抽一口凉气。 见圣上身穿凝愁,古铜色,奇袖大衫,转底观靴,长眉阔木,准头丰满,一不寅然,天武神威,气象不俗,必非平等之人。 看吧,盲带笑开言,我当是谁,原来是老爷子。 我叫小秦交胡老大,你不知道我吧? 里边坐着,圣上并不搭言,那小子转身方才要走,胡听外面有人说,老爷行好,有剩饭无有。 赏给我兄妹两个,一碗半碗。 圣上回头一看,见来了一男一女,那男子约有二事有余,面带并行,女子低头不语,五官道也端正,拆经裙部, 窄小宫邪,虽无倾国倾城之貌,亦有修花碧月之容。 圣上看罢,心中暗响,各省大力,年年尽奏五谷丰收,我年谷之下,谁知也有乞讨之人。 看这二人之貌,并非久坐乞丐,其中必有缘故。 我震出来,可惜未带银两,若带银两,必已问明,周记周记他二人。 正想之间,见看门的小秦娇胡大,手举一藤鞭,照那乞丐劈头就打。 那人还手,一拳将小秦娇打倒在地。 小秦娇一阵见笑,说,你还会把事吗? 你念一个喜歌,我给你一百钱。 那人说,我不会念喜歌,羞得胡说。 这小子望那人身背后一瞧,见一女子十分美貌,绣发青丝,面如芙蓉,鼻如玄胆,口似樱桃。 便说,朋友,瞧你这样不像要饭的,你姓什么? 哪里人? 告诉我,我周记周记你。 那人长叹一声,说,老爷若问,听我慢慢说来。 我乃河南未恢复新乡县连三庄人士,姓胡,明中笑,自幼习武。 傅元任开周守备,已故,母亲教养兄妹二人。 妹名赛花,针线女工,一概俱佳,又兼武艺精通。 我有一姑父在经做守备,在经营蔡世训,历任有年。 有个表弟郝玉春,十七岁中的无举人,有意将妹子赛花给她为妻,一同入京,前来投亲。 原来这兄妹坐了二套车一辆,随带行装衣包等物,辞别老母,兄妹启程,载卤鸡餐可以。 那天进张宜门,日色已落,暂且入店歇息,一遇明天再去寻见姑父,姑母。 至陆南广城店下车,入上房。 店中小伙计,慌忙打净面水,泡茶,擦桌子,摆小菜碟,问,吃什么饭时。 忠孝说,叫车夫将一包搬进来。 小二说,赶车的,已赶车走了。 我问他,他说,你坐的是带脚车,此时早走远了。 忠孝一闻此言,大惊失色,说,贼子,坑了我了。 这一个车夫,原是他朋友见的,名叫王顺,在他家已然二年有余,诸事成时,原籍三合现任。 今日住店,他见忠孝兄妹二人入店,他想到,他车上行李足值五六百银,这两个骡子也值三百余两。 末若我将他拐了一走,可以发财回家。 随手支鞭子,将梢子一领,出广城殿,往正东去了。 忠孝听店小二一说,慌忙出店观看,四股并无车辆,无奈转回上房,闷闷不乐。 姑娘说,哥哥不必发愁,明天到姑父那里,禀官再拿探,大概也不晚。 忠孝点头,要菜吃饭,吃饭已闭,撤去残桌,安歇睡觉,一夜无子。 此日天明,静面吃茶,用霸早饭,自己出店,叫赛花在店中等候,直奔菜式口训,守备衙门来了。 建议当兵头目,素日认识忠孝是郝老爷的内侄,说,少爷,你好,从哪里来? 忠孝说,自家中来,王头你好。 那人说,郝老爷随心放茶办外洋钦柱大人上东洋去了。 忠孝一听,说,家眷层在这里。 那人说,他一同出京。 忠孝常叹一声,无奈回归店内,心中烦闷,叫小二被酒浅闷。 遂与赛花说明,辜负出差外洋之事,兄妹叹息,无计可施。 忠孝酒醉,蒙头便睡,醒来觉四肢发软,头痛眼黑,口干舌燥,不能起。 连吉带气,被困一箱,有心要走,病又不能起。 幸亏妹妹头上有三环首饰,拿去典当,但典当已空。 一月有余,病体虽好,一旅早为庆尽。 店内有不交注之意,手无分文,无奈买瓦罐,兄妹意欲讨饭归家。 来至菜市口,见街东人烟愁蜜,上挂花红,知识瀑户开张, 亦遇上前讨饭,正遇小秦焦胡大相问,遂说明来历。 圣上在旁听得明明白白,只见小秦焦说, 当家子,你等着,我见见我们东家,周济周济你回家。 说吧,走进东上房去了。 片刻由屋内出来,站在台阶上,招手叫忠孝说, 你这里来,见见我家邵东家,要行个礼儿,必周济你回家。 忠孝随同他进东上房北里间屋内,屋中陈设甚多, 墙上挂着线枪五条,路东八仙桌一张,是花梨的。 南边椅子上坐一少年人,约有二十上下,面黄, 身穿蓝绸裤褂,漂白袜子,相断双脸鞋,散着裤脚, 手内拖着银水烟袋一致。 忠孝慌忙躬身失礼,说,大爷,你好。 那少年掌柜的把脸一扬,嘴一歪,说,不必行礼,你是哪里的人。 忠孝说,河南未恢复人事。 少掌柜的说,你回家可用多少银子。 忠孝说,多少不拘。 少掌柜的说,我给你五十两银子,行不行? 忠孝一听,心中暗想说,还是北京城天子脚底下大邦之地, 真有这样仗义舒财之人。 赶紧道谢,见此人由那边箱子拿元宝一个,说,给你吧。 忠孝接银在手,说,大爷,我兄妹如回家之后, 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必要前来登门叩谢。 不知大爷贵姓。 小金娇说,我们大爷姓童,别好人称童百万。 说,你去吧。 忠孝转身往外就走。 只听得里面说,胡大,你忘他说明白了, 也不用立个字,就把人留下吗? 小金娇说,我去向他说明。 出来置外间屋,说,你别走。 叫忠孝至南里间屋内坐下。 说,我们大爷为什么给你银子? 忠孝说,周集我。 胡大说,呸,别不要脸,你听我告诉你, 我们大爷见你妹妹长得好看, 给你这五十两银子将你妹妹留下, 做我大爷的实妾。 忠孝一闻此言,怒从心上起, 气象胆边生。 将元宝向胡大扔去,站起身往外就走。 只听北屋里说,别放他走。 叫打手拿家伙,抢他这个女子。 小金娇跳上台阶,说, 我们大爷周记了你,你还敢偷东西。 医生含嚷,南院出来二十多名打手, 巨市紫花布的裤挂, 青段子抓地虎的靴子, 巨市二十多岁, 手拿把打棍,将湖中笑围在院中要打。 圣上在那里心中说道, 看此人不像做贼的模样, 其中必有缘故。 突听的门外喊嚷说, 别打,我来也。 只见窜尽一人。 圣上睁眼看, 见此人年有二十上下, 身高七尺, 西腰窄辈, 身穿蓝春筹长衫一剑, 足灯三香抓地虎靴子一双, 面皮微黄, 细眉大眼, 精神百倍, 手架苹果青一个, 来致重打手面前, 说, 不准打。 打外乡人, 为什么? 忠孝言道, 我在此讨饭, 他要买我妹妹, 我不愿依从他, 他叫打手要打我。 此人大喊一声说, 你们这些个东西胆大, 能敢抢人。 来, 来, 拉住忠孝就要走。 此人住家在安定门里裹子剑, 姓马, 双鸣孟太, 自幼家中学练一夜。 达摩苏王府中比过武, 摔过大盲牛, 踢过二股牛, 前门外头打过四把天, 后来在地毯跟老山海学过艺, 练过弹腿, 地趟拳, 十八滚, 十八番, 横推八匹马, 倒拽九牛回, 油锤灌顶, 两太阳砸砖, 有恨的无环之力。 今天给异地铁头孙兆英, 庆贺广庆茶园新章之喜, 邀请四方九成人物字号, 在广庆茶园等候四把天打架。 今天是来自蔡氏口找朋友, 偶遇此事, 走进彪店, 自道明信。 康熙爷在那里听得明白, 心中说道, 朕今日出宫, 未带保驾之人, 要带保驾之人, 将一杆贼人拒接拿货。 孟太太忠孝分开众人, 方才要走, 只听东上房少东人说, 小秦娇胡大, 连这个拉马的一起打。 外面打手一声寒嚷, 手使棍棒, 将二人围住, 小秦娇带人来抢姑娘赛花。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章并二郎标店, 欲有王和龙, 救驾拿贼。 此曰, 游手好闲有损, 专心物本无亏。 赌博场中斗雄威, 金宝银钱俱费。 多少英雄落魄, 也叫父跪成灰。 劝君及早把头回, 免受饥寒之泪。 小秦娇来至姑娘面前, 笑嘻嘻的。 他欺武姑娘是个女子, 过去伸手就拉, 打算带到上房见少东家, 前去献宫。 谁知道, 姑娘全身武艺, 正见群贼围住哥哥, 有心过去帮着动手, 自己又是个女子。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 只见小秦娇来至面前, 姑娘峨眉直立, 兴演袁征, 举手一掌, 正打在贼人脸上, 碎夺贼人兵刃, 过去帮助他哥哥动手。 忠孝说, 赛花留神。 胡赛花站在板凳上, 面向正东, 观看贼人动手。 只听到上房屋内少东人说, 请叫师爷带一百名打手, 关上殿门, 给我打。 早有人往北院中去了。 不大的时刻, 有二位英雄, 带打手一百名, 巨式短衣裳, 小打扮, 手使沙威棒, 从北院中出来。 望天棚底下观看, 瞧见天棚架上插着苹果青鸟, 有一少年帮着忠孝兄妹动手。 二教师口中说道, 忠孝大哥为何来至此处, 落得这般光景? 贤妹亦在此处, 不知所因何故? 说明来历, 地等替你做主。 忠孝抬头一看, 这位教师, 身高八尺, 面黄肌瘦, 危待病性, 手拿三尖两刃刀, 身穿蓝筹裤, 脖底都跟窄妖快靴。 此人姓李, 明庆龙, 别号人称病二郎。 后跟一人, 身高七尺, 白面膜, 手持双, 此人姓靴, 名叫应龙, 别号人称小炳灵。 据是为辉府连三庄的人, 一个助理家宝, 一个助靴家庄, 与中校自幼同师学艺, 总角相交, 一处长大成人, 结以兄弟。 中校居长, 庆龙刺之, 应龙行三, 情投意合, 异性有情非异性, 同胞无异网同胞。 这二人因在家中赌钱, 被人用贾宝暗算, 献钱输净, 欠下账目。 有心要还, 家中财博具有老人家做主, 不有二人精管。 二人难见债主, 岁代盘费来至北京, 助西河延天成殿。 盘费用尽, 当卖以空, 在殿中发愁。 小二见二人速日相待甚好, 金见二人为难, 说, 你们二位不是会把式吗? 合不上天桥前去卖椅。 二人岁代自己单刀, 花枪出殿, 顺大街到诸氏口南边空宽之所, 开了一块场子。 当中一战, 走了一趟弹腿, 耍了一趟单刀, 然后自己将拳脚拉开。 拳四流星眼四垫, 腰四蛇形腿四钻, 拳打南山斑蓝虎, 脚踢北海混江龙。 练霸拳脚要钱。 众人说, 好俊武艺。 大家称赞, 望里扔钱。 头一天正同志前, 识调有余。 二人回殿甚是喜悦, 还了所欠的饭账, 永返安歇。 次日天明, 薛应龙说, 哥哥, 咱们天天卖一刀也不错, 以济然为之极。 正是, 君子身可大可小, 丈夫质能屈能伸。 二人出殿, 又去卖一, 一连半月有余。 这一日, 正殿之间, 天约正五, 从外面钻进一人。 身高六尺有余, 面黄, 细眉圆眼, 嘴唇发薄, 两耳发消, 身穿蓝筹中衣, 白鸡皮皱短汉衫, 足灯轻断快靴一双。 这人把双手环胸一抱, 满脸不屑地道, 朋友, 你这算那门子, 来这里现眼。 李青龙把眼一瞪, 过去一腿将来人踢倒, 骂倒, 混账东西, 来在爷爷跟前逃打。 只听后面有人喊嚷说, 好两个卖艺的胆大, 敢踢弟子老师。 我今天务必将你等赶开。 只见一位黑花脸老人, 拉开被踢的少年, 对二人说, 你两个姓什么? 在哪里坐? 李青龙道, 我住在西河延天城殿, 别耗人称病二郎李青龙的便是, 他是吴的异地, 小炳铃薛应龙。 通罢名姓, 那老人并不回答, 静子去了。 旁边有看热闹之人说, 你两个快走吧, 惹下祸了。 方才那老人名叫鬼脸太岁童启亮, 被踢的少年是他儿子童德英, 在前门外开标店为生。 现今又在菜市口盖房, 又要开标橘子, 手下英雄最多, 无人敢惹。 这一回去, 必定带人前来找你, 绝不善罢罢休。 二人闻听, 说, 你不必多管闲事, 我二人在此等候于他。 那人默默不语, 正是, 无一言语休开口, 不干几事少出头。 二人等知日色已落, 并不见有人来找。 二人无奈回殿, 愤愤不平, 在殿中晚饭饮酒, 心中烦闷, 天降二谷, 撤去残酌安歇。 此日天明, 方才起来敬面, 只见小二进来报道, 外面有人来请你们二位。 庆龙想道, 异乡之地, 并无亲故, 何人来请? 叫他进来, 问名便知。 小二代此人来自屋内, 只见手拿大红请帖一张, 双手送将过来, 笑吟吟说, 我们主人打发奴才, 来请二位教师爷来了。 庆龙见帖上书写, 特请老师傅赐教。 下书, 童启亮顿手败。 原来昨日童启亮回家想, 这两个卖艺的必是英雄, 何不将他请在我家传教我? 想罢, 自己携帖一个, 次日遣人, 置殿中聘请。 二人看罢来帖, 不知是何缘故, 一想, 跟他前去, 一见便知端底。 遂同来人, 置米市胡同路西大门, 到门房等候。 这人进去通病, 只见那花面老人出来迎接, 请二人置上房, 白酒款贷。 老人说明本意, 每年修金个三百两。 遂待他儿子佟德英拜见两位师傅, 就是昨天被踢之人。 待至西后院外, 有打手一百名, 也随学练拳脚, 棍棒。 二人遂在此处安住, 折人到殿内搬取行李, 算还殿账。 二人急在同宅教练全棒, 各样武艺, 三月有遇。 见东人处夜聚无数老少人等, 听说巨士异样之事, 暗问徒弟得英, 方知是天地会八卦教之贼。 二人不胜经义, 就有退缩之心, 岂乃无有可退。 这日正教练徒弟, 忽有人来说, 今天兴顺, 标点开张, 少东人与人打架, 请叫师爷带打守人等前往。 二人来制殿的后门, 进里面从北院出来, 只见打手带伤, 当中围着二男一女, 那有一兄胡中笑, 一妹赛花, 另一少年并不认识。 李庆龙一见, 说, 你们这殿内真好大胆, 敢打我的朋友。 我二人不与你善罢罢休。 说吧, 把三尖两刃刀抡起来, 帮着胡中笑打殿内的打手。 薛应龙也来动手, 二人各通明性。 众打手齐声喊嚷说, 二位教师爷反向着外人。 少东人在上方连连跺脚, 说, 吃着我, 喝着我, 还打我的人。 叫人快去请老东人与五路搭关来。 正喊闹之间, 只见众英雄各携枪刀兵刃从南院出来, 一起动手。 马梦泰正打之间, 心中想到, 我今天本来有事, 在广庆茶园约请朋友, 等候四八天。 今天在此, 我并不认识这个姓胡的, 何必多管闲事? 我看这是越闹越大, 我不如趁此走了吧。 想吧, 自己拔下苹果青, 跳出圈外, 竟自出大门去了。 康熙圣上在板凳上站着, 口中说道, 可惜, 此人虎头蛇尾, 终无大用。 圣上见忠孝等四人, 被众人围住, 甚是可怜。 心中想, 我的保驾之人, 又未带来一个。 口中说道, 胡忠孝, 李庆龙, 薛应龙, 你等自管打, 打死自有我, 朕与你做主。 圣主虽然说话, 人多口杂, 声音一片, 胡, 李等并未听见。 五路达官各个英雄, 有南路标头, 摊花浪子, 小蝴蝶侯瑞, 飞行太保侯方, 神刀无敌李猛, 众人将四个人困在当中, 忠孝带伤, 薛应龙吁吁带喘, 李庆龙堪堪不行。 正在危急之间, 呼听外面说, 哥哥, 就是这里吗? 从外面来了二人, 一个身高贯自身体, 穿蓝皱绸长衫, 白袜云履, 面如紫玉, 浓眉阔木, 鼻翼之口方。 后面一人身高七尺有余, 身穿青皱绸长衫, 足灯青断脖底都跟窄妖快靴, 面如晚霞, 眉分八彩, 目如朗星, 左手架耀子一个, 二人分开众人, 进大门而来。 圣主回头一看, 原来是我的跟班的来了, 口中传旨, 吩咐二人, 尽顺兴标殿, 帮着忠孝等拿贼。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长马成龙, 穷困头母就柳金夺, 大义赠多金。 此曰, 可探中年运桌, 世人把我颠夺, 不一焉能把体蛇, 时常见受饥饿。 旧亲渐渐疏退, 自己辗转思脱, 一家骨肉两看着, 事态炎凉不错, 任他逃柳争春, 暗这里独守松柏。 蛟龙被困栋冰河, 丹等春雷一过。 前套川篮筹常山的姓王, 河坚府县县人, 干清门花灵二等侍卫, 明河龙, 川清筹山的姓龙, 明恩, 郑宏旗满洲投家喇人, 当大宫门头等侍卫。 今天早起, 从他家西四牌楼驴肉胡同起身, 尚平泽门宫门口, 找王和龙。 王和龙有豆腐房一个, 是他叔父, 神母开的, 在宫门口多年, 铺中伙计十数个人。 他叔父, 神母已然回家, 王和龙就在此豆腐铺居住。 铺中之事, 另有掌柜照成管理。 龙恩来至豆腐房门手, 见众伙友聚将铺盖搬出要走, 龙老爷说, 你等如此为何? 碎拉赵成至贵房, 见王和龙怒气冲冲, 不知所因何故。 龙老爷是常往这里来, 与王和龙是至好的朋友, 今天不能不管, 问赵成, 所因何故? 王和龙说, 大哥, 不必管, 让他等去吧。 赵成说, 龙老爷, 我们东家后院子有丹儿子寄永诗一块, 重有三百八十斤, 他天天练拿这一块石头, 老没有拿起来, 夜晚他在柜房上安歇, 我在下搭铺, 睡至三更以后, 见我东家由上跳江下来, 一手将我脖梗掐住, 一手将我大腿射住, 将我举江起来, 双手一扔, 摔在旧地, 他上镜自睡了, 幸亏没有拿我耍大刀, 若要拿我耍大刀, 我就摔坏了。 早起我问他, 他休脑便成怒, 他说, 你等不必找邪差, 全给我去, 就是为这个事。 龙老爷说, 兄弟, 你别闹了, 赶紧将此事说和完毕, 大家和好, 照成依旧照料豆腐房的事务。 龙恩说, 贤弟, 明天一早, 咱们哥儿两个在平泽门外路 南洋肉馆那里见。 说吧, 龙老爷回家。 王和龙一天无事, 只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 换好衣服, 出离豆腐房, 制成外洋肉馆, 见龙老爷早在那里等候。 二人落座, 吃茶要饭, 吃完算环饭账, 处离饭馆。 龙老爷说, 贤弟, 咱们逛逛轻儿, 顺城根往南, 奔兮遍门。 四月天气, 甚是炎热, 极致西遍门, 一直往东走。 王和龙本吃得又多, 天热一走就渴了, 想要喝茶。 龙老爷说, 兄弟, 使不得。 你吃好些个硬头东西, 一喝水, 落过一崩就坏了。 王爷可急了, 见那边有一人调着一条水, 他从后面也不言语, 端起后边水桶, 潜透的就洒了。 那人把眼一瞪, 说, 喝就喝, 你可把我的桶给摔坏了。 王和龙并不答言, 端起就喝, 喝完, 将水桶扔在旧地。 龙爷说, 你吃一肚子荤东西, 你又喝凉水, 又把人家的桶也给摔了。 龙老爷拿小票两千, 给这挑水之人, 叫他收拾桶去。 二人来至顺治门, 王和龙腹中只想, 想要出宫。 龙爷故意说道, 咱们做官的茅房, 在菜市口挂红的地方。 王和龙是外乡人, 初当侍卫, 在惊日子不多, 听龙恩所说, 信以为真, 顺大街往南就走, 来至标店门手, 见上挂花红, 认作是茅房, 往里就走, 见众人围着, 不知是何缘故。 自己说道, 此处人真不开眼, 拉屎的瞧个什么劲。 自己腹中大便甚急, 分开众人往里就走。 见天棚底下, 无数人围着一个男子, 一个女子, 在那里打架, 康熙爷在板凳上站着。 二人一见, 立刻跪倒叩头。 圣主吩咐二人, 帮助胡中笑等拿贼, 说,不准放贼人逃走, 将开店之人拿货。 二侍卫夺了贼人木棍, 与贼人打在一起。 同其量在那里指挥保镖, 达官动手, 见有一老头在那里站在板凳上, 手拿四鞭, 口中嚷打, 自己想, 见此人五官端正, 大概并非俗等之人。 常听人传言, 康熙爷常常私访, 不知这老头是谁。 自己到屋内墙上摘下线枪, 转身来至南边, 面向西, 手拿火绳, 照定圣上点火就放。 只听当的一声, 直扑圣上而来。 圣上一回头, 沙子从旁边过去, 正在那突瓦将迎面头上 打了一个穿塔, 反身栽倒旧地, 立时身死。 只见那小公把眼睛一瞪, 说, 好一个凑劲的, 打死我白大哥了。 手拿酒精十二两大袜刀, 直扑裙贼。 此人乃山东登州辅文登县 马家庄人, 姓马, 明成龙, 自德海。 自幼读书, 文章全篇, 下场一次并未取中, 改学弓箭。 野母双王, 青才仗义, 颇有孟长君好友之名。 家业一败如喜, 只剩孤身一人, 亲朋聚皆见智。 此人素有大智, 无奈时运未通, 当初有钱之时, 呼兄换弟, 朋友不少, 极致意穷, 聚皆远离。 君子之友, 见面长长周济, 无奈不能济世, 只顾燃眉之急, 小人见面远避, 被谈, 成龙当初有钱自大, 如今该当现眼。 正是, 立志不交无义友, 存心当报有恩人。 这一年, 时逢冬月, 天气寒冷, 大雪纷纷。 成龙身穿单裤挂一身, 在村背后人家厂院房内居住。 有早晨水米未尽, 身上无衣, 不由长叹一声, 想起有钱之时, 何等快乐, 朋友成群, 高楼赏雪, 暖隔吟诗, 到如今, 朋友又在哪里? 正是, 时来谁不来, 时不来谁来。 自己思前想后, 不由掉下几点英雄泪来, 想, 自己父母早丧, 又无兄弟, 又无姐妹, 孤苦伶仃, 并无一个知疼着热之人。 只有母舅, 远在宁夏贸易, 阴心阻隔, 道路遥远, 缺少盘费, 不能投奔。 越想越惨, 不由大方悲声。 自己一想, 生不如死。 正悲惨之际, 狂风甚大, 冷气轻人。 睁眼望外一看, 好一阵大雪, 遍地撒了穷窑, 五五长空叠翅飘。 成龙看罢, 我今日没落一死, 我虽然没有儿子, 倒是白草穿笑。 自己拿绳子一根, 拴在门槛上, 将套拴好, 伸脖子就要上吊。 只见从外面来了一位老人, 口中说, 成龙在这里吗? 我昨天才回来, 这一年有余, 你我未见, 我听说你穷困至此, 我特冒雪而来, 给你送几两银子, 已济然眉之急。 成龙睁眼一看, 原来是老师柳金多先生, 从他亲戚那里方才回来, 望成龙治后, 虽则失声, 却是患难之交。 成龙羞惨满面, 将绳解下来, 慌忙失礼, 说, 老师, 你好, 从哪里来? 那先生一瞧, 成龙身穿单衣, 面带泪容, 不似当初的那等模样, 长须一生, 由怀中掏出白银五十两, 教育成龙, 又将皮马罐脱下, 给成龙穿上。 二人谈心, 叙化多识, 学已住了, 拉着成龙至村头酒馆之内吃酒, 问成龙一语何为。 成龙将要投奔母舅的缘故细说一遍, 柳先生说, 好, 我有白银五十两, 送你坐路费, 你何时起身? 成龙说, 有了银子, 明日就走。 二人说至天晚方散。 第二天, 成龙置办衣服, 辞别柳金夺, 离马家庄, 顺阳观大道, 投奔名下去了。 一路几时可饮, 夜住小行, 飞至一日, 辣尽春来, 时逢新春, 顺息至四月十五日, 至宁夏府城内苏州街路南泰山全黄酒造访, 进里面落座。 酒保过来问, 吃什么酒, 要什么菜? 成龙说, 我不喝酒, 我跟你打听一个人。 讨堂的说, 你打听哪个? 成龙说, 有个苗掌柜的, 在这里吗? 伙计说, 不错, 在这里。 你姓什么? 成龙说明来历, 讨堂的说, 我们掌柜的是山东登州抚文登县苗家籍的人, 并无当家, 又无儿女, 有有一个亲外甥在马家庄住, 莫非你就是马家庄的吗? 成龙说, 不错。 伙计又道, 我们苗掌柜的病要致死, 正望亲人, 你来了甚好, 说着, 倒过一碗茶来, 说, 你喝茶, 我到后边给你说一声。 笑嘻嘻地往后边去了, 成龙在那里吃茶, 心里说, 我舅舅拿我们家一千两银子来做买卖, 三四年并无信息, 虽说是亲戚, 我也是东家, 见了我必不能错了。 正想之际, 小跑堂地出来说, 马爷, 你跟我到后边去, 苗掌柜的这阵明白点, 你们也两个见面说两句话吧。 成龙随此人往后就走, 一进后院, 一直往西口拐, 穿过八角月亮门, 绕影避进西院, 北方三间, 高台阶, 东西各有厢房三间。 随同进上房, 在东里间靠北墙大一张, 他舅舅投西角东, 铺着厚褥子, 盖着被窝, 面如黄纸, 两栽无肉, 微有气息。 见成龙来, 睁眼细看, 想起旧日的模样, 认的是外甥成龙。 成龙跪到磕头说, 舅舅, 你好, 你老人家什么病? 他舅舅刚要说话, 心中一闹, 自己摇头, 先叫成龙外边吃饭, 然后有话再讲。 成龙来至外边, 跑堂的烫酒要菜, 摆在桌上, 让成龙喝酒。 成龙说, 伙计, 你贵姓。 跑堂说, 我姓刘, 排行在六, 有个笑话刘六就是我。 成龙说, 你喝一盅酒, 刘六说, 我不喝。 成龙直让, 刘六无奈, 端起酒中喝了几口, 说, 马爷, 不是我不喝, 我有个健毛病, 喝了酒, 肚子里有什么话, 全要告诉人。 你猜你舅舅这病, 是怎么得的? 成龙说, 我不知道, 你说说我听听。 刘六说, 我们这宁夏府西门外, 有一座马家寨, 为首的有两个庄主, 一名活颜罗马刚, 一名铁面判官马强。 二人手下有三百多人, 名为团链, 暗围贼盗, 常来城内苏州街黄酒馆吃酒, 写账永不还钱。 那天, 活颜罗又来吃酒, 手持钢刀一把, 望苗掌柜借白银五百两, 当时就要, 苗掌柜方说一个没有, 他一把抓住, 就按在地下, 将刀放在脖子井上, 说, 你今天没有银子不行, 当初你拿我的银子开的买卖, 我们大家无法过去解劝, 应试天交还银子。 他本是讹诈, 他说, 定望你们这铺子里要银, 苗掌柜的是家气伤寒, 有心要望他打官司, 他又有势力, 又有银钱, 有心望他打架, 自己又没有人, 故此一病不起, 服药无效, 这就是你舅舅得病的根由。 大英雄吃酒, 一听盖步有几, 气得三尸神暴跳, 武林豪气腾空, 说, 气死我也。 伙计, 酒我也不喝了, 你把那通条给我拿过来, 你带着我, 咱上马家寨。 说吧, 站起就走,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张山东马大闹苏州街, 活颜罗气走马家寨。 此曰, 金屋玉土西坠, 江河绿水东流, 人生哪有几千秋, 万里山川依旧, 受天穷通事命, 富贵荣华自修。 看看白了少年头, 生死谁之先后。 成龙方才要走, 跑堂的刘六一把手拉住, 说, 马爷不可这样粗鲁。 你暂且落座, 听我慢慢告诉你说, 你一个人能有多大履历, 掩饰众人对手。 再者说, 老掌柜的病体沉重, 等到后日, 活颜罗必来讨要银子, 你就见他再做道理。 成龙一想, 此乃片面之言, 眼见之事尤然假, 耳听之言未必真。 自己转身遂网上房, 且见舅舅便知端详, 若果是真, 绝不与贼人善罢罢休。 至上房间舅舅躺在那里, 微睁二目。 成龙说, 你老人家是什么病? 我给你瓶瓶卖就知道了。 他舅舅说, 你还会看病吗? 说着, 伸过手去。 成龙说, 我摸脖梗就知道了。 用手一摸, 说, 你老人家的病我知道了。 我先说说病员你听。 这宁夏西门外, 有一座马家寨, 那中有个活颜罗马钢, 铁面判官马强, 常常到这里来吃饭, 吃完了饭并不还钱。 那一日, 活颜罗又带人来吃饭, 他手持钢刀, 望你借白银五百两, 硬行讹诈。 你说一个没有, 他将你按倒在地, 手持钢刀放在铁梗之上, 说, 你有银子便罢, 若没有银子, 就要结果你的性命, 众伙计前来解劝, 应十日后给他银子。 你是家气伤寒, 病体沉重。 我说的对不对? 他舅舅一闻此言, 说, 你真是由麦里知道的吗? 成龙说, 不是, 这是刘六告诉我的。 他舅舅说, 你不可惹事, 出到此处, 地理风俗不通。 我也不久于人世, 这买卖当初是拿你家钱力的, 我死之后就归你自己经历。 你又没有学过买卖, 诸事留心, 小心谨慎为事。 成龙说, 不成, 我非得找这个东西与他拼命。 他舅舅一听, 胸中一急, 异口啄痰堵住咽喉, 历时身死。 成龙放声痛哭, 置办官果, 衣食等物, 一盖齐备, 叫伙计刘六将幌子取下, 暂且办理白事, 择日再为开事。 众活有一言照就办理, 这人抬了棺木入殓, 借兴龙寺亭陵, 给方丈白银数两, 以作亭陵令吾之费。 诸事已毕, 回转铺内。 成龙吩咐伙计, 明天开市, 等候活颜罗前来, 好向他打架。 众伙计一言, 一宿晚景无话。 此日清晨, 早起开门, 成龙吩咐伙计, 将面锅添满, 开了之时, 一毫等着主贼。 将通条给我烧上, 我到后边暂且坐坐, 贼人来要银子, 叫我出来见他。 吩咐已毕, 自己入后院上房, 闷坐等候。 天将正午, 只见活颜罗带领二十多名鱼党, 有一人扛着一口带银子, 约四五百两只树, 放在桌上。 活颜罗马刚大摇大摆, 带领众人至后堂落座, 说, 你等众人快将老苗给我叫出来, 拿出银子万事皆休, 如若不然, 将你这买卖进阶拆毁, 不准再次开设。 笑话流流带笑过来说, 马大爷不可如此, 我们换了东家了。 这个东家甚是厉害, 依我说你不必在太岁头上动土。 马刚一闻此言, 气往上冲, 眼睛一瞪, 说, 你给我叫他出来, 我见见他是何等人物。 刘六转身至后面屋内, 见成龙伏击而卧, 赶紧说, 小东家, 活颜罗马刚来了。 成龙说, 我去见他。 初上房置前边, 见东边八线桌子后边椅子上, 坐着一人, 身高约有九尺, 面如韧铁, 两道扫帚眉, 一双三角眼, 高颧骨, 汗下无须, 正在二十以外年岁, 身穿青阳骤一长衫, 足灯三箱抓地虎靴子, 手拿海东青扇子一把, 坐在那里洋洋得意。 成龙说, 你就是活颜罗马刚, 你把我舅舅气死了, 我正要找你去, 你还要什么银子? 马刚睁眼一看, 见成龙仪表飞俗, 就吃一惊, 刚要与他说话, 见他那边炉内拉出火线相似通条一根, 直扑自己而来, 马刚方要动手, 成龙已到跟前, 通条打在腿上, 翻身栽倒栽地。 成龙用脚踏在他身上, 说, 你这些个凑劲的过来下。 马刚说, 来人, 终于党方才要动手, 铺中伙计个直气械, 见东家将贼人打倒, 听到成龙那里说, 将他银子留下, 别放走了他们。 刘六将银子口袋扛起, 就往柜房里走, 放下出来。 成龙说, 你们给我滚吧, 别在这里撞着完了。 一抬脚踢了马刚一溜滚, 裙贼虎的望外就走。 成龙手直通条追至门外, 说, 从此不准到这里来。 说吧, 转身回在铺内, 哈哈大笑。 钟伙计说, 你这个祸惹大了, 明天必带领群贼致此打架。 成龙说, 不要紧, 天塌了有的接着, 脑袋掉下来碗打巴拉。 那众人一个个提心吊胆, 一夜无辞。 此日, 大家准备防备贼人前来打架, 等之正午, 不见有人到来, 一天无话。 又至次日, 早饭后, 只见有一人探头望里观看, 说, 昨天遇会总爷打架, 就是这个姓马的吗? 成龙打算是打架的前来, 拉通条窜出门外, 要与群贼拼命。 来至门首以外, 见有百师多个人, 各穿长大衣服, 鼓跃喧天, 后面有人抬着扁一块, 上写除报安良四字。 上款是成龙马老先生, 下款是苏州街中铺湖功力。 成龙不知所因何故? 内中过来一人, 年有半百, 品貌端方, 一管其政, 说, 马兄台, 帝召唤张戏, 开设断电为生, 你我对门街坊, 陆北得昌便是。 前日阁下, 将活颜罗马刚打走, 我等料想他第二日必来, 我等和街友守望相助, 公益练勇, 怕的是贼人趁势打枪造反。 我等大家防范前去哨探, 见马家寨并不见有一人在内, 大约活颜罗全家逃走。 我等连夜赶半扁一块, 恭送兄台, 以张吾兄之德, 传流万古, 以表兄台英明。 成龙闻听, 赶紧道谢, 说道, 众位赏脸赐光。 大家吹打奏乐, 将扁挂上, 给成龙道喜, 敬欢而散。 成龙就在此处做买卖, 两月有余, 常常到他舅舅灵前哭掉, 说, 外甥发财, 日后必将你老人家灵鹫带回故里。 虽则在铺内无事, 自己一想, 光阴四溅, 人生几何。 春花秋月, 美商虚度, 男子汉大丈夫, 必要轰轰烈烈做一场事业, 方不辜负此身, 亦不辜负此身, 上能光宗耀祖, 下能显达门庭, 风漆印子, 方算英雄。 成龙想罢, 以上个事, 放入我老马的心怀, 不若将此遭访卖去, 再将舅舅灵就送回原籍, 与舅母合葬, 已算完全一件大事。 然后再到北京寻找门路, 以求显性扬名。 想罢诸是, 即叫管账的景先生, 令你财东管业, 唯要白银一千二百两。 此铺论值二千余金, 因老马急速要走, 是以减价出售。 此信一出, 即有买主力气交引。 随后, 成龙将舅舅之灵, 启回原籍, 与其舅母合葬已毕, 除去史费, 还有白银六百余两, 随待其身。 在道路之上行走, 以非一日, 一路寄困福威。 来至宝定府, 方才入殿, 焉想到有一场横祸来临。 正是, 好花偏逢三更雨, 明月呼来万里云。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章, 郭广瑞殿内诗人马成龙途中受困。 此曰, 财乃适路牛马, 愚人何必弄悬? 东崩西片故眼前, 纳管十方血汗。 口债焉能空想, 钱债终究要还。 吴公寿路寝食安, 何如安分自便? 马成龙来至宝定府西关路北瑞生客殿, 进殿站商房。 一路除去盘废之外, 尚有白银二百余两。 小二打净面水, 倒茶。 成龙一想, 此去到北京城, 有三百余里地, 盘废富足, 可以不必发愁, 尚可方便, 到了京城在座道里。 想吧, 要菜吃酒, 吃把晚饭, 行路牢法, 打开行李安歇睡觉。 屋中甚阴, 天气又在新秋, 夜晚是凉的。 第二日起来, 觉着头疼, 四肢发软, 气门不通, 不能起身上路, 叫小二请一个医家前来看病。 小二出去, 将本街住的一个不精通医道, 全凭药幸福, 不小王叔和卖案的一位甘草先生, 请来看病。 正是, 送归地府平三指, 请到无常指一方。 这位先生来治上房, 成龙本是停时感冒, 他按着三阳在内的伤寒给他治了, 发汗之药又用的是麻黄。 这一治道中了, 第二日更不能起。 成龙由这一日起, 请来一家无数, 约有二十余天, 银子早为用尽, 衣服典当已空。 时光已过中秋节后, 天气寒凉, 身上只穿旧剪绸单裤挂一身, 欠下房范店账十数余调, 小二就不像当初有钱之时那般, 殷勤小心伺候了, 较之不硬, 呼之不灵。 倒是本店东家郭掌柜, 名唤广锐, 为人忠厚和平, 申明大义。 见成龙在此店住了四十余天, 病体方才健好, 虽然在上房, 见成龙穷苦地这样, 甚为可怜, 说, 客人, 你的病好了吗? 成龙说, 好了。 掌柜道, 天气将要凉了, 明天我给你赤钱二千, 你起身走吧。 你欠我的账目, 我不要了。 成龙说, 谢谢你老人家。 我明日歇息一天, 后日我就到北京城找朋友去了。 说吧, 郭掌柜回到柜房, 叫伙计给他送饭。 此日就起阴天, 下起雨来了, 一连三天未情, 又不能起身, 只好在店内吃这一碗无意思闲饭。 郭掌柜的虽好, 无奈小二中日闲言闲语, 甚是难听, 自己遇着秋雨连绵, 不能起身, 衣裳又单, 夜晚甚冷。 成龙长叹一声, 说道, 诗曰, 一夜凉风吹夜雨, 英雄受困无知己。 平生运渐有谁知, 唯有一声长叹矣。 幸喜此日天晴, 掌柜的送过盘废前, 二调成龙叩谢起身, 出宝定辅北门。 秋风阵阵, 败也凋零, 对此凄惨景况, 四千想后, 想起当初有钱之时何等豪爽, 极致今日无钱, 在殿内受小二的嫌弃, 多亏电中东人周济我。 正是, 看破时事须睁眼, 渗透机关案点头。 正想之间, 已至曹河。 并提防好, 四肢发软, 不能行走, 雇了一头毛驴, 头一天走了八十里, 智雇城镇下垫安歇, 一宿晚景无语。 次日早起, 顾档自车到北河吃早饭, 顺大路到往北, 行至高碑店, 寻店住宿。 是日, 除去店饭前, 分文皆无。 次日起身, 并未吃早饭, 日色平息已到桌舟, 没钱不敢进店, 在街上吸吸片时, 又往前连夜行走。 直到次日早晨, 来到卢沟桥, 一日一夜, 并未用过饭时, 直饿得肚内咕噜咕噜响, 见那边摆着一个切膏架子, 热气腾腾。 旁边有一人手拿刀, 切得一块一块的, 口中高声说六个钱一块。 成龙饿极了, 来至架子旁边, 假装不认的, 说, 这是什么东西? 那人说, 是切膏黄米面铜枣, 豆儿蒸的。 成龙说, 你给我一块尝尝, 我可没有钱。 那人说, 不成。 成龙又说道, 你不给我尝尝, 你舍给我一块吧。 那人说, 我舍不起, 你去找有钱的去要吧。 成龙是饿极了, 眼睁睁瞧着吃不到嘴里。 正是, 鸡烟糠糠, 真如蜜, 宝玉烹仔也不香, 自己万般无奈, 我抢他的就得了。 想吧, 说,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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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边有人来抢你的切膏来了。 那人一回头, 成龙扛起切膏架子, 往东就跑。 那人说, 不好了, 抢了我了。 与我截住他。 成龙跑着一想, 说, 我成了什么人? 君子顾穷才是, 人家是个小买卖人, 我把人家的本钱抢去, 人家岂不饿死吗? 我自己受罪怨命, 绝不连累别人。 想吧, 将架子放下, 笑着说, 我与你闹着玩呢。 那人又说, 你吓坏了我了。 正说之际, 从那边来了一少年, 约二十多岁, 手拿百灵笼子一个, 说, 朋友, 你是哪里的? 成龙说, 我是山东登州抚文灯县马家庄人士。 那少年说, 没进过城吧? 成龙说, 没有。 那个人说, 我瞧你像没吃饭的样子, 是不是? 成龙说, 可不是一天一夜没吃饭呢? 那人说, 我们北京城内的规矩, 饭铺开张, 舍饭三天。 今日张仪门里, 陆北新开一个大货铺景全馆, 头一天舍饭, 年最大的人到那里, 给一个大粪, 吃碗给钱四百。 大粪是两张大饼, 两个大碗面, 两叠包子, 两叠黄窝窝。 小孩照样给一半, 你快点去吧, 正赶上了。 成龙说, 多蒙指示, 我就快去了。 一直过大井小井, 直到张仪门进城, 见陆北有一个饭铺, 点插金花, 字号是景全馆, 里边吃饭人无数, 外边还有站着吃的, 成龙在旁边等着。 有一个人在那里吃饭, 是个卖菜的, 先在柜上存钱五百六十文, 吃了一百六十钱的饭账, 说, 剩下你给我拿过来吧。 跑堂的从柜上拿过四百钱, 给了那个人, 说, 轻账。 成龙瞧着, 打算此人吃的是大粪, 心中说, 北京城真有这样的事, 这一开张, 得用多少钱赔。 那个卖菜的站起来, 成龙随就坐下了, 说, 给我来个大粪。 跑堂说, 什么叫大粪? 成龙说, 你瞧我是白帽亏, 你当我不知道。 我说给你听听, 大粪, 每人是两张大饼, 两个大碗面, 两叠包子, 两叠黄窝窝, 并没别的了, 这就是大粪。 跑堂的一笑, 说, 也不管你要大粪, 小粪, 给你拿来你吃就是了。 端在桌上, 放在成龙面前, 说, 你吃吧, 吃完了再说。 成龙正是饿极了的, 一件拿过来, 风卷残云, 吃了一个干净。 吃完了说, 你给我拿过大份钱来。 跑堂的说, 你吃了一百六十八个钱, 你给钱吧, 没有那么些说的。 成龙说, 你们这不是新开章吗? 伙计说, 是。 成龙说, 既是新开章, 成礼规矩, 不是舍饭三天吗? 伙计说, 走开吧, 我们没有这些钱舍。 成龙说, 那么, 我没有钱给你。 伙计说, 无钱就包你的一切。 成龙说, 什么? 你包我。 你过来, 我给你钱。 伙计往前一进身, 成龙站起来, 用手一拎, 底下一抬腿, 将伙计踢倒在地, 一扶身, 将伙计抓起来。 成龙说, 你姓什么? 伙计说, 我姓宋, 明刚。 成龙说, 好。 将他抓住, 往里面水缸就扔, 扑通一声响亮, 伙计早吊在缸里。 成龙说, 你叫宋缸, 我没把你送在坛子里, 我就对得起你了。 别的伙计说, 吃完了饭不给钱, 还要打架。 先将宋缸从缸里捞出来, 说, 伙计们, 拿家伙来, 给我打。 成龙说, 要打架。 环眉直立, 二目元征, 将板凳踢倒, 将腿披下。 只见大货铺无数人等出来, 将成龙围住就要打。 正是, 龙游潜水遭虾戏, 虎离深山被犬欺。 大众方才要打, 从里面出来一人说, 别打。 成龙一剑, 羞得面红耳赤, 将板凳腿扔在就地, 赶紧上前行礼。 正是, 十年九汉逢甘雨, 万里他相遇故知。 不知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章, 行恶反昭恶报欺人, 终被人欺。 此曰, 你会使乖, 别人也不呆。 你爱钱财, 钱生须带来。 我命非你摆, 自有天公在。 时来运来, 人来还你债。 时衰运衰, 你被他人卖。 常言作善可消灾, 怕无福难担待, 一任桑田便沧海。 从饭铺出来这人, 姓孙, 明启广, 乃山东文灯县马家庄人, 与成龙自幼同窗好友, 知己知交, 足成莫逆, 少年结尾金兰之气。 成龙在有钱之时, 孙启广要入兜去做买卖, 借成龙白银五百两, 已在京都十数余年, 并未回家, 曾使成龙之银在崇文门外花市开设大货铺一个生意兴隆, 连年在东西南北成开了二婚铺十数余个, 今年又在此开设警权馆。 开张之日, 孙启广是以今日在此照料, 闻听外面打人, 出去一看, 见识成龙, 说, 别打, 是我的朋友。 赶紧过去拉着成龙进里边贵房落座, 说, 贤弟, 因何至此? 成龙将别后之事细说以犯。 孙启广说, 贤弟, 我的事情倒也甚好。 一将诸事细说, 问, 吃了饭吗? 即交伙计带成龙上澡堂子去洗澡, 并将自己家衣裳带去给成龙更换。 晚半天成龙回来, 二人在贵房赤酒谈心。 孙启广说, 贤弟, 这铺内账上正在无人之际, 你就管理账母事了。 成龙点头, 从此就在这里做买卖。 启广白天到各铺照料, 晚间仍回此处与成龙谈话。 光阴荏染, 日月如梭, 蚕冬已过, 蜡去春回, 时逢新芒争月。 这一日, 成龙从柜上拿了两吊钱, 说, 孙大哥, 我上街散闷走走。 孙启广说, 甚好。 成龙至前门大街, 见街道宽阔, 买卖繁华, 人烟稠密, 真是帝都之所, 与别处风俗大不相同。 天桥以北, 无非是一补星象, 三教九流之辈, 大凡多是争名夺利之人。 再碎葫芦都一处, 吃了半天酒。 天晚回归铺内, 见孙启广哀声叹气, 不知所为何事。 成龙赶紧问道, 大哥, 为什么如此? 孙启广说, 我有一个表弟王三, 去遂春天从家中来找我, 未能见面, 投在南横街瓦匠白德。 此人是个秃子, 专额外省, 新来之人。 王三去遂没找着我, 就在白瓦匠那里去做小宫活, 一去十节没有活作, 住了二十余天才上宫, 只做了一年多的活, 也没使这几吊钱。 白德说他是我的表弟, 找着我这里了, 他二人一算账, 他倒说我表弟还欠他五十吊钱, 应行讹诈, 将王三送在我这里要钱。 我认这是真欠他的呢, 问表弟王三, 他也说不清, 道不明, 我就给了他了。 他走之后, 我才问明白, 是他讹诈我。 正气恼之际, 你就回来了, 你说可气不可气? 成龙闻听, 说, 是了, 既往不救就是了。 天色已晚, 大家安歇。 此日天明, 成龙换好衣服, 出了警权馆, 并未说给孙启广知道, 直奔南横街, 来找瓦将白德。 见识南北小湖通路东的门, 清水挤的门楼的门上, 贴着对联, 书写是, 太平真富贵春色大文章, 成龙用手打门, 从里面出来一个人, 甚是奇正, 身穿青阳皱棉袍, 足下青断鞋, 漂白袜子, 身高七尺, 面如姜黄, 头上少发, 细眉圆眼, 腰级蓝阳皱搭包, 带着青段子跟头搭连, 上扎着白字, 是明月松奸照, 清泉时尚流。 此人庞佛刚起来的样子, 成龙过去说, 借光, 这里有个白师傅, 在哪里住? 那人说, 找他做什么? 成龙说, 我是山东人, 上北京来找朋友, 没找着。 我来找小宫活作, 有没有? 那人说, 我就姓白, 明德。 你跟我到茶馆, 有话在说。 成龙同此人出北口, 至大街路南太兴圈茶馆, 他二人进去, 喝茶之人站起来的不少, 这个人说白大爷, 那个也说白大哥, 全站起说, 才来。 方之后堂, 见西边有八仙桌一张, 一边有几凳一个, 上边放有刺刹壶一把, 两个细白刺刹中。 跑堂的有二十来岁, 身穿半大蓝布挂, 白布袜子, 青布的双脸鞋, 青布油裙, 上香着五幅捧兽, 手拿铜壶, 掀到半碗漱口水。 白德在北边几凳上坐下, 讨堂说, 白大爷, 你来了。 白兔子说, 来了。 掏出茶叶放在桌上, 讨堂的赶紧拿起打开, 放在壶里抛上, 将壶盖盖上。 成龙在白德身后站立, 如同跟班似的。 白德说, 你坐下说话。 成龙故意装起傻来说, 有白大爷在此, 我不敢坐。 白德说, 你坐下就是了。 成龙在南边板凳上坐下, 跑堂拿了一个盖碗, 又给成龙泡上一碗茶。 白德说, 你喝完了茶, 你就吃饭吧。 成龙说, 我没有钱。 白德说, 我给吧。 成龙喝了两碗茶, 叫跑堂的说, 你给我要菜。 跑堂说, 你要什么? 成龙说, 白大爷, 咱一同吃就是了。 白德说, 我早呢。 成龙说, 你给我来一个溜丸子, 炸丸子, 丸子, 四喜丸子, 三线丸子, 闷丸子, 葵花丸子, 南尖丸子, 你给我来叠光头拨吧。 白德一听, 把眼一瞪, 自己心中大大的不愿意。 成龙说, 你给我来两壶白干, 跑堂的端菜送酒。 成龙自己痛痛快快地一喝, 吃喝完了, 说, 给我算账。 跑堂拿过一算, 说, 两千八百八十文。 成龙说, 给三吊钱就是了。 说吧, 对着白德说, 白头, 我吃了三吊整, 你给吧。 白德说, 我不管, 你吃了三吊钱, 你给他三吊钱。 成龙说, 什么? 我给三吊。 你说你给, 你叫我给。 白德说, 你吃金饼金面, 我给钱行了, 你要丸子, 炸丸子的, 你混闹排场, 我不管。 成龙说, 你不管, 好办。 说吧, 站江起来, 来至白德面前, 伸开手将戈背一轮, 照定白德头顶之上, 就是一掌。 白德从椅子上就是一出溜, 躺在旧地昏迷不醒。 大众说, 打死人了, 别叫凶手跑了。 成龙说, 我不跑, 死了我给他抵肠。 待了半天, 白德还醒过来, 自己爬起, 坐在板凳上发冷。 成龙说, 白头, 我吃了三吊钱, 你是给不给吧? 伸着手又要打。 白德害怕, 赶紧打里头, 搭连里掏出票子来, 一查并没有三吊的, 拿了一张四吊票, 递给跑堂的, 拿到柜上找回一吊线前来, 往桌上一放。 成龙伸手拿过来, 揣在怀里, 说, 白头, 你有活没有? 有活, 我跟你做活去, 没活, 我走了, 明日早晨在这里见。 我在张一门里头警权馆那里住, 你要打官司, 你就告我去, 你要打架, 晚上我在家里等你。 说吧, 大摇大摆, 镜子走了。 在大街逛了一天, 天晚回在铺内。 齐广说, 你往哪里去了? 你也没在馆中吃饭, 你在哪里吃的? 成龙说, 我吃了朋友了。 齐广说, 你往哪个是朋友? 谁请你吃的? 成龙说, 南横街白德瓦匠请我吃的。 将自己吃白德缘故说了一遍。 孙齐广说, 那不得了。 他不是好惹的, 今日你应早回来才是。 今日晚上, 他必前来找你打架, 咱们这里快些预备人。 成龙说, 不要紧, 都有我呢。 他晚半天来, 也不过三二十个人, 我一个人足把他们打跑了。 自己将通条放在手底下, 砖后打架之人。 天智定更, 只听那边寒染怪叫, 口中说道, 姓马的, 你走出来吧, 别在我们北京城里叫字号。 不行, 你急速出来, 我等特意前来找你。 原来是白德约会蒙兄蒙弟前来打架, 各拿木棍铁齿前来, 至警全管叫骂。 成龙赶紧拿着通条往外就赢, 并不搭言, 自己想到, 来者不过胡军狗党, 自负己能, 一阵可以将他等赶跑。 想罢, 举通条就打。 只听乒乓声响, 群贼纷纷倒退。 白德身倒在地, 还有他两个朋友一带重伤, 聚焦伙计拉在屋内。 成龙说, 白德, 你也是时常讹人家的, 外乡人来这里, 投亲不育, 给你做了小供活, 你不给钱, 你还说人家短欠你的。 你今日, 你也给我写一张戒字。 白德大骂说, 你将大太爷打死就是了, 我也不含糊, 绝不与你写字。 你讹我不行。 成龙从那边将通条拿浆过来, 往白德的耳朵上一烙, 白德不由地疼痛难忍, 说, 我给你写字就是, 你不要这样飞行。 我可不会写, 你叫别人写, 我画鸭就是了。 成龙说, 孙大哥, 你给代笔。 铺纸一章, 齐广岁代写道, 立字人白德, 因首罚, 借到马成龙名下文银一百两整。 严明每月照三分立息, 一年之期归还, 暗月交立, 空口无平, 立此借劝为证。 康熙年月日, 立届字人白德鸭代笔人孙齐广鸭写完了字, 叫白德画鸭, 将绳口松开。 成龙说, 你要打官司, 赢成私方, 大渊两县, 顺天府都察院, 南北衙门, 随便去告, 后你就是。 明天我还是去找你要银子去。 说吧, 又说, 你三个滚蛋。 三个人抱头鼠窜, 出了警权馆。 白德说, 我非得报仇不可。 你哥俩回去, 我到家自有道理。 那两个人默默无言, 锦子去了。 正是, 战战青天不可期, 未从举一神先知。 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争来早雨来迟。 白德来到家中, 对自己吃七药刀, 说, 我买的那把家霸子刀给我。 红氏说, 做什么? 白德就将白天之事细说一遍。 红氏说, 你嫦娥山东人, 伤天害理, 那必是山东的皇上来了。 白德说, 胡说, 山东那有皇上。 满嘴内胡说, 拿刀在手, 磨了半天, 放在旁边, 单等成龙前来要银子。 此日天明, 赤茶, 镜面之际, 听得外面要银子的来了, 高叫, 白德出来还账。 马成龙再次等候多时, 白德一闻此言, 手指钢刀出了上房, 开街门举刀就剁。 成龙自铺内一早起来镜面之后, 处理警权馆, 来至南横街小湖通路东白德门手, 说, 白德, 我来了, 要银子来了。 政教之际, 直见白瓦将手举钢刀, 从里面出来就剁。 成龙往南边一臂, 刀落空了, 趁势一腿, 踢倒在地, 口中骂道, 操镜子, 不要脸。 说吧, 拾起刀来, 将贼人按在地下, 说, 你跟着我走吧, 上昨天那个饭铺就是了。 拉了白德就往前走。 至大兴宣茶馆, 听见里面无数人谈论白德昨天打架之事。 正谈论时, 成龙同白德进去, 至后边啰嗦, 说, 给我们拿茶来。 白德也不言语, 自己心内想, 打群架也不行, 拼命也不行, 我实在没了主意了。 正想之际, 只听成龙要酒要菜, 又是溜丸子, 炸丸子, 丸子, 四喜丸子, 三鲜丸子, 南尖丸子, 闷丸子, 照昨天一样, 要了一桌子, 就自己吃起来了。 吃完说, 白德, 你给他三吊钱就是了。 偏巧白德还是昨天一样的票子, 没有三吊一张的票, 又给了四吊一张。 跑堂的拿到柜上, 找了一吊钱, 放在桌上。 白德方才要拿, 只见成龙伸手拿起来, 说, 白德, 明天再见。 我走了。 说吧, 大摇大摆地走了。 大众吃茶之人, 一个个纷纷议论, 说, 白德今日可遇了霸王了, 吃了一个饱, 还拿着钱走了。 正是, 草怕严双双怕日, 恶人自有恶人魔。 白德无奈, 自己回家去了。 次日, 成龙又来, 一连个月有余, 还常往白德要钱。 这一天, 成龙到白德门守教门, 那白德在里面战战兢兢说, 有心出去见他, 手中又无有钱, 有心不见他, 又不行。 无奈望自己妻子红氏说道, 这都是我惹的祸。 打官司也打不过他, 打架也打不过。 他常常来找我要钱, 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办理。 有心要搬家, 不几天将要开工做活, 所有主顾家人都知道我在此处住了多年。 今天手内又一文钱都无, 他又在外交门前来找寻, 如何是好。 红氏娘子说, 你先出去将他请进来, 我自有道理。 白德无奈, 出上房开街门, 要将成龙让进来, 说, 马大爷, 你请进里边, 我有话说。 成龙说, 你里边安藏着人要打我, 我也不怕, 我就进去。 说着, 往里就走。 进院至上房, 见院内并无一人, 似笔皆空, 见白德之妻跪倒在地叩头, 说道, 马大爷, 我家现在要什么没有什么, 妄求开恩, 将我们饶了吧。 成龙说, 感情你家穷到如此光景。 说, 白大哥, 皆因你前者爱做恶事, 欺负外乡人, 我才出来找你。 我今天看来, 你也是个穷苦人, 从此你要改过自信。 我前者所要你的钱, 我亦都换成票子, 带在身上, 我金巨皆如数给你。 我现今也在朋友铺中住着, 我要从你学学瓦降活。 我每日所得之前, 巨归你使用, 只要有我吃饭喝酒的钱就得了。 白德说, 明天我在菜市口包了一所房子工程, 开工方能领驾, 现在正愁没钱。 今天有你给我这笔钱, 明天开工足以行了。 说吧, 出去买菜打酒, 留成龙吃便饭。 二人谈来谈去, 甚是投机, 碎口蒙结为异姓兄弟, 又请红氏嫂嫂出来拜见。 从此, 成龙回景全馆, 与孙其广说明, 要去学做瓦降活, 以好时常散闷, 又在铁铺钉打挖刀一把, 中酒金十二两。 白天同白头做活, 晚上仍回景全馆睡觉。 孙其广随其自便, 也不管他。 光阴四溅, 眼看工程已完, 还剩影必一个。 白德同成龙十日二人在此赶坐, 在天棚底下甚是凉爽。 见镖店开张, 又瞧些个热闹, 成龙见众人打架, 心中早已十分有气, 要上前帮着, 打个抱不平。 只见那边一响枪, 将白德打死, 成龙跳江出去, 扑奔鬼脸太岁, 同其量前来。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章, 五英雄救驾兴顺殿, 四霸天大闹广庆园。 西江月, 万事皆由天定, 人生自有安排。 善恶到头有兴衰, 参透虚当等耐。 草木虽枯有本, 玉春自有诗来。 一招运转负摇台, 也得清闲自在。 成龙手拿袜刀 置同启亮面前, 兜头就打, 启亮用线枪相迎。 成龙骂道, 好个混账东西, 将我白大哥打死。 我今日非把你打死, 给我白大哥偿命不可。 康熙圣主 起先见其量的枪响, 冲自己放来, 正在冲冲大怒, 幸亏一枪未打着。 剑狐中笑, 李庆龙, 薛应龙, 龙恩, 王和龙, 与胡塞花, 被群贼围在当中, 只听马成龙自通明性, 甚是奋勇, 无奈是殿中贼多, 忠孝等人少。 见成龙将同其量打跑, 敬奔群贼当中, 将群贼打得纷纷倒退, 死得甚多, 地下东倒西横。 圣主见成龙这等威猛, 心中甚是喜悦, 说, 真乃林敌无惧, 永贯三军, 真虎将也。 正赞美之际, 直听外面一阵喧嚷, 有无数官兵来至兴顺标殿门首, 九门嘎尔达一礼不依提督来到。 提督不知圣上因何来至此处, 因早晨递折子并未降止, 下朝回家至焦民向宅内下轿, 吃茶用饭已毙, 方要看书, 外面家人进来禀报说, 是有御马圈王老爷有紧要机密室前来见大人。 医大人说, 请。 从外面进来王坤说, 大人, 你还在这里看书呢? 圣上用早膳后更换便衣, 传咱家一次墨俭驼骨兽至东安门外出前门去了。 你还不快去保驾吗? 医大人一闻此言, 慌忙战身分腹马, 说道, 多亏兄台来此, 你我知己好友, 我不能奉陪, 我要前去追赶圣驾。 说吧, 出外面上马, 带从人。 一出门就有地面堆而兵喝道, 疏守, 剑守相随, 出正阳门外。 传河阳训的千总, 带官兵跟随寻找圣驾。 各处派人前去打探, 并不见圣上的下落。 至顺至门大街, 有人瞧见圣驾的黑驴, 赶紧禀明大人, 带官兵至兴顺殿。 提督下马进殿, 见圣驾磕头, 称奴才来迟。 圣驾剑提督至此, 口传旨意说, 伊礼部将兴顺标殿一伙贼人 教你衙门审明回奏。 胡忠孝, 马成龙等聚接交衙门讯问, 将此女子带回厮宅, 听旨发落。 说完, 吩咐带我的驼骨兽。 大人过去拉驴, 请圣驾上驴。 圣主接丝鞭在手, 说, 闲人不准跟随我。 望南顺菜市口大街, 望东至前门大街。 见个鹿墙上贴大黄豹子, 上写广庆茶园今日准眼, 特请遇亲王弟子般准眼多锦标。 圣主心中暗怒, 朕哪知亲王竟此登台演戏? 我不知此戏园在哪里。 正怒之际, 听得头前有人说道, 咱们哥俩去听广庆茶园子弟搬去。 圣主随跟此二人, 来自广庆茶园门首, 见里面摆着财场。 方要下驴, 见从里面出来一个秃子, 身穿蓝筹裤挂, 白袜, 青断子鞋, 手拿只麻雕的扇子。 见圣驾一表非俗, 甚是端眼, 说, 老爷子, 你听戏吗? 圣主点点头, 下驴说, 将驴交给你吧。 那秃子说, 行了, 赶紧叫, 来人, 将驴拉着溜溜去, 从里面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说, 四太爷, 我去。 接过驴, 望东溜去了。 那秃子说, 老爷子, 跟我走。 你是楼上厅, 楼下厅。 圣主说, 楼上, 此人带路, 至正面楼。 圣上落座, 秃子拿了一个茶壶与茶碗放在桌上, 说, 老爷子, 你这里坐着吧。 圣上说, 秃子, 今日欲亲忙唱什么戏? 秃子说, 你老人家说话可笑, 王爷不唱戏, 是他府里排的弟子班, 我朋友给我请的, 唱得好着啊。 昆义乱谈, 有一个好舞生, 才十五岁, 今天躲锦标, 使他唱。 这弟子班数着他红, 王爷最喜欢他。 圣上说, 秃子, 欲亲忙来不来。 秃子说, 老爷子, 你怎么管我叫秃子? 人都有个名, 数都有个影。 我叫铁头孙赵英, 又叫孙四。 圣上说, 你是土匪, 你有绰号了。 孙四说, 老爷子说得好啊, 我可不是土匪, 这前三门外头, 有四个著名的土匪, 是我替人家打架来的。 这个广庆茶园的东家, 是孤儿寡母, 被这四个恶霸霸着, 不给人家东家钱, 我是气愤不平, 替东家来找四霸天。 我这身上练过油锤灌顶, 两太阳杂转。 这四霸天与我打赌, 开水浇头, 劈刀灌顶。 四霸天下走, 我给东家照料这个买卖, 今天由我拜兄给我请的子弟搬开赫。 提起此人, 大大有名, 九成官司两面, 五成十五方, 南北衙门, 大渊两县, 顺天府督察院, 常管闲事。 此人住家在安定门里, 国子建, 姓马, 排行在墨, 名叫孟太。 圣上说, 这些话倒不提, 我且问你, 这四霸天姓甚名谁? 怎么叫这四霸天呢? 孙四说, 南霸天姓颂, 排行在寺, 前门外套大小堂名, 男女下处, 很有几差感, 手下余挡不少。 营城四方也有几个朋友, 吃过宝菊, 很真说得去。 北霸天虽在前门外常住, 乃是德胜门外的人, 姓贵, 冥祥, 嚎叫凤府, 专在南北衙门走动官室, 包揽辞词诵。 东霸天姓李, 明荣, 别号人称花斑报, 在东九仓上, 很算站得起来的人物。 西霸天姓史, 明俊德, 别号人称小诸葛, 在户部三酷的酷兵身后致氏。 这四个人, 手下具有余挡, 无所不为, 无事不作。 正是, 咸将冷眼观螃蟹, 看他横行到几时。 我听说这四个人, 约具余挡, 今天要来找我打架。 我这里回头, 也有朋友前来相助, 巧遇你老人家, 还许瞧得见热闹啊。 圣诸口中说道, 难道地面寻成玉屎, 还不伴他们吗? 孙四说, 多。 你老人家偌大年纪, 还不通事录吗? 有官就有司, 有水就有鱼。 他等具有几个朋友互币。 正说之间, 只听楼梯响, 上来九门提督一礼部, 江兴顺标店亦干人犯, 聚焦手下当差人等送归衙门, 教司员言行审问, 自己换便衣, 随后追赶圣驾。 有报事的人说, 圣上已在广庆茶园听戏, 虽来之楼上, 见圣上已在那里坐定, 与一个秃子说话呢, 赶紧磕头, 在旁边一站, 不敢落座。 孙四一瞧, 见一大人一表飞俗, 说, 你来了, 为什么给这个老爷子磕头? 大人摆手, 说, 你不必多问。 此时, 楼下已有二百余人, 楼上尚未上座, 只有圣上及一大人二人在此。 孙四又说, 你坐下啊, 为何近站着, 也不怕腿疼? 大人说, 少管闲事, 正说之间, 剑达摩素王来到, 身传便衣, 自现圣驾骑驴过去, 赶紧脱去官服, 换好便衣, 派人前去寻找圣驾, 自己也往各处寻找。 眼看天降正午, 见有从人来报说, 奴才碰见一个赶驴的, 是圣驾骑的那头驴, 奴才问他, 是广庆茶园有听戏的叫他赶的, 大概圣驾许在那里, 也何妨上那里找找, 万一在那里, 也未可定。 王爷一想有礼, 遂说, 手下人, 你们都回去吧, 回头我若找不着圣驾, 我自顾一辆车也就回去了。 说吧, 自己遂顺大街来至广庆茶园门首, 迈步就往里走。 楼下找遍, 并不见有圣上, 赶紧上楼, 见一礼不同圣驾在那里, 旁边还站着一个秃子, 在那里说话。 随过去请安, 也在旁边一站。 方要说话, 直听下边一阵大乱, 口中直嚷道, 铁头孙四, 你出来。 我见见你有多大本事。 孙四慌忙下楼, 见楼下池子内站住两个人, 一个人有二十多岁, 身高在七尺上下, 清须须的脸堂, 两到八字眉, 一双蛇眼, 薄片嘴, 唯有几个麻子, 身穿土灰色布枯卦, 足灯青布抓地虎靴子, 盘着辫子, 挑眉立幕, 此人别好人称耗子皮夹虎。 身背后跟他站着又一个人, 身穿紫花布汗卦, 轻皱绸底衣, 足灯三香窄腰快靴, 面皮微黑, 亦在二世有余年岁, 说,孙四, 你前者夺广庆茶园, 你也很算是英雄, 我叫一块土黄七, 今天我们哥俩特来会会你, 瞧你有多大能耐。 说着, 转身一抬腿, 脚灯板凳, 坐在桌上, 这二人一样大嚷大叫, 铁头孙四叫, 来人, 把他们两人看上。 孙四说, 姓黄的, 姓贾的, 你这两个小辈, 胆子不小, 今天四太爷让你们瞧瞧我的能耐, 回头再说。 说吧, 自己到柜房穿上橡皮混吞, 自己上得戏楼, 站在台口说, 众位亲友, 今天来着了, 唱戏的子弟爷台卫党, 仅有四把天余党前来找我, 我当场练练功夫, 给诸位瞧瞧。 回头, 也叫那两个小辈照着我这样练, 练得上来, 我拜他为事。 急叫伙计将刀拿上来, 有一个小伙计拿着三把钢刀送在孙四面前, 这刀都有一尺七八长, 把上钉钉, 被后刃薄, 光闪闪, 冷森森的, 甚是锋利。 孙四拿刀在手, 说, 众位, 我这脑袋是肉的, 将这刀剁在我这头上, 你们瞧瞧。 说吧, 拿刀照自己一剁, 剁了一六钩, 少时又复旧如初。 一连剁了三刀, 又换一把, 赵就把三把刀用完, 叫伙计拿开水壶一把, 赵脑袋叫。 交完了, 楼下之人齐声叫好, 楼上圣架与达摩素王, 一礼部聚接看见。 孙四练完, 下楼来至柜房, 换好了衣裳, 来在后面一瞧, 浩子皮并一块土衣进阶不见, 赶紧问看他的人说, 这两个小子哪里去了? 看他两个的人用手一指, 说, 桌底下蹲着呢。 这两小子见孙四爷真有功夫, 吓得钻在桌底下。 黄奇说, 浩子皮, 我说别来, 你偏不服, 今天你瞧这个厉害不厉害。 家虎说, 那不能怨我。 咱们两人已经到此, 回头毕叫孙四把咱们打一顿。 我有一个主意, 你依着我说, 我管保平安无事。 正说之际, 见孙四站在面前, 浩子皮由桌子底下钻出来, 跪倒在地, 笑吟吟说, 四太爷, 你老人家别生气。 我们两个天胆, 也不敢来骂你老人家, 这里有个缘故, 是安定门里头国子剑兽马老太爷叫我们来的, 试试你老人家有胆子没有。 孙四说, 我不信, 我的朋友万不能支持你这两个王八蛋前来饶我。 我的朋友少时就来, 问明白再放你们。 要真是他叫你们来的, 我就找他去算账。 正说之际, 马梦泰同这一干朋友自外进来, 说, 老哥, 子弟们来了没有? 孙四说, 没有。 这两个小子一瞧, 说, 不好。 孙四一见, 说, 老哥, 你叫他们来找我。 马梦泰一瞧, 说, 老四, 你认识他们吗? 这两个是南霸天宋四的鱼党, 大概是四霸天叫他们来的。 像这两个小辈, 打他还怕脏了手呢? 你这两个小辈回去, 见四霸天就说, 老太爷再次等候他, 官司两面由他跳。 说吧, 照着贼人就是一脚, 将贼人踢得一溜滚。 这两个贼人抱头鼠窜, 出了门手, 镜子跑了。 马梦泰说, 老四, 你这就是胡闹, 我能够与贼人合伙吗? 你我兄弟暂且听戏, 等候贼人前来, 再做道理。 一干众人方才落座, 只听外面有人喊嚷, 直奔广庆茶园而来。 铁头孙四, 与兽马老太爷无名活起, 说, 大概必是四霸天前来, 你我弟兄到门手一看, 便知分享。 二人转身往外就走, 从外面进来一人, 一把手将孙四抓住。 正是, 墙中自有墙中手, 英雄背后出英雄,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章, 马梦泰帮助异地固幻章, 弃走天涯。 十月, 细推金古事勘仇, 贵贱同归土一秋。 汉武欲唐人岂在, 石金血水空流, 光阴刺出海江墓, 草木从春又至秋。 闲时忙时拒不了, 且将身作最相由。 抓住孙四这个人, 身高四尺, 无短身材, 头戴青段子道观, 身穿灰色贵州绸的道袍, 高腰袜子, 青段子云履, 白生生的脸面, 目如朗星, 双眉带袖, 鼻如梁柱, 四方口, 未有眼口之虚。 孙四一瞧, 认得此人, 赶紧说道, 野里边请坐。 这个人, 原籍江苏省城东门外双旗, 甘向丁家宝的人, 姓顾, 名幻章。 他家先被开秀花座, 极致生养他年长九岁, 父母双亡, 跟着舅舅丁家居住。 七岁入学, 九岁在舅舅家仍请先生读书。 其人天生聪明, 诸子百家, 各种诗文无一不好。 至十四岁, 心好练武, 自己在后院预备砂板砖五十块, 立在地下, 从上面每日跑几趟, 腿上带着沙子, 绊载之后, 每只腿上足可以带一斤沙子。 幼恋上房的能耐, 平地挖坑一个, 身二尺, 长两丈, 每日带着沙子, 从里面望上跳。 每月多望, 身里挖五寸坑, 长来长去, 此坑身有一丈, 要从平地上房并不费事。 这一天正恋之际, 他舅舅丁佩然看见, 心中大大不乐, 说, 你这孩子真没出息, 放诸书不念, 恋这做贼的能耐做什么? 从此改过, 若要不然, 我将你赶出门去。 幻章一闻此言, 口中虽则不语, 心中甚不愿意。 只是八岁, 自己在后边, 还是时常地去练, 上墙上房甚是容易。 这一天正恋, 又被他舅舅看见, 说, 你这孩子还是不改, 这是保暖生闲事, 饿两天就好了。 你要是再练, 就不必在我家住着了。 幻章听他舅舅说, 他默默不语, 自己心中怒道, 我父母早丧, 又无至亲骨肉, 甚是孤苦。 虽说舅舅, 舅母带我不错, 要比起自己父母, 就不大相同了。 我在这里读书, 虽则年幼, 这下边的使唤人等, 我并不敢得罪一个。 他二位老人家跟前, 连一句话也不能说, 虽有自己不愿意的事情, 也无处诉委屈, 只可自己肚内伤感。 正是, 不如一事长八九, 可与人言五二三。 今天所说之话, 分明是要叫我走。 男子汉大丈夫, 立志于四方, 何必受志于人家? 想吧, 自己落下几点凄凉眼泪。 自己出门信不前行, 也不知哪里是安身立命之地。 自己出离苏州省城, 走了四五十里路, 天色已晚, 有心住店, 手内无钱。 前面有小小一山庄, 村东路北有破庙一座, 幻章是从东望西走来, 至破庙门首, 望里一看, 钟楼裂坏, 殿雨歪斜, 荒草迎接。 幻章自己信不来至殿内, 探了探尘土, 自己啰嗦, 见上面供的是三观圣地, 神像拜朽, 幻章长叹一声, 说, 神圣也有时来时不来, 何况人乎。 我观看此庙, 功成浩大, 当初必是兴旺庙语, 如今这凄凉的景况与我一样, 不知何年时来运转, 方遂英雄之志。 自己愁思之际, 靠着那供桌, 昏昏沉沉静自睡去。 正是, 人逢喜试精神爽, 是不遂心困睡多。 睡至三谷以后, 觉着身上一冷, 睁眼一看, 破壁透出月色光辉。 随站起身来, 来至外面, 仰面一看, 昊月当空, 清光似水, 好一派的光滑。 怎见得? 有赞为正, 书影落银河, 显清光, 硬笔波, 一沟斜挂水轮沓。 到黄昏望着, 到中秋赏他, 江湖长半鱼翁沃。 问嫦娥, 分明似净, 谁下苦功魔。 顾幻章看霸, 说, 我酒后躺要得地, 必要重修三观庙。 自己看霸多时, 出庙一直望兮。 少时, 天色大亮, 腹中饥饿, 前面有一座急阵, 甚是热闹, 无奈脱下一件小汉挂, 去当前四百文, 暂吃早饭, 找了一个小饭铺坐下, 要了一壶酒, 要了一个菜, 自己喝完, 吃了点饭, 自己在镇店上观看热闹。 钱也花完了, 急至天晚, 不能住店, 围着当铺绕了一个弯。 天之二骨, 翻身上房, 望四下一看, 并无一人, 正是保暖声淫欲, 饥寒其道心。 跳在人家院里, 用手将锁拧开, 慢慢推门进去, 寻找东西。 只听得上房房上有人大嚷说, 当铺伙计听真, 好房有贼, 急速快将他拿住。 只听外面一声嚷, 就将他堵在屋内, 幻章甚是着急。 当铺中众羹夫大家堵住门口, 不敢进去, 幻章手中无刀, 将号房内衣裳卷了一捆, 照定门口外一扔, 说, 我去。 众人往两旁一闪, 只打算使贼人出来。 幻章趁势往外一窜, 翻身上房, 只见北边站定一人, 说, 你跟我来。 幻章追赶此人, 出了这一个镇垫, 来至村口以外, 见那人站住, 幻章临近一看, 身高八尺, 面皮微黄, 环眉阔目, 年约半百, 身穿青皱绸, 夹裤夹袄, 足下脖底快靴, 手持金被刀, 在那里站定, 口中说道, 朋友, 你贵姓。 幻章说, 我姓顾, 明幻章, 苏州人, 今天是头一天做贼, 被穷所迫。 此人说, 我乔兄弟你是个利奔, 还是很难为你。 我姓卢, 明文龙, 绰号人称黄面太岁, 住家就在大明府内, 黄县卢家庄。 我是来到此处寻找朋友, 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为什么干这个呢? 幻章长叹一声, 把家中之事细说一遍, 孤身一人, 无依无靠。 卢文龙说, 你跟我走吧, 到我家中, 我把武艺传授传授你, 你我一见如故, 甚是投缘。 二人搓土为乡, 结为兄弟, 带着幻章奔回家中。 废止一日, 那一日到了卢家庄, 家中甚是富力, 使唤人等不少, 至家中拜见嫂嫂, 折卢结, 四岁童子。 幻章在这里一住, 跟卢文龙学艺五载的光景, 练好了一身武艺, 就比当初的能耐大多了。 自己一想, 在此住着, 虽说是丰衣足食, 究竟桃角朋友, 莫若告辞。 有武艺在身, 海角天涯, 一则开开眼, 二则见见世面。 虽说, 大哥, 我要走。 卢文龙说, 哪里去? 幻章说, 文庭西都长安甚是有名, 乃古帝王建都之所, 帝要前去游玩游玩。 黄面太岁说, 既然贤帝要去, 这有盘费银二十两, 带着也好作为路费之用。 幻章接银在手, 并不推辞, 说, 大哥,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他年相见, 后会有期。 岁拱手作别。 卢文龙送至村庄以外, 说, 贤帝, 如外边是不得意, 及早回来。 家里八景田地, 够你我弟兄度晚年之乐。 幻章说, 帝蒙兄台厚恩, 教会武艺, 在此居住五载。 我此一去, 但能得一部地位, 必有信前来, 叫无凶得志。 卢文龙说, 一路平安。 贤帝, 你我就此分手吧。 幻章岁顺一路往前行走, 也有记困福威的时候, 也有减恶安良, 杀死恶贼人。 夜晚所偷之财, 白昼全都祭贫, 岁在陕西地面三载, 陆林贼人闻名丧胆, 江湖道寇望影皆惊, 故此人送外号, 称为赛报应。 那一日, 来至一所山庄, 树木森森, 山清水秀, 道路平坦, 避水长流, 甚是清雅。 怎见得? 有赞为证, 赞与青山四五层, 毛屋两三架, 依水柴门小, 林溪十净邪, 老松盘坐壁, 新竹枝成八。 鸡犬鸣身像, 牛羊卧浅沙。 一村多水石, 石亩足烟霞。 门垂桃令柳, 其中绍平瓜。 东竹鱼可吊, 西林九可涉。 山翁与西友, 向对话桑马。 幻章看罢, 甚是赞赏。 村东头有也茶馆一个, 坐北朝南, 房屋三间, 天棚一座, 周围有花杖, 甚是优雅。 石逢下令光景, 见里面坐定一老道人, 身穿破纳棉袄, 头戴就到关, 面如古月, 神清气爽, 在那里涉钱。 无数的穷人围绕, 也有给二百的, 也有给一百的。 只听那道人口中说道, 明天早来, 我再次加倍施舍。 大众一哄而散, 那老道站起身就走, 自己口中说道, 我家中的银子都没地方存了, 早早施舍完了, 就结了。 赛报应一听, 心中暗想, 此人甚是古怪。 我跟着他, 看他在哪住。 如果有银子, 我偷他的, 替他施舍施舍。 随暗跟老道往前行走, 行有五六里路, 见山坡上有一座古庙, 山门上横写御仙观三个大字。 老道推门而入, 幻章探得了道, 等候天晚, 进庙偷银子。 稍时, 太阳已下西山, 至黄昏时候, 翻身上墙, 跳在庙的院内, 望北一看, 东乡房黑暗, 西乡房点着灯, 正点无人。 幻章来至西房帘子以外, 见里面那老道人坐在椅子上面向着东, 八仙桌上放着无数元宝。 老道自言自语地说, 今夜晚上要有贼来偷, 送给他两个。 幻章在外听着, 也不言语, 只等老道睡着, 好进去偷他。 等至二谷以后, 见老道精神倍长, 并不睡觉。 幻章心里想, 这是真怪, 怎么天到这般时候, 他还不睡觉呢? 真是好叫我着急, 等来等去, 已至三更时候。 那道人在里面鼓掌大笑, 说, 贼, 你好无道理, 真当我睡着了, 你进来偷就是了。 幻章进的屋内, 说, 你老人家必是侠客, 若要不然, 如何知道我来? 老道说, 你也不必问我是谁, 你有什么能耐, 也敢来在我庙里做贼。 我在这里坐着, 你用刀剁我, 我也不站起来, 只要你剁着我, 我这银子你就拿得去。 幻章听那道人之言, 说, 我也是个英雄, 这老道明明是说大话欺我, 我就剁他, 看他如何躲避。 想吧, 举刀照老道就是一道。 方黎道人头顶不远, 觉得脉门疼痛, 将刀扔在旧地, 暗暗点头, 说, 老侠客真是英雄, 你说我做个徒弟, 我虽会写武艺, 也是不得真传, 难以赢得行家。 正是妙言不过三两句, 不受真传网劳心。 今天得欲师父, 此乃三生有幸。 得欲名师, 说我做个徒弟就是了。 说着, 跪在地下不起来。 那老道说, 也罢, 你牵起来, 有话问你, 你是哪里的人? 你叫什么? 赛宝英说, 姓顾, 明幻章, 苏州东门外人。 父母双亡, 孤身一人, 跟着拜兄学会了点武艺, 在陆林中, 不敢说是行侠作义, 所作之事, 并无奸道邪淫, 不过偷不义之财, 几贫寒之家。 飘荡四海, 到处为家。 今朝得欲高人, 望求收弟子就是了。 道人说, 我收你就是了。 你要学什么啊? 幻章说, 你老人家教弟子什么, 弟子就学什么。 说着叩头, 问那道人姓名。 那道人说, 你要问我, 听我慢慢说来。 不知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章一事定蒙分, 南北英雄访有走西东。 结交行, 古人结交为结心, 此心好比诗于金。 金十亿消心不义, 百年和好供于金。 金人结交为结口, 往来欢愉等着酒。 只因小事师相仇, 从此相称便分手。 借虎, 大丈夫, 贪财妄义非无徒, 陈雷, 管报莫在得, 结交轻薄不如无。 水底于, 天边焰, 高可设置, 低可调, 万丈深潭中有底, 唯有人心不可量。 虎熟不可其, 人心隔肚皮, 休将心腹事, 说与小人之, 翻面无情日, 反成大是非。 这段诗说的是五轮之内朋友, 这五轮乃人之常情, 凡人生在世, 没有不交朋友的。 大概取之于心, 以忠信为本, 长远之交, 君子淡淡如水, 日久足成墨逆。 小人秘里调游, 转眼成仇, 唯取之有直, 有量, 有多闻, 便是君子之有。 正是, 古有尊三亿, 金人众万金。 乾坤无管报, 何处是知心? 闲言少叙, 说说顾焕章, 问那道人名姓, 老道父姓欧阳, 双名山珍, 别号人称龙牙子, 住在四名山清庙关。 此处是我居住的小庙场, 你既要跟我练, 也好, 我明天自有道理。 说吧, 叫幻章安谢。 从此就在此庙中学艺, 练英找力重手法, 一力混元气, 达摩老祖一金经, 分金错古法, 点学的功夫, 练会赶棒一条, 短刀一把。 过一年之后, 又收了一个师弟, 姓王, 明天宠, 别号人称小白龙, 也在此处一同学艺。 此人乃猪州人士, 在此处学艺二年有余。 这一日, 道人说, 你二人今天该走了。 换章, 你改编道庄, 此一去以脉补为生, 某年某月某日, 在五虎庄前去救驾, 救驾之后, 不准做官。 这里有锦囊一个, 试日打开, 照捡铁而行。 说罢, 二人不忍分手, 见师父尊尊嘱咐, 无奈, 叩头说道, 老师, 我师弟王天宠, 日久以后能做官, 不能做官。 老道说, 不必多问, 你二人去吧。 二人遂站起身, 出离庙门, 静自去了。 这二人老在一处, 并不分手, 在黄河湾交雇, 幻章炼水, 一载之后, 幻章水性颇通。 王天宠得病, 多亏幻章日夜服饰, 病好之后, 王天宠十分恩感。 幻章说, 贤弟, 我也该上北边去了, 你我兄弟分手。 如日久以后, 谁要得事, 必要送信, 荣禄共知, 有福同享。 说吧, 二人撒赖而扁。 顾幻章至北方顺天府 承袭五虎庄, 正赶康熙老佛爷私访, 叫贼人困住。 顾幻章将皇上背出来, 正与官兵前来, 将圣驾交与官兵, 静自去了。 圣驾回宫, 要这顾幻章各处寻访, 并不知哪里去了。 这一日, 正在三桥引明蛮姓脉补, 见达摩素王在正阳门外下车更衣, 天有正午, 见达摩素王铺奔广庆茶园, 自己随后追赶。 方进广庆茶园门手, 见铁头孙四与马梦太虚化, 他恩呀恩呀地乱嚷怪叫地, 将孙四抓住说, 掌柜的, 无来听戏来了。 孙四一瞧, 认得是相面的丛善先生, 说, 是先生来了, 好说, 我正要你们哥俩引荐引荐, 这是我老哥马梦太。 幻章抬头一瞧, 见梦太一表飞俗, 赶紧过来说, 久仰大名。 梦太说, 闻听道也, 人称神香, 烦劳给我相相。 幻章说, 五官端正, 二眉带彩, 言有守经, 鼻如梁柱, 三善的培。 你这相貌所好者, 就是准头封龙。 神像书上有四句, 准头端正要封龙, 鼻如梁柱做三宫, 上歪下肩中贪陷, 一生贫贱受孤穷。 你是木形格局, 应该寿终待神。 木寿金方水煮肥, 土形格局贝如归, 上歼下阔明约火, 五形格局仔细推。 梦太说, 你看我后来可是正印好, 偏印好。 幻章说, 大概可奔正途, 定非池中之物, 必要显达云成。 梦太心中甚是喜悦, 说, 老假先生。 孙四旁边听了半天, 说, 人称先生神香, 今朝果如前言。 我今天早半天有一件事, 方要上座之时, 来了一个老头, 我看此人相貌不俗, 后来又来两个, 还给他磕头。 据我一瞧, 必是公伯王侯前来私访。 老哥宇先生, 跟我上楼瞧瞧去, 看这三个像干什么的。 岁带二人上楼。 马蒙太先自赤惊说, 老四了不得了。 你瞧, 东边站着那个是达摩素王, 西边站着那个是九门提督一大人, 当中那个老头大概是皇上。 如果说是皇上, 你我今天那个乱可就大了, 必有惊架之罪, 此事该当如何? 正说之间, 只听下面乱嚷怪叫。 四霸天带无数的英雄, 来找马蒙太与孙四。 三人转身下楼, 蒙太迎注众人说, 你等真要打架? 咱们是文打, 是武打。 南霸天宋四说, 是文打怎么样? 是武打怎么样? 此时唱戏的方要开台演戏, 见下面一阵大乱, 正是四霸天跟马蒙太那里说话。 瞧热闹之人甚多, 欲有胆小之人聚接走了, 胆大之人还在这里瞧热闹。 四霸天有南霸天宋四说, 当初夺广庆察员之事, 是铁头孙四开水浇头, 劈刀灌顶, 练得甚为出奇, 无人敢与他对手, 故此我等聚接去了。 今天我同了一个朋友来, 家住东海, 篮口人士, 姓邓, 名方, 人称别号八倍榜, 飞行太保, 九节邓方, 也在此处练一样能耐, 咱们这也不是打群架。 说, 贤弟过来, 见见他等众人。 见人从中出来一人, 一表飞俗, 身高八尺, 面如白玉, 环眉阔目, 鼻指口方, 身穿蓝筹裤挂, 脖底快靴, 年有三十以外, 站当中说, 我是筑权的, 你等可不必骂我, 可谓了事。 哪位姓马, 哪位姓孙, 马梦泰二人回言说, 我等就是。 你练什么? 你说吧。 邓方说, 我姓邓, 明方, 我练这样, 能耐是天下第一, 如你二人或你的朋友, 能照我这样练, 我等就走, 永不上广庆茶园来扰闹, 如若练不上来, 你等就此出去, 那叫我的朋友, 在此。 马梦泰说, 你练吧, 我瞧瞧是什么出乎其类的本事。 邓方说, 把我的东西拿过来, 只见有一人拿过五根竹竿, 高有六尺, 其俗与大核桃相似, 就在地下埋有五寸深, 离三步远埋一根, 一连五根, 巨皆如此。 买好了, 见邓方说, 我先别练, 我先说说, 你们听听, 如有能练的, 前来只管练。 我从平地窜上这一根竹竿, 在那上头站着, 一点不动, 这竹竿一到, 就算我输了, 歪了也不行, 偏了也不行, 站不住也不行。 说吧, 众观众一正, 连马梦泰也是不信, 心里说, 我倒看他练练, 看他行不行, 简直的他是净吹, 拿大话吓唬我, 我看他练得了练不了。 说吧, 见邓方就一撤步, 嗖的一声, 蹿上了竹竿, 端端正正站在那里, 一点也不动。 马梦泰甚是撑起, 又见他从头一根竹竿上, 往第二根竹竿上移动, 站在那根上, 仍然不动。 马梦泰心中说, 不但练之难, 看之就不容易, 劲儿大了也不行, 劲儿小了也不行, 真是第一绝妙的功夫。 看起来, 天下英雄甚多, 从此我不可自满。 古语说得不错, 正是, 泰山高矣, 泰山之上还有天, 沧海深矣, 沧海之下还有地。 正想之间, 见邓方一纵一纵, 一连五根, 巨石照样。 大家齐声喝彩, 跳江下来, 气不涌出, 面不改色, 一阵的狂笑, 说, 瘦马马梦泰宇铁头孙四, 你二人可以前来当场练练。 这两个人默默无言, 有心要去练, 又不行, 有心不练, 又当着好些个人。 苏语说得不错, 当场不让顾, 举手不留情。 这两句话, 是我们说平书说的, 要到了谷儿词大谷书, 他还混批呢。 他说, 当堂不让父, 这么要说将起来, 连他父亲他都不让, 与理不通, 情理更不通。 要是他父亲将他送下来, 他还要走动人情, 将他父亲压起来, 所以谷儿词, 也使, 乃其东野人之鱼也。 若要平书这么着说, 就不行了。 当场不让顾, 是顾旧之交, 与同仁在场面之上, 有事说话, 谁也不让谁。 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马孟太正在游移之际, 见邓方洋洋得意, 大声说道, 慢说是你等, 就是天底下地上头, 有照我这样练的, 他就算是我的师父了。 大概除了姓邓的, 没有第二个, 他连我练的这个名目都叫不上来。 说着, 摇头晃脑的笑嘻嘻, 在那里洋洋得意。 正在口出狂言大话, 见从北边楼上跳下了一个老头, 身穿青羊皱大褂, 漂白袜子, 青段子双脸鞋, 手里揉着一对核桃, 年约七旋以外, 面似锅铁, 众眉大眼, 一步隐然, 说, 邓方, 你说这话也大了, 你这功夫没有练到头, 方会半截, 就敢这样口吐狂言。 你练的这个叫草上飞, 乃是踏雪无限的功夫, 你只会正着练, 不会倒着练。 我要上去练, 不能照着你那样练法。 邓方说, 你还有什么出奇的本事? 你练练我瞧瞧, 你在夸口, 你别说了回头不会练。 那位老英雄说, 你这竹竿是东西一溜摆着, 我从西边上去, 照你那样练完, 我再背着身子往回跳, 如果照样跳回, 那才算功夫。 躺货到背身往回一跳, 竹竿若是到了, 或者将我摔倒在地, 那是我惊失不到, 学艺不高, 我当着大观众顶你磕头, 就算是我输了。 还有一节, 我要练完了, 你也照着我这样练一练, 我就给你磕头, 也算你赢了。 说吧, 这位老英雄将长衫一拖, 连核桃放在桌上, 翻身上竹竿上, 照他所说, 拒接练完, 下来将衣服穿好, 把四霸天一众贼人拒接下阵。 马孟太说, 这位老英雄高姓大名, 不知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章故换张广庆园, 剑驾马成龙, 提督衙封关。 十月, 云区风急马蹄芒, 吐气阳霉至激昂, 不怕青云高万丈, 只要黄卷两三行, 及格门户无关锁, 茅屋人家有栋梁。 明日广寒宫里去, 桂花折的几只乡。 马孟太问那一位老英雄的姓名, 顾换张在楼上暗中观桥, 甚是撑起。 回头一瞧圣主, 圣主说, 那边莫非是顾换张? 自无虎装分手, 朕时常想念与你, 今朝可巧在此相遇。 幻章只要听下面那一位老英雄的姓名, 见圣主一说话, 慌忙跳下楼来, 竟出广庆茶园去了。 下面那位老英雄为留名姓, 依旧扬长而去, 圣主早就瞧见四八天带一伙人来, 尽是不法之人, 甚是有气, 竟自把戏给搅了。 是才瞧见顾幻章, 不觉失声, 露出本来的面目。 圣上盲传旨意, 叫伊礼部传本地面观, 将四八天等拿交提督衙门, 不准放一个漏网。 将马孟太, 孙四也交提督衙门, 只待四八天。 下边群贼一剑, 圣驾在此, 拒接逃窜。 伊礼部下楼望孙四要驴, 赶紧好, 请圣驾回宫。 达摩苏王, 遂保驾出广庆茶园, 静子去了。 一大人叫地面观人, 要拿货四八天等余党, 见一个也没有了, 无奈赞将马孟太, 孙四送交提督衙门, 自己也回家去了。 地面观人雇车一辆, 将马孟太, 孙四送在提督衙门。 门外一下车, 过来好些个人等, 有认识马孟太的, 说, 老哥, 这是为什么? 马孟太将适才知识细说一遍, 跟孙四指班房门手, 只听里面有一个山东人说, 我的兔子白大哥, 你死得去, 来显魂来了。 孙四进班房说, 你这小子玩笑, 谁是你的兔子? 原来马成龙同湖中校, 李庆龙, 薛应龙四个人, 头半赏就送到衙门来了, 还有兴顺殿贼人四十七名, 在别的班房收下。 这屋里头, 问明四个人的底案, 一瞧, 湖中校不像有钱的, 说, 姓马的, 你有朋友没有? 成龙说, 我不认的人, 看扑说, 我姓王, 排行在五, 你这个差事属我看管, 说点好的, 我自有照应。 照着这么着, 伙计把他拉到外头, 锁在尿筒上去。 成龙一闻此言, 说, 王头, 你这里来, 我看你也是个好人, 我跟你有心腹话说, 你给我找个人来说吧。 王头来至成龙面前, 认着成龙是好意, 方才往那里一站, 成龙抡圆了就是一掌, 打倒在地。 成龙说, 已救也已救了, 我打死人也无数, 这连你也打死了吧。 王头说, 你饶了我吧, 我不敢了。 成龙说, 你请我喝三斤酒赎罪, 我饶了你, 若不然, 我打死你。 王头说, 我请你喝酒。 伙计, 快给我拿酒去。 有一个小伙计, 拿钱拿瓶子, 镜子去了。 少时回来, 将酒交于马成龙。 成龙这才把王头放了, 坐在旁边喝酒。 三斤酒喝完, 喝了一个醉眼朦胧, 见孙四同马梦太近来, 他一睁眼认错了人了。 孙四本是个秃子, 他猛一瞧, 打算是白得了。 马梦太说, 你们两人谁也不认识谁, 巨石难友, 何必打架。 马梦太方才落座, 孙四也就不言语。 从外面进来无数人说, 老哥, 你这是奏案官司, 来到我们这衙门里了。 你要有什么事, 我给你回家送信, 外头我给你叫来一桌洗鸭精。 战堂的里头送来一桌果席, 要叫我给带过来了。 他为老哥的是很着急, 因为他们家里有病人, 有一个把他叫了走了。 护房的杜先生, 行房的马先生, 具有礼物。 马梦太说, 众位老哥们不必分心。 一来天气热, 菜书一过夜就坏了。 众位哥哥兄弟, 我心灵了。 说着, 自外边抬进一桌菜来, 放在地下, 一碗一碗地摆在桌上。 众人都是这衙门里当差的, 与马梦太是相好, 大家出去照应外面衙门之事。 马梦太说, 呦, 胡爷, 你们也在这里。 那么来吧, 一同喝酒。 李爷, 薛爷也就过去坐下。 马成龙在那里说, 马梦太, 你不认得我了。 梦太说, 实在眼拙得很。 咱们在哪里见过? 成龙把方才在兴顺标电之事说了一遍, 梦太才知道是在那里见的, 说, 大哥来吧, 一块儿喝种酒吧。 成龙笑嘻嘻地过来, 同众人坐在一处, 说, 大家喝吧。 本来成龙就醉了, 今天见大家在一处说话, 他就说, 我熟读大清律地, 来, 来, 你们说说都是什么案, 我一料就知道谁是什么罪过。 胡忠孝说, 我是投亲不遇讨饭, 店内贼人瞧见我妹妹, 硬行要抢, 我跟他们打起来了。 你断我应该是什么罪过? 成龙把头一摇, 说, 你要是遇见了恩官, 忘卿礼拜, 你是罪之魁, 惹祸之头, 伴你个秋后处决, 要是望重礼拜, 总得斩立绝。 胡忠孝一听, 把头一低, 一阵的心酸, 长叹一声, 说, 死了倒不要紧, 我妹妹是个女子, 家中还有六七十岁的母亲, 可叹。 可叹。 兵二郎李庆龙一听, 说, 我与我败地薛应龙, 我二人是在先败义, 后来同起量请我们去教他的儿子, 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天地会八卦教匪。 我们本应辞他, 谁知道他这一天打架, 是我哥儿两个一瞧, 跟我们胡大哥, 我们就动手打他殿中人, 帮助大哥动手。 此话事实, 你算我们两人该当何罪之说? 成龙说, 你们俩是贼人的教习, 论王法的寡了。 这二人一听, 也就不言语了, 信以为真。 马蒙太说, 朋友, 我与孙四二人应该何罪? 成龙说, 你二人有惊价之罪, 奉旨交这衙门, 也该按恶棍匪徒那样办, 是斩力绝, 消首示众。 马蒙太说, 我们大家杀的杀, 寡的寡, 你应该问个什么罪? 成龙一笑, 说, 我杀了四十多个人也不要紧, 他按重办, 是递解还家, 省我自己的盘费, 要按轻办, 是皇上喜欢, 就赏给一个守备。 大众齐声说, 你走开吧, 别扯着完了, 我们都是有罪的, 你倒上个守备, 这是何道理? 正说话之际, 听着外面声作, 先问的是, 殿内四十多名贼人, 一上行就全招了, 连同启量是八卦教的情节, 拒接说明。 此时把众贼人当堂定罪, 暂且入狱。 随后提马成龙, 胡忠孝等四名审问, 四人拒案实情招任。 又提马孟太与孙四, 这两个也拒接招任在广庆茶园之事, 问官吩咐, 将六个人勘押, 将所问明的口供点, 乘与一大人观看。 此日, 大人又亲提审讯一番, 一则是奉旨交派的, 案情重大, 拒接问明, 专舍此日上达天厅。 圣上揽奏将旨, 派伊礼部至提督衙门宣读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布军统领, 伊礼部奏前三门外邪教匪徒甚多, 镇访于兴顺标殿确实。 马成龙遵旨拿贼, 义勇可嘉, 亲赐守备, 留经听用。 胡忠孝, 马孟太, 一叶绝伦, 亲赐迁总, 回级归标。 薛应龙, 李庆龙, 奋勇补贼, 亲赐把总。 孙兆英亲赐把总。 胡塞花女中丈夫, 甄烈可嘉, 听之一婚。 白德之师, 该枯竹领回。 各赏银二百两, 游户不领。 奉旨回级之人, 无庸在此逗留。 兴顺标殿被获贼人等, 送交刑部言行审讯。 在岸脱逃之贼人, 同启亮与同启亮之子, 佟德英四霸天著名匪棍, 娇顺天府督察院, 一体严闹。 亲赐, 马成龙等六个人磕头谢安。 湖中校游户部领了银子, 同败底靴, 李二人, 带胡塞花竟回原籍去了。 一路之上, 感念马成龙与马孟太之恩。 孙兆英仍照料广庆茶园的买卖。 马成龙将白德之师买棺木成练, 帮红氏娘子办理白事, 将圣上所赐的银子, 聚给红氏扫扫度日。 这一日, 回景全馆, 大家给他道喜, 孙岐广甚是喜悦。 大家吃酒之际, 外边伙计进来说, 千总受马老爷来拜。 成龙慌忙迎接进来, 骆索, 马孟太说, 大哥, 明天你我到医大人那里拜谢拜谢, 你想如何? 成龙说, 好说, 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马孟太说, 我父母早丧, 孤身一人。 成龙也把自己之事细说一遍, 留马孟太吃晚饭。 天色已晚, 成龙说, 你也不能进城, 明日咱俩去拜医大人。 孟太也就在此住宿, 此日天明, 镜面更衣, 用完早饭, 故车一辆, 进城至焦民向一大人宅门守, 通明进去, 一大人请见。 二人随即内置客厅, 抬头一看, 见大人穿便衣, 在正面椅子上坐定, 这两个人过去行礼, 大人说, 你两个人起来, 明天我把你们要在不营当差, 好不好? 二人谢过大人, 又把他二人家中之事细问一遍, 二人一一说明, 大人说, 我这外边书房, 有的是房屋, 你两个人搬在我这里来, 晚半天给我看看家, 白天上衙门当差。 二人说, 甚好。 从此, 二人就搬在大人宅西院外书房居住, 白天二人无事, 这一天至前门外, 见顾幻章在那里项面, 马孟太说, 这个人好大能耐, 等他完了, 请他吃个饭, 盘缓盘缓。 天至太阳停息, 幻章收住, 方才要走, 孟太拉住, 说, 一事, 我给你见个朋友, 这是我们同处当差的马成龙。 幻章仔细一瞧, 说, 嗯呀。 此人的相貌甚是端正, 必要显达云城, 并非池中之物。 说着, 三人一同至酒馆吃酒谈心, 越说越近, 就在酒馆之中结为金兰之好。 幻章居长, 成龙次之, 孟太行三。 此日大罪, 正是酒逢之几千杯少, 三人相论与偏长。 二人请幻章进城一同居, 幻章说, 我明天还要访友去。 酒饭已毕, 三人分手。 成龙, 孟太住在广庆茶园, 次日又前去找顾幻章, 竟是不见了。 二人进城, 方知大人宅门首, 从里面跑出一人, 把他二人拉住, 说, 二位, 你们还回来了? 大人今天早晨派四个人各处找你二人, 你二人跟我走, 快去见大人。 孟太, 成龙二人心中疑惑, 不知所为何故,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章, 定兴县独角龙, 行刺魏家楼山东马拿贼。 此曰, 目骨沉中, 听得耳聋, 春艳秋红, 看得眼蒙。 游记作孩童, 疏然成老翁。 修称资荣, 静归清静中, 修称英雄, 近被黄土蒙。 跳出面图盆, 打碎仙基翁, 谁是漫漫, 谁懵懂。 马成龙与马蒙泰二人, 方知大人宅内, 听见有家人说, 大人寻找, 不知何事。 二人至里边, 大人说, 成龙, 我今早晨奉圣上旨意, 茶办黄河低宫口子, 随带思源, 我把你二人带同前往, 如回来必有好处。 二人给大人道喜, 问, 大人多时起身? 大人说, 明天我就起身。 你二人收拾行李等物, 我是迟一前往, 带十个家人, 喝喜跟着我, 连书童有二三十人。 你二人下去办理去吧。 二人甚是欢喜, 一夜无话。 此日天明, 大人起身, 坐得八人轿子, 后头带着有十数辆车。 成龙, 孟太骑马, 方出张仪门, 管家和喜回禀说, 有户部郎中贵大人, 同内阁学士丽大人, 在长心殿等候, 给大人送行。 大人说, 如此, 前面打公馆。 正说之际, 离长心殿不远, 有丽大人的管家说, 我们大人早就来了, 不必打公馆, 借的是海提都的花园子。 我们大人同贵大人, 请大人前去。 大人说, 投钱带路, 置花园子, 见二位好友下轿, 置花亭落座吃茶。 贵大人说, 闻吾兄放下查黄河的钦差, 抵慎是有心。 你我知己好友, 先年家言去查黄河不善, 备已回来。 眼下半黄河有河道总督卢丁河, 淮阳道仁永洁, 山西巡抚半河宫巡抚王大人, 巨是九半河宫之人, 尚且巨皆交部严加益处。 吴兄此去多要留神。 丽大人亦是这样说法。 一钦差说, 二位大人, 我岂不知黄河不善办理? 无奈有军命在身, 此去只好见机而坐。 直迟到三谷以后, 放安谢。 次日, 大人告辞, 至半路有房山县, 梁湘县前来迎接大人。 大人拒接免建, 并站走住桌舟。 第二站至定兴县十字街路北公馆, 支县接近公馆, 地守本拜见大人。 大人请敬问话, 问, 贵县是何等出身? 支县王大寿说, 卑职立员。 大人说, 此地无畅没赌。 支县说, 此处倒是清静地面, 并无此等之人。 大人说, 好, 明天早被车辆, 本不愿起身。 支县回崖。 大人说, 成龙, 孟太, 你两个人也下去歇息歇息。 二人遂转身出离上房, 至南厅屋内, 有伺候小亲差的过来说, 二位老爷敬面吧。 成龙将拦布大挂, 剪愁汉挂脱去, 在那里洗脸, 洗完了脸, 拿着桑皮纸的扇子, 在那里呼打呼打地扇。 听差之人过来说, 老爷, 你是喝绿豆汤? 酸梅汤。 山东马说, 绿豆汤, 我在我们那个厂常喝。 这个薯汤我没喝过, 你拿来我喝点尝杖。 听差之人将薯汤送过一茶钟来, 成龙一喝, 说, 好家伙, 你拿药水子灌我。 你把酸梅汤拿来, 给我喝点。 听差之人也不敢笑他, 少时将酸梅汤端上一次缸而来, 方要拿茶钟给他道, 成龙说, 你给我吧。 成龙从听叉手中夺过来, 喝了一个干净。 马孟太洗完了脸, 要酸梅汤喝。 听差的说, 没有了。 孟太心中就是不愿意, 摆上酒, 二人喝酒。 孟太说, 马大哥, 你这个人太粗鲁了, 不懂得当差的规矩。 端上西莲水你也不让, 端上酸梅汤你也不让, 这幸亏是我, 要是别人就挑了你的眼了。 山东马把眼一瞪, 什么叫挑眼? 俺不懂。 孟太说, 你有什么能耐做这个守备? 山东马一想, 他是瞧不起我, 知道我不会把事, 带我蒙太一蒙。 说, 提起我那个师父来, 你不知道。 孟太说, 是谁? 是哪个门的? 成龙说, 我师父是离山圣母。 孟太说, 离山圣母就教你一个人吗? 成龙说, 我有一个大师兄是刘金定。 成龙问孟太说, 你是谁的徒弟? 瘦妈妈孟太说, 我师父是王蝉老祖, 我师兄是高军宝。 我师父对付你师父, 我师兄对付你师兄, 我就对付你就是了。 山东马说, 这个操镜子的, 真是静玩笑。 二人正说之际, 听得在窗帘外面扑齿一笑, 孟太说, 是谁? 成龙说, 不过是外面伺候之人, 听见你我玩笑, 他在外边一笑。 孟太说, 不然我去瞧瞧。 拉短把刀, 来到院内, 上房站立, 四股一望, 不见一人。 孟太跳下来, 说, 大哥, 咱们别喝酒了。 吩咐撤去残桌。 二人放下卧具, 先到上房见大人, 说, 大人吃过了饭了。 大人说, 你二人下去吧, 歇歇明天好走路。 二人回房, 成龙脱去衣服去睡了, 孟太也就合一而卧。 大人在上房吃完了饭, 在灯下看书。 天之二更时候, 正看之际, 听见南边嚷, 杀人了。 救命啊, 杀人了, 救命啊。 嚷了两声, 就听不见嚷了。 少时, 外面房上说, 钦差一礼不听真, 无神乃独角龙事也。 只因当铺胡大成作恶多端, 无神将他手急抓来, 只听外面巴搭一声响亮, 扔在地下。 大人叫, 来人。 书童六戒儿, 小孩十六岁, 胆子小不敢出去, 又不敢不出去, 无奈说, 我去门外叫二位马老爷去。 来至门外说, 大人叫二位马老爷。 又嚷着说, 马老爷, 大人叫。 孟太为人惊喜, 睡着觉, 有人叫, 听了听, 世上房屋内大人的书童而喊, 盲站起身来答应。 他是永远夜晚睡觉穿着衣服, 下地叫马成龙说, 大哥, 快起来吧。 大人那里叫。 那成龙脱去衣服大睡, 正迷蒙之际, 听见人叫, 站起来说, 做什么? 孟太说, 大人叫。 成龙迷迷糊糊地下地, 穿上了鞋, 还没睁开眼呢, 上下无一件衣服。 孟太也不言语, 说, 大哥跟我快走, 去见大人去。 成龙随在背后, 往前行走, 来置上房屋门外。 马孟太先进去, 给衣钦差请安, 说, 大人还未睡觉呢。 随后, 成龙也进来了, 说, 大人叫我做什么事? 大人一瞧, 不由大怒, 说, 你这屋里的匹肤大胆, 竟敢这样前来见本不愿, 我定要参你。 成龙这一阵才明白过来, 自己一瞧, 上下没一条线, 赤身露体, 甚是好笑。 连忙回自己下面屋内, 换好衣服, 穿其正, 又置上房见大人磕头, 说, 手背是睡迷糊了, 我实不知道来给大人赔罪。 说着, 只是行礼。 大人怒游魏希, 说, 你起来, 往后再要如此, 我必要参伴你, 绝不饶恕于你。 说吧, 向孟太说, 方才外面房上有人, 口称独角龙, 扔下一件物件, 不知是何物件, 您去拿进来瞧瞧。 二人掌灯, 望院内各处一照, 见有人头一个, 鲜血淋漓, 甚是可怕, 拿至大人面前, 说, 乃是一个人头。 大人说, 你们二人可知道, 独角龙是什么人哪? 马孟太说, 我不知道。 山东马说, 别的我不知道, 要说独角龙我知道。 我知道, 先前有一四周城, 城外有一座三教寺, 寺内大殿前台阶石上, 那一日放出五色莲花, 上面站着一个青衣仙子, 口称白衣大士, 有人跟他上天成仙去, 有人上去就不见了。 这一天, 来了一个极小堂, 乃是一位帝仙, 此人上去一星号星号星号, 将那青衣仙子批死, 原来是这个狐狸精。 他有一个儿子小妖, 吼叫青莲子, 聘请独角龙带虾兵蟹将, 水淹四周城, 捉拿记小堂。 一钦差说道, 你说的这是什么? 成龙说, 是生仙传。 大人说, 出去。 成龙说, 怎么了? 大人说, 我问的是在房上的独角龙, 与生仙传的什么相干? 这一个人头分明是人杀的, 哪有龙抓来之理? 其中必有缘故, 以待明天定星县之县到来, 便知分享。 天之三更时候, 大人尚未睡觉, 直到天明, 定星县王大寿到此, 请大人起身。 大人传见, 言道, 贵县, 昨天本部愿到此, 也曾问过, 贵县严本处并无仓赌盗贼, 昨夜三更时候, 在房上有人自称独角龙, 扔下人头一个, 贵县可曾知晓。 只见王大寿回言说, 丙大人, 凡事出于偶然, 卑职意味知晓。 今有档铺东人胡礼, 清早喊报, 言说他赴胡大成, 被杀, 并无人头, 也不知凶手下落, 卑职至公管, 见大人台阶以下, 放着人头一个, 大概必是胡大成之首。 荣碑直将首级领回, 船湖里道岸便知。 说吧, 支县领首级回衙去了。 成龙过来与大人请安, 说, 大人, 我今天到当铺去瞧瞧验尸的, 好不好? 大人说, 你就去。 成龙遂换便衣, 蓝布大挂, 高腰袜子, 山东鞋, 换好起身, 出公管, 至南街当铺门首, 往里就走。 有看门的地方, 保证手拿藤边蓝挡闲人, 见成龙至此, 说, 老爷, 你来了? 我们献太爷上海未到。 成龙说, 不必告诉他, 我是自己前来瞧热闹。 说着, 往里就走, 见里面院子宽敞, 人数不多, 有一死尸放在当院里, 甚是可惨。 少时, 知县已到, 将胡大成首级带来, 吩咐五座香宴, 刑房写霸诗格, 成与老爷观看。 上写, 皮吞肉卷, 生前致命一刀之伤, 并无二处。 老爷传当曝火继讯文, 说, 你们哪个与你们老东人有仇? 大家说, 我等巨兜在此拥功, 何敢与东人有仇? 知县正问之际, 有从人禀报说, 有钦差一大人的委员马大老爷在此观看。 知县说, 请马大老爷到此, 有话说。 成龙说, 不用请, 我在这里闲游, 你请办公事吧。 王大寿说, 公事已完, 请老兄到避暑一叙。 成龙说, 可以。 知县吩咐, 马, 先送马大老爷至衙门花厅赤茶。 成龙告辞, 知县见成龙去后, 吩咐狐狸, 将你赴城练起来, 后本县拿贼。 说吧, 吩咐打轿回衙。 下轿至花厅, 见成龙在那里坐着, 知县说, 老兄后等多时, 弟友要事相求, 望吴兄凯允。 弟弟面之上偶遭不幸, 出此逆案, 望吴兄在钦差大人跟前, 多说两句好话, 请大人起身, 不知兄台大人如何。 成龙说, 别的是不成, 此事一办, 我在钦差跟前, 要说走准行, 无奈我山东人好穿这山东鞋, 我自己家中就带来了一双, 我回公馆在大人跟前说明白了, 还得来你这里送信, 要不送信, 又不是办事了。 送信我还得回去, 往返好几趟, 跑坏了鞋, 谁给我买啊? 知县一听, 说, 兄台此问, 弟知道。 吩咐, 来人, 从帐房中取白衣二白两整, 送给马老爷买鞋穿就是了。 山东马一听此言, 说, 你原来是个赃官啊, 为这点小事, 你就给我二百两银子。 好, 好, 好。 我跟大人说, 准你这一个人情还好, 倘然不准人情, 那还了得吗? 我是将银子给你送来, 我是留下呢? 你说吧。 知县说, 此事我送给你老兄的, 你知道了, 大人不准人情, 我也送给你了, 你我算交朋友就结了。 成龙说, 就是, 我走了, 你听信吧。 拿着银子往外走, 放一出衙门, 就往前走。 从背后有一人手拿鬼头刀, 照着成龙就是一刀, 不知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章一亲拆丝坊 独角龙王玄珍陆与山东马。 西江月, 久已喝欢成礼, 贪杯必定多伤。 东歪西岛特荒唐, 依罪出言无状。 小则威仪失节, 大则行止非常。 杀人放火一失强, 难免身家坑丧。 马成龙要回公馆, 背后一轮刀, 就照着成龙脖子上就是一刀。 成龙由东往西走, 日眼一照, 见一人拿刀要杀他, 一翻身, 一低头, 刀就落空了, 照着贼人一脚。 那边好些定兴县的公差一瞧, 齐声说, 拿贼。 那贼人并不搭言, 往西跑了。 成龙置公馆门守, 见马孟太在那里站着, 说, 大哥, 你回来了吗? 手内拿着什么? 成龙说, 没什么, 没什么。 孟太不信, 一定要瞧。 山东马将实话一说, 虽将银子拿在自己房内割下, 置上房, 捡钦差大人, 说, 成龙给大人请安。 是才见我, 瞧了验尸的了, 目若咱们启程走吧。 大人说, 这杀人的凶手可曾拿住了。 山东马说, 未曾拿住。 马孟太说, 你说了实话就是了, 何必朦胧大人? 成龙一听, 色言更辨, 慌忙跪下, 说, 你老人家不必生气, 我说实话。 定兴献之献, 给了我二百两银子, 他还说叫我在大人台前求大人起身, 他慢慢办理就是了。 钦差一停, 大怒说, 初次跟我当差, 就贪赃受贿, 要不参办你, 你也是不怕。 我有道理, 下去吧。 成龙连连叩头, 说,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大人怒游魏希, 说, 起来。 大人一想, 我何妨在这里今天出去访访, 此处支县要是清官便罢, 要是贪官, 我就写信一封, 叫直立总督参他就是了。 想罢, 换便衣, 叫二马更衣。 马蒙泰穿青羊皱大褂, 青段子三香抓地虎靴子, 暗带短把刀, 碧血绝, 成龙式蓝布大褂, 高腰袜子, 山东靴, 暗带酒精十二两大, 袜刀一把, 手拿丧皮纸扇子, 大人穿贵州大衫, 漂白袜子, 骑头断鞋, 手拿长杆烟袋, 岁出离了公馆, 溜溜达达, 一直出离南门, 望前行走。 少时, 出离官乡, 望西南一看, 青山绿水, 遍地河架, 林中鸟绍生轩, 河内鱼儿正月, 木桐放牛于山坡, 鱼翁垂钓于河岸, 农府口唱野歌, 绿树阴农, 彭佛人在画图之中, 正信不游行。 远望有一座茶酒楼, 大人带二马往前行走, 来至酒楼门首, 见识坐西朝东的门面, 外面搭着天棚, 挂着酒环, 插牌子, 上书对联, 明池济北三千里, 威压江南第一家, 见四面巨市小溪, 河里面栽种荷花, 红日碧波。 有一小桥, 东西走人, 栏杆是红的。 钦差大人带二马来至门首, 往里就走, 见天棚底下坐着好些吃茶之人, 都是二十多岁, 赤着背, 盘着辫子, 脚蹬着板凳, 在那里说话, 大嚷大叫。 有二百多人说话, 盒子吊瓢, 招罗把哈, 海会里, 赤子月丁马封字万, 入牙林窑, 闹赛展青子, 摘赤子瓢, 吉福流洒活。 到位, 这是什么话, 这是江湖豪杰, 陆林英雄的黑话。 盒子是自己, 并尖子是兄弟, 吊瓢是回头, 招路把哈是用眼瞧瞧, 海会里是京都城里, 赤子是大人, 月丁马封字万是两个人姓马的。 闹赛展青子是告诉他们那个头, 拿刀来杀大人。 钦差也不懂得, 山东马也不懂得, 唯有马孟太精明安恋, 跟他们师父老山海学过, 一听此言, 就知是贼人, 说, 大人啊, 不可进去, 咱们走吧。 大人一则是可, 二则瞧见这个野景, 甚是有趣, 也不听孟太之言, 望里就走, 进去上楼落座。 见跑堂的有二十多岁, 身穿蓝布挂, 青布双脸鞋, 见大人等上楼来, 也不言语, 在那里坐着, 说, 三位不必在此喝茶, 我们今天不卖座, 有人定下, 楼上请客啊。 马梦太说, 我们是外方过路之人, 走得盛可, 等着人家定座之人来了, 那时我三个就走。 跑堂的见三个人说话通情理, 也就拿过茶壶来给他们开茶一壶。 马成龙说, 伙计, 我与你说一句话就是了。 来到北边跑堂的跟前, 说, 给我拿一个大酒瓶子, 乘三斤酒才好啊。 我们那二位要问你, 就说二两酒, 我的酒量大, 他们不叫我喝。 跑堂说, 好, 既然如此, 我给你拿去。 少时将酒取来, 交与成龙。 成龙坐在那边说, 大人, 我只恶心反胃, 要喝酒压压就好了。 孟太说, 你那是多少酒? 使这么大一个酒瓶而成着。 山东马说, 那是二两整, 孟太问, 跑堂的多少价钱一两? 过卖说, 六文钱一两。 马孟太说, 照这个样, 与我打二千斤就是了。 山东马说, 装什么草镜子, 你走开吧。 孟太过去吃茶, 成龙碎就喝酒, 问堂官说, 今天这个在楼上请客的是谁啊? 姓什么? 叫什么呢? 跑堂的说, 我姓金, 排行在六, 人皆叫我金六, 我是这铺内徒弟。 我们老掌柜在的时候, 这铺内甚是风雨, 极致我们少掌柜的自己管理, 就不似先前了。 关如今, 我们定星县里来了一个人, 此人别号人称独角龙, 姓马, 敏凯, 乃是一位惠总, 常常到我们这里来喝茶, 吃饭的。 今日是独角龙在我们这里请客吃饭, 故此不敢让你三位在此, 他们乃是天地会八卦教职人, 甚不说理。 成龙听见独角龙三个字, 心中早知是公馆之中 扔人头的那个, 故又问道, 此人在哪里住? 唐官说, 此人住在城西一里之遥, 在三清关庙主野罗子王玄珍那里住。 正说之间, 成龙喝完了, 趴在桌上睡着了。 孟太宇大人听得楼梯声响, 上来了一人, 身高七尺, 黑面圆精, 长眉毛, 头上有一个疙瘩, 身穿青阳皱裤, 脖底窄腰快靴, 手执钢刀, 宽有二寸, 长有三尺二寸。 来在大人跟前, 见孟太说, 赃官, 你这个狗男女, 今天敢无礼。 拉出刀来, 罩着头上就是一刀, 此人乃独角龙星好星好事也。 马孟太一见贼人拿手中之刀剁来, 还手相迎。 此时动手之际, 成龙在那里睡着不知, 正睡熟之际, 听得一片声轩。 此时孟太不行, 被贼人一脚, 把孟太踩在桌底下。 成龙手指挖刀, 大嚷一声, 只听得声音红亮, 连星号星号都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见是一山东人在那里, 把眼一瞪, 瞧着独角龙。 星号星号说, 你是谁? 姓什么? 山东马说, 我乃山东登州辅文登县马家庄人士, 姓马, 明成龙。 你这个东西叫什么? 星号星号自通明姓。 成龙说, 你这个贼人就是独角龙星号星号。 来, 你拿刀照着我脑袋来, 我要一朵便不是朋友了。 孟太站在一旁瞧着, 见星号星号抡刀照着马成龙就是一刀, 此时成龙闪开。 孟太一见, 无可如何, 保着大人先回公馆去了, 不管二人动手胜负怎样。 大概没有半个时辰, 山东马瓦刀翻飞, 星号星号不是对手, 跳下楼去就跑, 马成龙就下楼追。 正追之际, 只见前面有道小河祖珠去路, 由北望南追, 至河边并未追上, 星号星号跳河浮水, 往哪边逃了。 在北岸站着一个人, 那人身材矮小, 穿贵州绸道袍, 高腰袜子, 青段紫云旅鞋, 面向南站着。 成龙一见, 认识拜兄顾幻章, 说, 大哥, 你老人家往哪里去? 只见顾爷并不搭言。 成龙又言说, 你不必装不认的我, 我说星号星号上哪里去了? 见那位英雄回头就走, 也不言语。 成龙扭身就追, 如何追得上他? 成龙无奈要回去, 正走之际, 见从北边铜锣开道, 一片升轩。 头前四杆飞虎骑, 四队金锁提炉, 四人抬轻轿轿子, 里面坐着一个老道, 头戴青段道官, 拦断道袍, 甚是整齐, 被插宝剑, 紫面常然, 甚是威风。 又见两旁瞧热闹之人甚多。 成龙当道而立, 见一干人等说, 你闪开, 我们祖师爷来了, 若不闪开, 将你送贤至罪。 山东马说, 我来问问仙长, 我们来找野罗子王玄珍来了。 老道一听, 甚是有气, 说, 我真人在此多年, 并无人敢在这里叫我的名字。 吩咐助教。 教子落平, 老道下教出来, 口中大骂成龙, 轮剑罩成龙, 就是一剑。 山东马举挖刀相迎, 只听当的一声, 剑也飞了, 成龙一脚将王玄珍踢倒, 用脚蹬着骂倒, 说, 我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 轮挖刀照着贼人就剁, 爸爸一脸几下, 将贼人打得直嚷, 口内说, 好一个胆大的妖精。 出家人今天未带来法宝, 我要有法宝, 我必要将你拿住。 好个胆大的妖精。 山东马说, 我是个妖精, 你别装着玩了。 老道猛一反身, 站起来就跑, 成龙就追。 直见妖人扑奔魏家茶楼, 在头前嚷无量佛, 马成龙也嚷说, 好家伙。 王玄针芳一进茶楼门手, 见有一道人翻身踢倒贼人在地, 捆伤了。 山东马瞧着, 心中甚喜悦, 赶紧跑至近前, 见识顾大哥, 说, 多亏了大哥。 来吧, 跟我去奔大人公馆, 钦差大人必奏明天子, 大概必要封关了。 连皇上都时常问你, 因为你在五虎庄救驾之事。 顾幻章本是暗中大人, 在路上跟随, 今日还未到了出事的日子呢, 扭头就走, 也不回言, 成龙也不敢追。 此时无奈, 叫茶楼铺内之人给顾四个人, 抬着贼人上公馆, 去捡钦差。 少时, 顾来四个人至此, 拿杠子抬起来, 成龙在后面跟随, 手拿袜刀, 告诉茶楼之人, 回头叫他们给你来送茶钱就是了。 说吧, 随根就走在那四个人背后, 一直往定兴险南门而来。 正走之际, 只见马梦太代四个人来在面前, 说, 大哥, 你来了吗? 成龙说, 来了。 我拿住这个贼, 冥王玄珍, 带至公馆一问, 便知是独角龙的鱼党。 说着, 进了南门, 置公馆门首。 见好些人在那里说闲话, 见二马带人拿贼人倒了。 梦太进礼, 给人家拿出钱, 给送人的拿了去。 他与成龙将差事交予下面当差之人, 二人进了公馆, 置上房, 见大人坐在那里喝茶, 就将拿贼之事细说一遍。 大人慎喜, 吩咐, 教宪三班船, 伺候审问王玄珍。 正说着, 又吩咐, 叫众人带差事。 少时, 将王玄珍带道。 钦差问, 你是哪里的人? 姓什么? 叫什么? 王玄珍说, 我姓王, 明玄珍, 在这承熙三清关注。 我乃自幼出家, 人皆知我会看病, 故此远近都常请我看病。 我也不知为什么, 被大人将我拿来, 所因何故? 此话事实, 求大人恩典就是了。 钦差说, 人都知你是天地回八卦教, 你不识招不成。 左右, 动刑。 再问口供, 说明石供招出, 饶你不死。 如若不然, 想活是比登天废事。 王玄珍并不搭言, 夹棍套在腿上, 只听得喝滋滋一片声响, 见贼人睡着, 并不言语。 五行俱用了, 贼人还是没有口供。 钦差见天色已晚, 叫左右将贼人带下去, 暂些些, 少时再问。 听钦之人搭言带下去。 此时钦差用完饭, 叫山东马成龙, 戏问拿贼的情节。 马成龙又回说了一遍, 大人说, 功果相敌, 你不可贪功, 乌粮为道, 赖人徒自己的功, 乌人为贼, 罪加一等。 此话事实, 并无一句虚言。 山东马说, 大人分心细问, 大概他绝不是好人。 天之出谷之后, 大人甚是着急。 成龙此时已下去吃饭, 书童在旁边也睡着了, 靠着墙站着。 大人扶己而卧, 驱躬而枕之。 正在似睡不睡之际, 外面来了一个贼人, 手持钢刀, 翻身闯进上房, 举刀照着大人就是一刀。 不知钦差的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章 桃柳莹钦差出逢显成一朵二字又逢凶。 十月, 勘探人生五百秋, 为何日月苦有仇? 九则才气缠身体, 担心不舍怎回头? 百年世事如幻梦, 大树到来不自由。 有朝一日严君患, 一旦无常万事休。 有贼来刺杀钦差, 贼方至上房, 只听背后一声, 把大一声响, 正中贼人腰上。 贼人乃是独角龙信号信号, 因白天自卫家茶楼跑了, 夜晚回来疑问, 才知是朋友王玄真被擒之事, 夜晚入公馆行刺来了。 方要杀大人, 只听后面一声, 正中腰上, 星号星号翻身窜在院中, 上房逃走。 大人大吃一惊, 心中一想, 既有刺客, 可以趴二马前去, 必能拿货。 方要传话, 胡听外面一响, 扔进一个字班来, 外面说道, 大人若沈亡玄真口供, 照字贴行事, 贼人必能招任。 书童从地下捡起地鱼大人, 拆开一看, 上游小膏要两贴, 上写三皇甲子高。 后面有一行字, 上写三皇甲子高, 专制破金中罩, 贴在绞心中, 口供定然招。 江苏民子顾幻章奉献, 大人一瞧, 早已明白, 吩咐, 叫二马进来, 传听差指人, 带贼到王玄真, 听本不远言训。 左右答应, 两旁视力。 少时, 将腰道带至上房, 台阶以上跪下。 大人说, 你这东西, 分明是邪教匪贼, 竟敢不招。 叫马成龙过来, 福尔如此如此。 山东马轿左右, 将老道鞋袜去了, 将膏要贴上, 吩咐, 洞行。 见老道浑身是汗, 骨软金苏, 疼痛难言, 说, 大人松行, 我成招就是。 钦差说, 松行, 招上来。 邀道王玄真苏醒多时, 心中少定, 才说, 我们是天地会, 是供奉天地为主, 八卦教, 是历教之主, 号称八卦真人, 不过烧香念经, 求天地风调雨顺。 我们这个会总, 是半会的头目, 他是承办相供之事, 至于大家全把钱给他, 叫他留一本轻账。 钦差说, 我问你是在当铺中杀人的独角龙, 他也是你们会内之人, 你说他是怎么杀的, 我就饶了你了。 王玄真说, 独角龙不错, 我知道他也是会中之人, 可不跟我在一处, 他杀人之事, 我实在不知道啊。 大人吩咐, 将贼人送献, 暗律严办, 行文拿货独角龙新号新号。 传之县, 说, 贵献, 本不愿理应参办, 我念你立元出身, 为官不义。 明天备办车辆马匹, 本不愿起身。 知县打工失礼, 谢过钦差大人, 遂下去了。 大人将此事办完, 叫二马下去歇歇, 明日起身。 钦差也就安歇睡觉。 次日, 知县备办车马, 在此公馆门手伺候起身。 大人上轿, 吩咐免诵, 顺大路一站一站地往前行走。 这一日, 智坚金县陶柳营, 本训的守备张海灯, 同志县李河春, 来接大人入逃柳营公馆。 此时早有半差之人, 接了上站卡子, 照上站样如数办理。 一大人传进知县, 守备, 问了问地面上之事。 此时天色已晚, 众人都出去, 唯有二马还在旁边站着。 大人说, 今日白天自北往南, 临近有一段村庄, 都是门前隐蔽上挂八卦, 还有画白圈的, 还有黑墙画白八卦的, 不知是何缘故。 我要请问本楚文武官, 又怕他们不说实话, 我就也没问他。 明天你二人去访访, 如要有什么邪教匪贼妖言获众之事, 你二人访明白, 禀我知道, 我自有道理。 二人下去用饭安谢。 此日天明, 二人起来换便农, 用完早饭, 吩咐外面不必伺候, 大人并不起身, 外面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此时二人进上房, 一见大人, 说明去私访之事。 大人说, 你们去吧。 二位英雄出了公馆, 一直往北走了有一里之遥, 见前面是昨天来的那个村子, 一瞧, 见佳佳关门庇护, 并不见有一人来往。 墙上画着白八卦, 佳佳皆是如此。 二人至陆北清水紧门楼, 双扇紧闭, 不见有一人在此村庄街上。 连忙打门, 只听里面有人答话说, 哪位? 山东马说, 我们借光, 问问你路。 哗啦一声, 门开放, 出来一人, 黑面威有胡须, 月白裤卦, 高腰袜子, 轻不斜, 说, 你叫门做什么? 山东马说, 我们问问, 你们这个村庄, 为什么都画这个八卦? 是什么缘故? 是什么缘故, 你可知道。 那人说, 你问这个呀。 呼噜将门关上了, 也不言语。 山东马在叫, 人家也不出来了。 二人无奈, 也就不叫了。 只听背后脚步声音, 头前走的顾幻章, 后方跟着一人, 身躯高大, 年约六十, 黄面长须, 一直往前追赶下去了。 此时二位英雄一看, 不知所应何事, 也就不往前面村庄访问去了。 说书的一张嘴, 难说两下里话。 成龙, 孟太二人私访事, 也就不提。 担言钦差一礼部在公馆响, 为仁臣, 终则尽命。 如今我国自定顶以来, 不知是有多少邪教匪贼所引行怪, 狂哄于人。 本部愿受黄恩, 理应到处与国分有, 办理清除才是。 今天二马一去私访, 本部在此无谓, 何不也去带住书童外面访访。 遂吩咐书童六戒儿, 来, 你给我更衣, 跟我密访天地会的情形。 小书童也就换了衣服, 大人带他出离了公馆, 直望西走。 见天地清和, 风轻气朗, 入下一来, 绿鼠阴农。 方一出村口, 望西一看, 好一派出下景致。 怎见得? 有诗为证, 四月清和雨乍情, 南山当有转分明。 更无柳絮阴风起, 唯有葵花向日清。 钦差遂信不游行, 见人烟稀少, 唯有农夫在野外云田。 大人走约四五里之遥, 迎面有南北一道干河, 两边有堤, 并无有一点水。 大人带书同过了一道干河, 一直往西走, 赤日炎炎, 甚是天热。 大人口内也觉得有点干渴, 也想要凉爽凉爽才好, 无奈不成, 没有一株树。 望西一瞧, 一片野, 有心要回去, 又太走得远了。 无奈望前走, 方走了一望之地, 见前面当道有一土台, 上面有柳树一株, 棚盖甚大。 土台高有一帐七八, 有台阶。 大人碎上去, 见上面高处又凉快, 又干净, 书童六截将手巾铺在旧地, 也就请大人落座, 书童也坐在树底下。 大人说, 六截儿, 你不带着钱吗? 你将钱放在五步开外, 你站在那边打着了他, 回公馆, 我赏你五两银子。 六截儿说, 奴才不敢打。 打着了, 大人赏奴才五两银子, 要打不着, 大人必要责打奴才。 大人说, 你打着, 赏你, 打不着, 也没你的事。 说着, 六截儿照着那地下, 放了有几个钱, 立着站在五步以外, 说, 你老人家瞧着。 只听罢的一声, 大人见那钱打着, 大人甚喜。 你道大人这是哄孩子玩耍呢? 此乃大人心中暗祷告过往神灵, 说, 我这一处来公馆, 来访这附近村庄怪异之事, 如要小书童儿今天能打着, 大概访贼必访的这, 如要打不着, 我也就回公馆去了。 大人是这个意思, 剑书童打着了甚喜。 天有响舞, 只听西南一片声响, 大人不知道。 少时, 有好些个逃难之人, 直嚷救命。 后面汪洋大水, 遍地皆是水, 水花滚滚, 波浪滔天, 甚是可怕。 剑有一脑, 奔这个土台上扒来。 大人瞧着不忍, 叫书童, 快拉他上来, 我要救这个人。 六节不敢不去, 方一下台阶, 只听呼隆一声, 大人也往下瞧着, 连那书童六节和那个老头都被水冲去了。 大人呖了一声, 说, 这是怎么说? 这孩子跟我多年, 他父母托付我照应他, 今天一旦死在这里, 也是他的命运该着。 这小孩子做了什么损失? 可惜, 可惜, 探够多时, 见这水梨大人这土台, 还有一尺来的还长啊。 遍地是水, 此时钦差甚是惊怕。 原来这里离黄河近了, 开了口子, 水下来了, 大人并不知道, 心中说, 我哪里也不能去, 四面是水, 活活地把我挤死了。 天约五措, 正在危急, 只听得正东有撑传之声, 来了一只小舟, 由东向西, 直奔这个土台而来。 见那个烧工年约三十以外, 头戴草冠金, 赤背, 蓝布中衣, 袜子未穿, 青布鞋, 面皮微紫, 口中信口说, 此处有个赵湘焕, 打了一只救生船。 每遇水灾常救护, 进度来人不要钱。 大人说, 好来, 好来, 你将我渡过去, 我上桃柳营去, 多多给你几两银子就是了。 那烧工说, 要是雇船趁早雇, 往别处去雇。 我们这是一只一船, 行善的。 大人说, 来吧, 更好, 我给你们主人船名。 那船贴在台边之上, 叫大人上船。 钦差上的船, 一直往东, 就到了原来那条干河, 应该往东奔岸, 他往南进的一带鲁尾塘, 他问, 大人贵姓, 哪里的人, 干什么生理? 大人说, 我姓尹, 名义人, 北京城里的人, 贩卖绸缎为生。 今天是自逃柳营出来逛逛。 烧工说, 你老人家几十生日? 一大人说, 二月二十五日。 你问这干什么? 烧工说, 我们这里的财主有话, 今天有这一场大水, 先问问就了多少人, 是姓什么, 哪里的人为事落账, 那月三十, 在诸神圣前一份, 这也算是一点功德。 朋友, 你吃什么? 我们还有一顿饭, 愿意吃馄饨有馄饨, 愿意吃面有面。 大人说, 倒不吃什么, 渴了要喝一点水。 烧工说, 喝水现成, 正说之间, 到了尾堂当中, 船也站住了。 那个烧工说, 朋友, 你错睁了眼了, 到了你姥姥家了。 顺手抽出一口刀来, 说, 你好好的脱衣服, 将腰中带的银子拿出来。 大人一见, 就知是贼船, 趁水打抢, 说, 且慢, 我看朋友你, 也是被事所累, 才能失智为贼。 依我之见, 你理应改邪归正, 跟我上桃柳营店中去, 我给你二百两银子, 你做个买卖好不好。 水贼说, 我姓和, 明丁。 我弟兄三个, 有两个兄弟, 一名和党, 一名和衡。 好汉爷, 我们自十七八岁, 在此做这水汉两路路林的买卖, 我时告诉你说吧, 人也害过几百了。 你不必怨我, 你听我开导开导你, 想你也有五十多岁, 生长富贵人家, 一呼百诺, 赤河传乐, 你也够了。 还有一说, 老爷生长在江边, 不怕王法, 不怕天, 就是天子从此过, 也得留下买路钱。 说着, 只听传仓内说, 哥哥, 哪里来那些个话说, 结果他就是了。 钻出一个贼来, 照着大人就是一刀, 不知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章, 故唤张水内聚强贼一亲岔途中, 欲救弊。 哥曰, 终日有仇, 用尽心机不肯修, 贫贱天生救, 富贵天元凑, 算计到五更头, 明朝依旧, 略放宽心怀, 乐得安贤寿, 因此尚把妄想贪心一笔勾。 自传中出来的那个贼, 抡刀方才要剁, 大人睁睛一看, 说, 且慢, 我问你叫什么? 那贼人说, 我叫何党, 别好人称双头鱼。 来吧, 带我结果于你。 正要举刀, 听得东边岸上有人嚷说, 嗯呀, 坑了吴, 害了吴, 要了吴的命了。 嗯呀, 这么大水往哪里走呀? 也没有船只, 吴带着八百多辆银子, 是不能走呀。 里面两个水贼一听, 有这样大财, 为何不发呢? 有心杀了大人, 又怕建议传血, 叫别人瞧出来也不便, 先把他捆上就是了。 想罢, 将大人捆好, 放在船舱之内。 两人将船撑开, 出了尾塘。 那边岸上站着一人, 身体矮小, 穿着道袍, 拿着小包裹一个, 甚是沉重。 河丁一瞧, 叫他上船来。 那道人窜上船来, 坐在船头之上, 端端正正的。 河丁又问说, 你姓什么? 哪里的人? 你说说。 那老道并不言语。 书中交代, 来的此人正是顾幻章, 暗保钦差大人前来。 早饭后, 遇见大人带小桶往西来, 他遇朋友在那里说话, 少时追下来, 就不见大人了。 水又发了来, 遍地是水, 把这一道干涸灌满了。 东边岸上没有水, 此事他想, 大概钦差必被水淹死了。 正想之际, 见一只船进了芦苇当中去了, 他甚是着急, 之内中必有大人, 想逐意将包袱包了好些石头子, 他才叫船出来。 船上的水贼问他姓什么, 他说, 你不必多问, 我时告诉你, 我姓顾, 明从善。 两个水贼并不知顾爷的厉害, 他还说呢, 我们这救生船有板刀面, 馄饨。 换章说, 好呀, 我正在没有吃饭, 馄饨甚好, 大大的馅, 薄薄的皮, 给个高高的汤, 用点海粉, 紫菜, 我喝一碗就够了, 快去坐, 我尝杖。 此时两个水贼还当他是好话, 说, 朋友, 包袱里包的是什么对象? 顾幻章说, 是银子。 两个贼人说, 快, 快, 都给我拿过来, 我饶你的性命。 说吧, 船已至尾堂当中, 贼人举刀照着顾幻章就舵, 幻章一脚将贼人踢下河去, 那个河丁也举刀过来, 也被踢下去了。 两个贼人在水内出头望上关着, 幻章在上面用包袱之内的石头子往下打。 两个贼人精通水性, 在水里能睁眼睛食物, 钻在船底下, 要翻这只小船。 幻章见水底下一洞, 拉出短把刀, 拖去道符, 跳入水内, 口中骂道, 好贼子, 你哪里走呀? 说着, 直扑贼人就是一刀。 二贼河丁在前, 河党在后, 二人与幻章交手, 水花来回乱滚, 犹如脚海翻江。 幻章一刀刺入河丁腿上, 贼人带伤顺下流逃走去了。 河党亦不敢恋战, 亦就浮水走了。 幻章上的船来, 到舱中将大人放开。 大人说, 你是谁? 幻章自通明信。 大人说, 你将我救回桃柳营公馆, 我专舍宝奏。 圣上也时常想念于你, 以你在五虎庄有救驾之功。 幻章说, 多谢大人。 连忙撑出小船, 直奔东岸, 将大人扶下船去, 说, 我看大人气色甚是不好, 脸上有三道煞纹, 现在去了一道煞纹, 往后还有两道截煞, 应在今天甚是凶恶。 大人如闯过这三道煞纹, 方宝无事。 我有固有相后, 不能跟大人一同前往, 大人快回去, 走三四里摇, 就是逃柳营, 无要去也。 说吧, 往东北静自去了。 大人方要拉他, 已去远了。 大人无奈, 往东行走, 就不是才来的道路了。 大人正往东走之际, 见到旁有土房树间, 随墙板门一个, 正房五间, 东西相房个三间。 房西有枣树树株, 又有十数棵野花, 开得十分艳丽。 左右并无邻居, 独此一架。 大人正看之间, 板门清开, 出来一个年轻少妇, 约在二十以内的年岁, 面如白玉, 春若涂枝, 眉如春山, 暮似秋水, 身穿蓝布扮大女卦, 葱绿中衣, 漂白袜子, 血清抹本挖箱花盆底云鞋, 头发漆黑, 竖着两把头, 上面首饰, 巨饰实行样式, 手端一盆洗衣上水, 往街上来倒。 大人一瞧, 甚是眼熟, 彭佛在哪里见过似的, 又自想到, 人家是一年轻少妇, 我何必多想, 不如走吧。 心中虽是如此想, 不由地回头又看, 见那少妇将水盗去, 注目直看大人, 口中说道, 尊驾, 莫非是医工吗? 大人说, 你如何认得我? 那少妇说, 老爷, 怎么会不认得了? 你老人家这儿来吧。 大人一瞧, 戏想说, 哦, 原来是福喜啊。 这少妇由九岁到大人宅内, 充当使女, 其姓罪灵, 大人甚为爱惜。 当年大人坐浴室, 正寻南城, 福喜有父母聚接老迈, 时常置宅中找他女儿。 这一日, 大人回宅, 遇在门手, 说, 你两个人是做什么的? 门上回道, 此乃是福喜家中父母, 前来找他女儿。 大人见这夫妇甚是寒苦, 进里面一问福喜, 说, 你父母平素做何生理? 福喜回道, 一无所能。 大人说, 既如此, 叫他在宅内吃碗闲饭就是。 福喜叩头谢过, 只见他父母进来, 也叩头谢恩。 大人说, 你们住在花园那里, 就是后来他父母身死, 也是大人葬买。 福喜年至十七岁, 在本宅有一书童, 名叫德生, 姓张, 大人将福喜陪他为妻。 到去年, 被姑奶奶那里, 借取他夫妇帮忙, 因姑爷放了归得府之府, 就将他二人带着上任去了。 金在此处相遇, 不知所因何故, 连忙问道, 福喜, 你不是从姑爷, 姑奶奶上任去了吗? 为何还在此处, 莫非有什么事吗? 福喜说, 老爷, 请里面坐着, 回头再说。 大人到院内, 福喜把街门插上。 大人见上房门外西边, 有大皮缸三个, 一个盛着水, 两个盖着浆棚。 大人遂近上房落座, 福喜过来请安, 说, 是才间, 大人在外面相问, 我不好名言, 恐走漏风声。 奴才等随大人到任之后, 命我夫妇二人入都, 介绍大爷与姑娘一同上任去。 自归得起身之时, 正欲黄河开口子, 我二人上了贼船, 船家姓和, 兄弟三人, 名叫和丁, 和党, 和衡, 将我男人杀死。 那是我求死全皆不能。 贼人将我载到此处, 是他的住家, 他有一个母亲, 是双目失明, 现在西屋睡觉。 我治贼家已有七天, 信息将我留在家内, 又有贼党将他三人约出去了, 将我交与他母亲看管。 我有心要逃走, 又不小路径, 他母亲说, 要将我留与他长子和丁为妻。 昨日方要逃走, 找衙门告状, 又叫贼人遇见, 将我拉回, 他忙忙地拿刀出门去了, 置客下尚未回来。 他母亲叫给他洗衣裳, 我方才到水, 得遇老爷。 老爷因何至此? 大人把方才知识细说一遍, 说, 方才我遇见贼船, 也是姓和, 大概就是他。 等我回去, 到陶柳银公馆, 怕二马前来接你, 并派官兵前来拿贼。 福西说, 我为后老爷救我。 大人说, 我要走了。 福西说, 我给老爷前去开门。 方出上房, 只听扣打接门之声, 大人一听, 是方才贼人和丁的声音。 大人有心要走, 又不能出去, 有心要回来, 又无处隐藏。 福西心中十分惧怕,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章, 姚执政谢姬小号神马成龙鹿玉真报应。 歌曰, 看破了福生过半, 半之寿, 永无边。 半中岁月苦有闲, 半礼乾坤舒展。 半城半乡村舍, 半山半水田园。 衣服半俗半新鲜, 学转半风半简。 普通半巧半桌, 气而半谱半闲。 新兴儿半佛半神仙, 性子儿半藏半现。 一半孩知天地, 一半让与人间。 半思后代与桑田, 半想阎罗怎见。 酒饮半憨正好, 花开半土便宴。 传为半善免翻颠, 马放半江稳变。 半少却让滋味, 半多反咽愁烦。 百年苦乐戏想餐, 学会了吃亏一半。 贼人何丁叫门, 伏喜急中生智, 把院中钢盖取下, 说, 老爷, 你快这里藏着。 老爷无法, 望钢内就藏。 伏喜将盖盖上, 方出去开门。 只见何丁腿带重伤, 一瘸一点往里就走, 窒息屋内, 问他母亲要刀伤药, 上罢随问, 我兄弟回来了没有? 他母亲说, 我不知道。 他说, 我先瞧瞧传去, 回头再做道理。 贼人去后, 伏喜将老爷放出, 天色已晚。 伏喜遵遵遵嘱咐, 老爷回归公馆, 千万这人前来救我。 大人回至公馆, 陆遇成龙, 孟太前来寻找。 他二人访了一天, 墙上画白八卦, 画白圈的这事, 也没有仿着。 回归公馆, 又不见了大人, 二人又出来向找。 只半路方域, 随同大人回归公馆。 二马问, 书童六节哪里去了? 大人咳了一声, 说, 他淹死了。 又把自己方才知识说了一遍, 随吩咐二马, 带领本训官兵四十名, 并地面官人赵鲁通一同前往。 约有二谷以后, 来治河迦娃, 成龙说, 别嚷, 听我吩咐, 东边十个人, 两个人举着灯笼, 八个人拿贼。 如从你们这边走了贼人, 即伴你们纵贼脱逃之罪。 南、 北、 西, 巨兆如此预备。 孟太方要望里一窜, 成龙说道, 且慢, 你蹲在墙根底下, 我蹬着你肩头上墙, 我先进院子拿贼, 你在房上看着。 说吧, 成龙扒上墙去, 望下一溜, 正在上不来下不去之时, 又不感染。 此时孟太早已走了, 成龙甚是着急, 无奈望后一仰, 只听扑通一声, 摔在院内。 里面就是大恶贼何丁在家, 尚未睡觉, 找他兄弟又没找着, 方才回来歇息, 只听扑通一声, 他问, 是谁? 成龙大眼说, 没有人。 何丁说, 你是谁? 成龙说, 我来拿你来了。 贼人拿刀窜在院内, 寺外齐声嚷拿。 贼人抡刀, 照着成龙就舵, 成龙用袜刀相迎。 上面孟太照着贼人一臂血绝, 将贼人打倒在地。 中官兵赶在院内, 将贼人捆上, 放在车上, 将服袭也换出了, 一同前往, 至公馆来见大人。 大人说道, 将贼人带上来。 大人说, 你还认得本不愿吗? 贼人抬头一看, 就是方才的一大人, 吓得贼人战兢兢地害怕。 大人说, 我也不必多问你, 把贼人交本线问明纪遇, 后本愿回京之时再为办理。 下面一干人等答应。 天色已晚, 大家安歇。 次日天明, 大人叫成龙, 孟太, 说, 我叫你二人访的事情如何。 山东马说, 墙上画白圈, 是帕郎, 画白八卦, 为的是好看。 大人说, 不对, 你等今天非访明白此事不可。 你二人先下去吃饭吧。 成龙, 孟太二人来至自己屋内, 早有听差之人将酒饭摆好。 二人喝酒, 又提起方才大人说的这回事来了, 真是无处去访。 旁边有一听差之人大言说, 二位老爷访, 十天也访不着, 此事关系重大, 无人敢说。 成龙说, 你知道吗? 你姓什么, 叫什么? 你自管说来, 有什么祸事都有我啊, 你自管放心。 听差之人说道, 我姓姚, 明执正。 我在这一战里当差多年, 常常伺候过往大人的差事。 提起画白八卦, 画白圈的事情, 我们这里有一家财主, 姓宇, 名似敬, 别好人称小好神, 此人家产百万。 那一年, 我们这里闹蝗虫, 水灾, 在我们桃柳营西南有一座山, 它名着是开山修路, 每人日给工钱二百, 暗中聚众招贤。 此山名为简自玉, 近去有五千余人, 拒不让出来。 江山口堵死, 上插两杆大旗, 上写重整天地会, 再立八卦教, 每日在里边操兵演将, 传出信来, 要将桃柳营六十一村, 拒接扫平, 如归向他交中, 免死。 人人惧怕, 大家纷纷望里地花名册子, 因此, 这些庄村, 拒是他们八卦教之人。 门前画白八卦, 画白圈为戒。 依我说, 二位老爷回大人, 就不必管这闲事, 一则又未带官兵, 二则又奉旨查黄河, 也管不着地面上什么事。 成龙一闻此言, 用完了饭, 置上房见钦差大人, 将摇直政之言, 戏回了一遍。 大人说, 我地折子, 请大兵来剿灭。 成龙说, 大人所说有理, 无奈要递折子请兵来, 要是剪子玉之贼文明逃窜, 大人岂不闹了一个盟军望奏不识之罪? 钦差一大人一听成龙说的有理, 连忙问道, 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成龙说, 大人临近有近亲朋友带兵之人, 可修书一封, 调五百精兵, 前来拿贼半功半司。 如里面贼势大, 钦差再请兵来不迟, 不知我说的是不是? 大人一听, 心中说, 此人外面粗鲁, 心内很秀, 我也喜欢他。 这一条既策甚好。 吩咐请幕府师爷办理文书, 上尉挥府去调兵, 给长明长大人写信, 也倒甚好。 就遣成龙前往, 也倒不错。 吩咐成龙预备行李启程, 尚未恢复长大人那里去救世了。 成龙领了关盘费银子, 收拾物件要马。 陶柳营一战号头派人来, 拉了一匹又小又瘦的马来, 被成龙山东马一瞧, 说, 朋友, 你拉着回去吧, 我还要去找你们号头, 那里捡一匹瘦的才好, 如他走不动, 我还要扛着他轻身, 你想对不对? 送马的说, 你老人家自己去挑也好, 所以把马拉了走了。 山东马收拾已毙, 这才换好了衣服, 扛着入套, 带了他那二百银子, 同孟太之马号。 号头说, 上差老爷来了吗? 山东马说, 来了, 你这好东西, 能敢给我一匹瘦马? 好好地把号部拿过来, 我瞧瞧, 号头虽将马花名册递于马成龙, 马成龙睁睁细看, 上写, 头一匹镇曹龙屋大黑马, 二匹御顶黄标鞠, 三匹五名马, 四匹赤探火龙鞠。 山东马说, 有这么些好马, 你都不给我背一匹, 快去把镇曹龙屋为大黑马, 给我上了就是。 后头刘元见马成龙又爱玩笑, 他就说, 老爷骑步的, 这是匹裂马, 性情最大。 他要是愿意叫人骑, 那他顺顺当当, 能行二百多里的。 他要是不叫人骑, 你老人家可不知道龙性大着呢。 好了, 你老人家骑上吧, 走个十里二十里的, 他后腿一抬, 就把你扔下来, 那还是小可, 他用前蹄一抱, 将你抱在怀内, 他就要对付活人。 你老人家是上差老爷, 我不敢担成这个罪, 再挑别的就是了。 山东马一听, 说, 你别装着完了, 快去给马老爷上就是了。 叫一名马夫跟着我。 说吧, 将那乌尾黑赏, 也就有人将他的入套搭上了吗? 马夫骑了一匹黄马, 在头前走。 成龙说, 马梦太兄弟, 你好好在公馆伺候大人, 回头再见, 我走了。 说着, 顺大街带领马夫, 二人一荡马, 就是十数里地。 少时, 成龙说, 咱们前边卫挥福剑, 照着马就是一鞭子。 那马永不叫他, 今天依着鞭子, 他就犯了龙性, 一直往下跑了。 成龙双腿, 也夹不住他, 只是颠颠。 山东马直嚷, 救人啊! 早将马夫落远了。 正跑之间, 前面南北一条大路, 两旁是山家沟子, 长有三四里, 当中不能开车。 马成龙收不住江了, 一直往里就走。 从对面来了一辆草车, 赶车直嚷说, 那边开, 别来, 外头开。 这马那里游的成龙, 他就一直往前跑了, 一见草车, 他就掩一瞪, 两个耳朵一摆, 把后腿一抬, 就将成龙扔下来了。 成龙说, 不好, 真要对付活人。 那马从草车一旁, 直往南跑了。 马成龙起来说, 赶车的, 你别走过去。 把赶车的抓住, 说, 你就给我找马去, 我还饶了你, 如要不给我找马去, 我就与你是一场官司。 赶车的说, 你就不说理。 我们在这一条山沟里, 走了有一二里地, 你方进山沟, 你要是将马勒住, 如何有此一段事情? 我说的是不是? 山东马一想, 说, 没你的事, 我自去找去。 走了不远, 将自己入套捡起来, 扛着往前去找马。 走出了山口, 望南一桥, 遍地苗, 并不见自己之马, 也没一个行路之人, 心中甚是急躁, 心中说, 我要是没有马, 如何能走到魏辉府去? 正在发愁, 只听对面有一人大嚷一声, 直扑奔成龙而来。 不知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章金文学情集叫苍天山东马, 慷慨是大意。 十月, 游游无无且耐烦, 牢牢陆路几时弦。 人心曲曲弯弯水, 世事重重叠叠山。 古古今今多变改, 善善乌恶有循环。 江江舅舅随时过, 苦苦甜甜过眼完。 这一首也词, 说的是人生在世, 为名立为儿女, 苦苦用心机, 虽然良田千寝, 上贤不够, 盖下大厦千间, 油然不足。 岂不知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旦无偿万事修。 知实物的, 随缘度日, 过此一生也就是了。 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方才自郑东来了一个年迈的老头, 在那里说, 借光, 朋友, 你瞧见我的驴来没有? 山东马说, 我在这里还要问你, 瞧见了我的马来没有? 你怎么就会丢了驴呢? 那个老头说, 你不知道, 听我说吧。 我们街坊有一个大黑驴, 永远不叫人骑, 我今天去跟他们借驴去了, 他们家里人说, 这个驴要是叫人骑上, 顺天顺理快着呢, 要不叫人骑, 它又是个叫驴, 你硬骑上它, 它就闹, 我也不信, 叫人家给我上了, 我说, 我偏要骑定了, 你们瞧着吧, 方骑上出了刺, 前面一个山沟, 我又给了它一鞭子, 它就跑下来了。 里面来了一个草车, 这驴一见, 把头一摇, 后腿一抬, 将我扔下来了。 我把人家赶草车的抓住了, 不饶人家, 叫人家给我找驴。 人家说我不说你, 山沟是窄, 人家是车, 我理应让人家才是。 因此, 我来访问访问你, 见着了没有? 山东马说, 没有瞧见。 对了, 与我是一个样, 我的马也是照你一个样, 是黑的, 你瞧见了没有? 那老翁说, 我方才在那边见了一匹马, 我怕有人找, 我就拴在南边那个树林那树上了。 山东马说, 劳驾, 那就是我的。 罢了, 我去先拉马去, 你去找你的驴去。 那个老翁说, 好, 回头再见。 成龙听他说的话奇巧, 仔细上下一看, 他身高七尺, 黑面白须子, 白茧子骨小便, 白棉筹裤挂, 青阳筹单套裤, 白袜子, 青段子石软端靴, 手内拿着青筹大衫, 长眉大眼, 相貌不俗。 二人拱手作别, 到南边有一里远林子内, 果然拴着他那匹黑马。 山东马一瞧, 心中甚喜, 将入套搭在马上, 也不敢打他了, 也不敢骑了, 慢慢地随他走。 天也有日色将落之时, 前面黑暗暗, 雾朝朝, 彭佛一座镇殿, 极致临近, 果然是一座镇殿。 南北大街, 路东路西, 街有客店。 此时成龙总要找清净殿才好, 只见路西有一座大门, 半眼半开, 里面有一人说话, 都没有劲了, 说, 住店哪? 里边坐着。 成龙说, 你这店里有多少房屋? 有多少住客? 住一天多少钱? 小伙计回说, 有二三十间房子, 也没有一个人住。 你老要住, 瞧着给钱就是了。 山东马金殿一瞧, 路南里的马棚, 北上房五间, 西上房五间, 大概西边还有后院。 见这个小二年约三十岁, 面黄带病的样式, 身穿就破小夹袄, 就单裤一条, 两只就鞋袜, 将马接过去拴上, 把入套给成龙送在北上房屋里去, 说, 老爷, 你来吧, 这屋内住吧。 马爷一进北上房, 是一鸣两岸, 在东里屋, 是两间鸣着。 北边有一张八仙桌, 南边靠窗户是条炕, 炕上有一个六仙桌。 北墙上挂着一个八大山人画的山水人物, 一边一条对子, 上写, 书有未曾经我读, 是无不可对人言。 款落的是王于阳写的, 地下桌上点着一盏不亮的油灯, 小二将入套放在炕上, 说, 老爷吃什么饭? 成龙说, 你们这里卖什么吃的? 小二说, 外边现有饭馆子, 随便接客。 山东马说, 你们这样大个店, 怎么会没有厨房? 小二说, 我们此时买卖以为关闭, 不做了, 因为实在没钱吃饭, 方才留住宿客人。 成龙说, 你会做饭不会? 小二说, 我姓韩, 行三, 当初这店开着之时, 我就在灶上。 要说是做点菜书, 不敢说会, 整桌酒席, 硬食小麦, 巨都能做。 成龙从腰中取出白银一定, 约有四两有余, 教育韩三说, 此因你拿去办理菜饭, 连你们店中猪人也都够了。 韩三出了上房, 叫, 刘四兄弟, 别睡觉了, 快些起来买菜去吧, 前头就是咱们两个人了。 只听到西屋里有人答应, 拿着菜矿买菜去了。 少时, 只见买了一斤蜡来, 先给成龙把上房的油灯换上, 随后将店门也关上了。 在上房的东边, 有两间东厢房, 是厨房。 江灯点上, 炭火聋着, 只听刀勺起响。 成龙在上房等候多时, 老不见菜来, 又想酒喝, 自己站起身来, 出了上房, 听见东厨房, 有人哀声叹气。 成龙站在窗户以外, 将窗纸舔破, 望里一瞧, 炉中火甚旺, 放着一个大铜锅, 旁边桌上有一个托盘, 里面放着四碟两碗, 上面聚用碟碗盖好。 又见韩三, 与一个穿篮布库挂三十多岁的吃酒, 大概此人必是留四了。 正看之际, 不觉师生说, 我花钱的还没有喝酒, 那不花钱的倒先喝上了。 里边说, 老爷, 你先不要生气, 我们怕你嘴急, 将菜做好, 还没有旺上端, 面锅开了, 再一同端上去。 成龙说, 我等不得了, 先给我温酒吧。 小二说, 老爷先请回去, 随后就到。 成龙回转上房, 少使韭菜聚来。 成龙自己独坐吃酒, 十分无聊, 对孤灯一展, 思想旧日之事, 正是寒灯思旧事, 断雁惊愁免。 想我马成龙, 自幼儿家业凋零, 被困饱腐之时, 已不享有今日。 虽得有功名, 尚未能遂暗英雄之志。 正在喝酒思想之际, 胡听外边有叩门之声, 有寒三答话说, 兄弟, 你回来了? 我给你开门去。 少使, 听见院中有脚步之声, 成龙隔窗一望, 见外面月色甚亮, 有一少年男子, 年约二十多岁, 身穿两节罗汉衫, 白袜云履, 白面目, 眼似春星, 两眉斜飞入宾, 哀声叹气, 愁眉不展, 步步必摇, 若似乎胸藏二有炎炎者也, 恐未能学父武车。 成龙也不在意, 回头还是吃酒, 喝了几重闷酒, 叫小二端面。 少时, 小二将面, 鲁炬皆端在桌上。 成龙将面拌好, 方才要吃, 只听得西后院说道, 苍天啊, 苍天, 不睁眼的神佛, 无耳目的天地。 再不想到我夫妇二人落到这般光景。 山东马把筷子望桌一放, 面也不吃了, 喊叫喊三。 小二过来说, 老爷, 你叫我做什么? 成龙说, 我方要吃饭, 外面嚷的是什么? 小二说, 我说他一声, 不叫他嚷苍天, 就是了。 说吧出去, 站在台阶之上, 望西院说, 大兄弟,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别嚷苍天了, 人家住店的嫌烦。 回身说, 我把面再给你照照吧。 成龙说, 不用, 我吃这个行了。 少使, 只听西院又嚷, 天苍啊, 天苍。 山东马一听, 连忙叫伙计说, 他不嚷苍天了, 这又嚷天苍了。 不知所因何故? 韩三说, 要提这一件事, 话可就长了。 在先我们这个金家镇, 数得着我们这一座店。 我们老掌柜的, 是个创事业的人。 到了少掌柜的手, 就知道念书, 不知道做买卖。 这里是我们少掌柜的岳丈和先生, 代为赵管。 他是河南人, 现在也回了家了。 我们少掌柜的自己经手, 他名字叫金文学, 就把买卖做坏了, 一年不如一年。 自去岁七月间, 这买卖就关闭了, 买卖到不亏空, 全是他的朋友借欠保障之事。 金文学也算好的, 他与他的七合事聚会画画。 先前教我与刘四拿出去卖, 到了后来, 离我们这有二里地, 有个李家寨, 那里住着一个李虎臣, 别好人称李二宝头, 很有点势力, 结交官长, 走跳衙门, 包揽辞词诵。 这一日, 上我们殿中来, 叫我们少掌柜的给他画壁火图, 先给了五两银子, 他就去了。 过了三四天, 我们在这屋里坐着, 他静自到后院上房, 瞧见金文学夫妻二人, 在那里画画, 一见我们少内东家, 他就没画, 找画地坐着不动, 要借给我们少掌柜的银子做买卖, 叫我们二人当宝人。 少掌柜的当时说他是好人, 自己跟他取二百两银子, 立了一张戒字, 按月三分行息, 这是去随冬月之画。 择日开张, 他就日那些个朋友又都来了, 十七个人送一副福禄兽, 就来吃个前三后二五, 不留神还要偷点东西走。 明是送人情, 按时来白吃。 我们时常被的劝他, 你的这买卖, 现在是借人家钱开的, 不可似从前那样乱交朋友了, 无奈忠言逆耳, 直到今年三月间, 钱也完了, 买卖也关了。 人家李虎臣来要银子, 这里没有, 就将少东家在华县告下来了, 到了衙门打了一个多月的官司。 我们拖出人来说和, 讨了个十天的县。 李虎臣早说了, 若没有银子, 要将少内东家接了去, 作为押账。 明天就到了十天的县了, 钱也没有, 官司也不打了。 两口想要上搭连调, 所以连声感叹, 惊动了老爷。 你吃面吧, 不必多管闲事。 马成龙一闻此言, 气得三尸神暴跳, 武林豪气腾空。 山东马在此金家镇, 要闯出一场大祸。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章, 真报应戏耍山东马赛, 报应暗偷老英雄。 此曰, 书中有花有酒, 各中滋味不一。 最后贤悲奉菩提, 绝后禅机有去。 陶前离盼局密, 浩然侧减奔驰。 造物由来各有时, 得失总归天地。 马成龙一听韩三之言, 说, 你将少东人给我叫过来, 我有话问他, 此事是真是假, 快去叫来。 若果是真, 我自有道理。 韩三一听甚喜, 去不多时, 带进金文学来, 就是方才所见之人, 见成龙攻身失礼。 成龙就将韩三所说之事细问一遍, 遂将入套内所装定兴献给的那二百银子拿出来, 给金文学以孩离虎尘。 还嘱咐他, 明日堂上再教, 恐他再来讹你。 金文学揭银子在手, 攻身失礼道谢。 成龙说, 你去吧, 我要吃饭了。 金文学同韩三出去, 成龙饮酒甚喜。 韩三又端进两碗热面来, 叫成龙吃。 成龙又要吃面, 只听得韩三说道, 我们少东家夫妇二人前来, 与老爷道谢。 成龙说, 我不与夫人说话, 快叫他们回去。 金文学自已又进来叩头向谢, 他妻子合适, 回后边去了。 金文学与韩三一同出去, 成龙这才又要吃面, 呼听后面金文学夫妇又对嚷, 苍天啊。 成龙一听, 甚是不乐, 只见韩三进来说, 老爷, 这是真就怪了。 正是, 阎王造定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五更。 说, 老爷, 你方才周寄他那二百两银子, 他夫妇前来道谢, 还能将银子带在身上吗? 放在屋内, 回去一看, 不知被哪一个狠心的贼将银子偷去。 他夫妇心中十分疾苦, 想是他二人命该如此, 故此又呼天长叹。 成龙把眼一翻, 说, 是了, 这是吃事的, 我自有道理。 伙计, 我后边车上还载着有两万多辆银子, 你放心, 都有我理。 山东马说的是气话, 韩三转身出去了。 成龙面也不吃了, 慢慢地处了上房, 见西边有平门四扇虚眼, 进了平门, 见路北上房三间, 与这边成龙柱的上房一通帘的窗上微露灯光。 成龙来至窗下, 听得里面夫妻悲气之声, 甚不认闻。 又听文学说道, 可惜, 那位恩公白费一番好心, 你我夫妻死在地府殷草, 也是感念他的好处。 可恨这一个狠心之贼, 将我银子偷去, 害我们这两条性命。 又听见妇人之声说, 官人不必如此, 你我夫妻死了吧。 成龙正听在这里, 背后有人摸了他屁股一下。 山东马回头一看, 不见有人, 心中说, 必是韩三, 留刺这两个东西, 见我在此偷看, 故意玩耍我。 我且不必管他。 说道, 金文学, 你出来, 不可寻辞短见, 我有主意救你。 里边他二人方才要上吊, 听得外面有在上房住的那位恩公教, 慌忙出去。 成龙拉着他到东院上房落座, 说, 金文学, 你的事我也都知道。 你认得我不认得。 金文学说, 我被事所谜, 也忘了问恩公尊姓大名, 哪里人事, 做何生理? 成龙说, 我姓马, 名成龙, 山东人事。 跟钦差一大人当差, 奉命之魏徽府班兵, 从此路过。 你看那边不是我的入涛吗? 方才说到此处, 回头一看, 入涛与班兵的文书, 剧都不见了。 马成龙吓得身不咬自战, 体不热汗流, 半响无语。 金文学说, 恩公怎么了? 成龙常叹一声, 说, 你就不必问了, 我这条命也完了。 又说道, 喂, 不要紧, 反正我失落了, 文书也回不去了, 你两个人也不必寻死, 这场官司我替你们打了。 明天有功差来, 我把他打跑了。 李虎尘若道, 我与他绝不罢休, 就说他抢了我的班兵文书。 金文学说, 那不连累了恩公吗? 成龙说, 你不连累我, 我也要管这件贤事。 叫韩三拿酒来, 你我喝酒解闷。 正是, 日常四岁贤方诀, 是大如天罪以休。 二人闷酒残菜, 直吃到斗转星移, 鸡声三唱, 东方发小, 天色已明。 成龙说, 韩三, 打尽面水。 洗洗脸, 喝了两碗茶, 望韩三要了一根通条, 在大门以内安放一个座位, 等候那李虎尘。 天之早饭以后, 只见从门口过去, 有二十多个人, 巨式短衣巾, 小打扮, 抓地虎靴子, 年岁都约在二十左右。 后边扛着一捆八打棍, 后边又跟着两个骑马的。 头前一匹青马, 马上骑着一个年少之人, 黑紫面皮, 一只眼睛, 轻皱绸的裤挂, 窄腰于靴。 随后一匹白马, 上边骑定一个美貌之人, 身穿蓝绸裤挂, 脖底快靴。 头前那个叫独眼龙谢聪, 后边这个叫白花蛇杜明。 后面还有一辆热车, 嫩黄油漆本地胶, 雪清扬皱的围照, 十三太保的玻璃窗, 扬皱崩公, 银灰摩本段的卧箱, 真金神剑, 巨式十样扬赞的花纹。 套着头号墨里藏针的裸子, 里面坐着是李虎尘, 年有三十多岁, 面似青粉, 两道剑眉, 一双圆眼, 三衫的配, 二目戴神, 身穿淡青大衫, 雪清扬皱套裤, 漂白袜子, 酱子模本断香鞋, 戴着墨镜眼镜, 二扭上还有十八子的香串, 翡翠斑纸, 手拿全宗满金折扇, 协作车延, 进金家电邪队过路东大昌殿内去了。 韩三说, 马老爷你瞧, 这就是李虎尘, 钱都那些都是他的鱼党, 少时就来, 需要留神。 成龙说, 不要紧, 自己将蓝布大挂脱去, 小辫子一碗, 手拿通条, 等着李虎尘前来。 只听外面一片声轩, 有独眼龙谢聪带领打手赶到。 谢聪手拿铁齿走进大门, 说道, 姓金的, 今天有银子便罢, 没银子把人交给我们带去, 就算完事。 成龙一听, 用通条照着他那只好眼睛就是一下。 独眼龙也不曾防备他动手, 成龙一下子就将他眼珠子扎出来了。 后次可以不必叫独眼龙, 就叫他双拾木吧。 外面重贼挡箭, 独眼龙被伤, 一起前来动手, 在大门前将成龙团团围住。 李虎尘带着杜明在门外站着, 见众人不是成龙的对手, 他二人暗自着急, 说, 这个胖子也不知从哪里来的, 竟敢帮助金文学向我等动手。 杜明, 你有什么计策把他拿住? 杜明说, 我师弟已带重伤, 我先去叫两个人抬回家去。 回身到陆东殿内叫人, 带了四个人来, 先将独眼龙用婆罗抬回李家寨去。 杜明拉到直奔大门以内, 说, 你等不必动手, 带我前来拿他。 众人往两旁一闪, 白花蛇杜明言道, 你姓什么? 为何在此筑权? 是金文学请你来的, 还是你自己来找事吗? 山东马说, 我是从此路过, 听见李虎臣是个恶霸, 要以账目折算人口, 因此特意见见李虎臣是个什么东西? 杜明说, 那是我的师父, 在外边站的就是。 你能赢得了我手中这一口刀, 我银子也不要了, 钱也不要了, 带着众人就走, 还算你是个英雄。 说吧, 抡好就砍。 成龙用通条望上一迎, 杜明刀望回一撤, 分心就炸。 成龙望旁边一闪, 抡通条就打, 杜明急驾相迎。 二人斗有顿饭之时, 成龙是精神百倍, 永历备驾。 杜明看看不能取胜, 望外一跳, 说, 你们跟着我走, 回头再见。 方出大门要走, 成龙随后追出门外, 说, 李虎尘, 你别走, 我瞧瞧你这个东西。 刚往前一跑, 只听扑动一声, 成龙被人用半腿声半倒, 撒手扔通条, 再倒在地, 杜明举刀就剁。 不知成龙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章, 李家寨贼人考成龙华县令, 击捕二宝头。 诗曰, 损有近而远, 亦有近而亲。 结交则得意, 不论富与贫。 君子淡如水, 碎酒机于真。 小人田如蜜, 转眼成仇人。 马成龙被李虎尘遇挡, 用半腿声半倒, 杜明用刀就剁。 旁边众人说, 且慢, 等着把他带到咱们家再说。 此时, 众人就把成龙捆上, 拉着他那一匹黑马, 抬着成龙, 一直望南, 连金文学也抓住, 拉着一桶上李家寨。 韩三, 刘四害怕, 上西院说, 贤妹, 我们金大兄弟被人抓了去了, 他们来抢你来了, 你还不快想主意吧。 是我们要跳墙走了。 何氏娘子一闻此言, 心中害怕, 独在屋内悲悲惨惨, 将门关上要上吊死。 方要拴绳, 只听外面有人叫, 女儿, 你不必寻死, 我自有道理。 何氏一听, 隔窗一望, 见一白发老头, 在那里堵着门站着。 何氏并不认识他是谁, 说, 你老人家不可错认了人下。 老翁说, 我时告诉你, 我不是恶人。 有你自幼五六岁之时, 你父亲在这里教书之时, 我认你做的干女儿, 你忘记了不成。 何氏一听此言, 说得有理, 也许是真。 他今天来瞧瞧我, 不然, 他如何知道, 我父亲在此教书。 无奈他这大年岁, 怕是不成, 难与贼人动手。 正想之间, 听得那老翁说, 你不必心中狐疑, 我在这外边坐着, 等着贼来之时, 我如把贼挡走了, 我再见你, 细说我的来历, 你也先不必死。 何氏半信半疑。 只听东院中李虎臣大嚷大叫说, 白使我的银子, 我是不答应。 我与他有个地方说话, 我先把人接了走。 众人跟我来。 方一进西院子, 见路北里门首有一个老翁, 坐在那边台阶上, 有一块石头在那边放着。 那个老头, 身穿白棉绸裤褂, 青羊绸单套裤, 白袜青断鞋, 旁边放着一个青皱绸大衫, 黑面目, 白胡须, 用手将石头一拍, 石头就碎了, 说, 李虎臣, 你好好的过来。 你如要搁得住我这一巴掌, 我就把你饶了, 要没有石头结实, 你就不必前来逃死。 李虎臣一瞧, 心中害怕, 说, 我也不必与他动手, 咱们先回去吧。 李虎臣叫众人快走, 此时那老头把眼一瞪, 说, 你等往哪里走? 老爷子非得把你们结果了不可, 我也绝不能与你们善罢罢休。 说着站起来, 直奔众人而来。 大众与李虎臣心中害怕, 一直地就往外跑, 一个个连命也不顾了。 少时, 出了大门, 李虎臣上车, 大家逃走。 回到李家寨, 见李边人出来迎接, 李二宝投下车进里面外客厅。 上房五间, 东西各有三间配方。 天蓬底下捆着金文学, 马成龙, 二人在那里大骂不绝声。 李虎臣道上房狼子底下落作, 说, 你等将独眼龙谢聪送回他家去了。 众人说, 是送回他家去了。 又吩咐, 将山东马给我带过来, 我问他是做什么的。 他好好说实话便罢, 若要不然, 你们把那石头槽扛子预备好了就是。 左右有人答应说, 既然他这个姓马的拿了来, 也要问问他, 在咱们这个地方有案没有案, 叫他打一个托案。 李虎臣说, 有理, 把他给我带上来, 我问问他。 众人把马成龙带上了上房台阶以下, 众人说, 跪下, 跪下。 山东马说, 跪什么, 别装着完了。 后面有一个小子, 用杠子把成龙腿一打, 成龙不能支持, 竟翻身栽倒就地。 李虎臣说, 我们华县进来出了一案, 大概是你做的, 在路打劫过往官长, 你们是有多少人。 趁此时说, 免得庄主动行, 瞧你就不是好人, 你又帮金文学动手, 打坏了我的徒弟。 你说便罢, 要不是说, 我必要动行勘问。 山东马破口大骂, 说, 小子, 你自管来, 我偏不怕你打我。 咱们两个有地方去说去。 李虎臣吩咐, 动行。 只见重贼挡起来, 将山东马用石槽一颠, 那杠子一闸, 嘎油嘎油的, 山东马的骨头都酥了, 疼痛难忍, 说, 李虎臣, 你放下我来, 我招了就是。 看来是什么样的英雄, 也是怕打, 又怕飞行。 此时成龙心想着说, 这个东西, 大概必将我送入县衙, 那时我见了支县再说, 也不委婉。 想吧, 说, 打劫过往的官长是我们。 你不必动行了, 到县里再说。 李虎臣吩咐, 把他带下去, 带上金文学来, 我瞧瞧他。 稍时, 成龙游人带下台阶, 就在天棚底下捆着, 又把金文学带了上去了。 大家启嚷, 跪下。 金文学下得战战兢兢, 正待要跪下, 只见外边门上来报说, 有华县公差王雄王头, 礼报礼头, 带领二十多名伙计。 四辆车, 在门首要见庄主, 不知所应何故。 李虎臣一听, 一冷, 心中说, 没有事, 他们来做什么。 遂吩咐, 请赞把金文学捆在下面去。 稍时, 家人带进两个头, 一见李虎臣, 都说, 庄主, 你别走, 我们老爷叫我们来请你来了, 你快些跟我们走吧。 李虎臣说, 二位寄来到我这里, 是谁把我告下来了? 你们说说, 我就知道了。 二人说, 你要问原告之人, 跟来现在门外, 你跟我们到外面, 你一瞧就知道了。 李虎臣说, 原告在哪里? 两个头儿说, 在大门以外等着你啊。 李虎臣气往上一冲, 说, 我去瞧瞧他是怎么个人物, 吃了雄心, 喝了暴胆, 站起来往外就走。 方知大门, 只见有二十多名公差在那里站着, 一见李虎臣出来, 大家说, 来了, 来了, 老头, 你见见他吧。 又见从人背后过来的一人, 把李虎臣吓了一跳。 原来是那个老头, 就是方才在经文学家中那个, 因他们大众抢人, 被他追跑了。 他就说, 女儿, 你不必害怕, 你在这里等候, 我去告他去。 何氏说, 你老人家姓什么? 我还不知道啊。 老头说, 我叫报应。 正说之时, 韩三, 刘四回来了, 报应说, 你两个把门关上, 我去上华县去告李虎臣去。 说吧, 扬长而去。 至华县才无礼地, 到衙门一喊冤, 里面门上二爷出来一问他, 他说, 我是大同府的人, 姓宝, 名英先在外面保镖为业。 这李虎臣是我干儿子, 他自幼就不误本分, 进来我在他家中住着, 他又约人打劫过往官长, 窝脏引贼。 我劝他他不听, 他反说, 我是坏他的事, 我不应该管他的闲事。 因为地面上出了这样逆案, 我怕叫老爷的跪差访着, 我有执情不举, 纵贼脱逃之罪。 门上人叫值日搬头, 带他回名老爷。 当堂派王, 李二位, 带二十名散义, 去拿李虎臣。 众人方要走, 鲍英说, 老爷别叫他们去, 怕拿不了来, 那时我倒闹了一个旺告不实之罪, 我跟了他们去吧。 老爷说, 既然如此, 也好, 王雄, 你带他前往拿货李虎臣。 众人这才出了衙门。 在路上, 鲍英说, 二位搬头, 你们知道李虎臣是个龙阳生不知。 众人说, 实在不知这话是真的吗? 鲍英说, 燕能是假的呢? 他跟我睡过觉, 他是我的龙阳生, 你们如果不信, 到了他那里, 他一见我就跑。 你们可别告诉他, 是我告了他, 要是告诉他, 那时他就不敢出来了。 我说是不是, 众人半信半疑, 也不知真假。 少时, 到了李家寨, 他们二位搬头进去, 不大的功夫, 将李虎臣领出来, 鲍英说, 小子, 你还认得我吗? 吓得李虎臣往里就跑, 被后面两个头把他锁上, 说, 姓李的, 你先别走, 跟我们过堂去吧。 二位头去到里边, 把天棚底下捆着的马老爷 与金文学姐下来, 带着到衙门去。 王雄, 李豹说, 马大老爷, 你为什么叫他捆上? 成龙说, 到了衙门就知道了。 原来这两个头, 那一天奉献主之命, 在逃柳营去探厅钦差从那条路走, 正与成龙, 说了半天话, 今天不知为什么叫李虎臣捆在这里, 故此认得。 先解下成龙, 说了好些个好话, 然后把金文学放下来, 一同致县压。 正知老爷声唐问世, 王雄上去禀明说, 奉旨查办黄河低宫的钦差一大人的委员马老爷, 不知为什么在李虎臣家捆着, 现在外面要见老爷。 知县王人吩咐请进来, 成龙进内, 至大堂, 知县叫看座, 成龙落座, 知县问, 兄台来此何干? 为何与李虎臣打架, 不知所因何故? 请到其详, 成龙先通其名, 就将奉大人之命, 尚未徽调兵, 从此路过, 住金家殿, 早晨起身要走, 正欲李虎臣至金家殿抢人, 瞧见我这匹马好, 他一定要买, 我再三不卖。 他喝令叫人将我马匹, 公文, 入套一桶抢去, 又用半腿绳将我半倒, 拿到他家, 私立公堂, 严刑审问。 他还说, 我是打劫过往官长之贼, 正在审问之际, 被老兄贵义一并传来, 我也不打官司, 把我的公文, 马匹给我找来, 我就走路, 也不管别的闲事。 知县吩咐, 把鲍英, 李虎臣带上躺来。 先问鲍英道, 你告李虎臣窝脏引贼, 若果是真情, 本县定然有赏, 躺然是虚辞妄告, 必然重处于你。 鲍英说, 老爷如其不信, 老爷带着人一同去起脏, 我为的是老爷地面上的公事, 又不是我两个人的丝绸。 知县又问李虎臣道, 你这个东西胆子太大, 穆枉法, 打劫官长, 抢夺委员老爷的公文, 马匹, 大概并非好人。 吩咐王雄, 李豹, 带着鲍英, 李虎臣前去起脏, 误要将委员老爷的公文, 马匹急速带来。 众人下去, 李豹带着李虎臣, 王雄带着鲍英, 到李家寨将脏起出来, 唯不见了入套, 公文。 众人无法, 出李家寨带领二人回牙, 再做道理。 行之半路, 李虎臣一想, 这场官司我可打不了, 我得想逐一逃走。 想吧, 说, 里头, 咱们哥俩有交情, 你把所子松一松, 我解一解手。 李豹把所一松, 只见李虎臣双手一夺, 带锁而逃。 李豹将要去追赶, 王雄说, 你别追他, 他的案情重大, 我知你们两个人是什么事。 他要是用钱买通了你, 他跑了你也跑了, 莫非叫我一个人打这官司吗? 不行, 你别去追了, 跟我的伙计们, 把里头给我锁上。 李豹说, 王头, 咱们一个衙门当差, 可过不着这个样子。 正说之际, 剑豹英说, 我给你们追去。 说着, 反身就跑。 王雄也要去追, 李豹说, 等等。 方才我要追去, 你不叫去, 叫人把我锁起来, 你这回也别走。 跟我的伙计们把他锁起来, 不用原被告了, 这场官司, 咱们两个人打了吧。 说着, 来到衙门, 老爷正在堂上办事, 成龙在一旁坐等。 只见一干人来到公堂贵岛, 老爷说, 带李虎臣。 李豹说, 跑了。 又说, 带豹英。 王雄说, 也跑了。 老爷一听, 冲冲大怒, 说, 分明是你等贪赃卖放。 拉下去, 给我打。 方要动行, 从外面来了一人, 口中大嚷一声, 跑上公堂。 不知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章, 卢文龙夜入金家电金眼雕, 捉拿李虎臣。 诗曰, 也无烦恼也无仇, 本分随缘莫强求。 无一言语休开口, 不干几事少出头。 人间富贵花尖露, 纸上功名水上欧。 识破事情天理处, 人生何用苦盈谋。 知现在公堂上, 正要打王雄、 李豹, 自外面来了豹英, 上德堂来一瞧, 连忙跪倒, 说, 老爷不必责打他们, 是才我追赶李虎臣。 他进了村庄人家去了, 我恐老爷着急急速回来。 老爷说, 李虎臣走了倒是小事, 把马老爷的公文入套给找回来, 就算的了。 报应说, 老爷不必着急, 我替老爷将此事办好了就是。 说完, 叫道, 老马, 你这里来。 山东马下得堂来, 说, 报应, 你做什么? 报应来至宜门, 说, 老马, 你的公文入套是叫人抢了去吗? 你说良心话 昨夜晚上 在店里金文学窗户以外 站着之时 有人摸了你屁股一把 你知道不知道 成龙说 我知道 大概就是你这个东西吧 报应说 入套等物 连你周济金文学那二百银子 都是我拿了去了 你别告诉支县 你就说公文失落也回不去了 望他要五百银子 你就说海角天涯已访公文下落 他不能不给你 若叫钦差知道 在他这地面丢了公文 连他也担不起 成龙说 我去望他要去 你可不许不给我入套公文 说吧 来到堂上 与支县言道 我的公文不要了 你给我五百银子 我从这里海角天涯自己找去 没有你的事就是 支县说 金文学大概是被李虎臣讹诈 当堂拒绝完案 说老兄 你先回金家殿 回头这人给你送银五百两就是 交外面将马老爷的马给上 成龙说 不用 我走着去 回头连银子带马一同给我送到金家殿就是了 我可把报应带了走 支县甚是愿意 所以说道 报应 你就跟着马老爷去 暗后捉拿李虎臣 与你无干 马老兄台请去 随后马匹等剑 一同送到 成龙带报应来至衙门以外 说 你把我的入套公文放在哪里 趁此快说 报应说 我没有拿你的入套公文 你要走就走吧 我不管了 说吧就走 成龙追也追不上 叫也叫不应 成龙说 是我的报应 你报应了我了 说着 出了滑险南门 只见湖城河水流的慎勇 山东马自己越走越难受 说 我本是奉命钓兵来到金家寨 因为多管闲事 正应了俗话 是非接音多开口 烦恼接音强出头 手扶着钓桥 往河内一看 思前想后 并无活路 想 我马成龙好容易的这个守备 因为失去公文 有心回去 申担重罪 若不回去 哪里是我安身之处 越想越惨 不如投河一死 想吧 翻身往河里一跳 此水深有一丈 跳江下去 正落在分水石上 坐在那里 水刚到他泊梗 他本是急得浑身是汗 这凉水一冲 甚是爽快 一个猛进 他疑惑他死了 坐在分水石上 他说道 阎王爷在哪里 还是我自己去找他 还是他来叫我 惹得桥头之上 众人观看 有说是半风的 有说是谭弥心窍的 也有说是伤寒并没好汉憋的 大家执议论 成龙抬头一瞧 只见鲍英老头在上边 只是乐 说 切手 你今天也跳了河了 我冤着你玩啊 你上来 我给你公文吧 成龙这才知道是没死 慌忙站起身来 村上南岸 鲍英说 你同我走吧 咱们两个到没人的地方再说吧 二人来至南关以外 鲍英说 兄弟 你认得我不认得我 山东马说 不认得 鲍英说 我住在大同府宣报山 姓丘 明城 别号人称金眼雕 绿林中人称鲍英 到处专杀贪官污吏 唯有捡除士棍土豪 当年保着彭中堂西巡 过宁夏府 到过贺兰山 破过牧阳镇 金殿封国义士 我是咸游三山 闷踏五月 专打 世间不平 一生自己无事 简为他人所忙 成龙说 原来是老英雄了 此处并非说话之所 请到殿中再讲 二人遂来至殿中 韩三 刘四连忙 迎接到茶 金文学也前来相见 少时 知县潜人送来马匹 银两 交与成龙收下 秋成说 我去给你取入套去 在这西院养鸭子的窝里放着你 少时将入套取来 交与成龙 成龙换上干衣 连那二百两银子 都在入套之内 唯有公文踪迹不见 成龙说 邱大哥 你不可玩笑 快把公文给我拿出来吧 秋成说 不晓得什么公文 山东马说 我钓兵的文书在里面 怎么会不见了 你快快给我找去吧 金眼雕一听 心中大怒 说 兄弟丢不了这个东西 这是有人忘我玩笑 大约也没有人敢偷我 咱们今天晚上等着 他大概必定前来 山东马说 不要紧 叫金文学去叫两桌菜来 打两坛酒 给伙计们一桌 咱们三个人一桌 且吃酒 消愁浅闷 晚上各屋预备着灯 就用大盆扣上 听我一嚷有贼 就把灯献出 不可有物 以好拿贼 大家一眼 同金文学 集秋成等三人吃酒 直吃到黄昏时候 成龙将那七百两银子 拒给予金文学了 说 酒前 你就拿这个银子给他 所余的都周记你了 爱做什么 随你的便吧 你上后边去你的 我们还要喝酒 那金眼雕秋成一看 甚是佩服马成龙 无奈心中有事甚烦恼 吃酒无心 焉能多饮 天有二更时候 不见有贼来 山东马心中焦躁 站在炕上 把脑袋伸出去打呼声 等着贼来 少时 只见从东边房上下来一人 背着单刀一把 直扑奔上房而来 成龙方才要嚷 自己出了神 把嚷都忘了 干张着嘴着急 金眼雕早看见 窜在院内 贼人一见 窜上北房去了 秋成随后追去 贼人由北房 右奔至西房上 山东马站在院内直嚷 有贼 有贼 韩三 刘四方一拿灯 双手一歪 把盆也摔了 灯也灭了 吓得二人不敢出去 只见贼人方至西房 只听矮游一声 贼人栽倒栽地 成龙过去拿住 只见金眼雕下来 将贼人拿进上房 用灯依照 正是李虎尘 秋成说 小贝 偷工文者并不是他 原来李虎尘自白天逃走 不敢归家 后知夜晚到家中一看 亲信之人拒接逃走 自己家口并不知去向 无奈找到一口 至今家店 打算要来采花 采花之后杀了何事 以报今日之仇 不想方一进店 就被成龙等拿住 成龙也不问他 叫伙计交予地方官人 送线研究审讯 秋成说 道工文之人不是他 马贤弟 贼人是你拿住的吗 成龙说 不是 我在下边瞧见 好像有个人 把他踢下来的 我到外边问问房上是谁 成龙来到院内 面向西房上一看 并无一人 口中说 房上那个朋友 你下来吧 不用在那里探头 我都瞧见你了 只见从房上搜的一声 跳下一人 成龙说 朋友 进里边屋内坐着 见那人点点头 同他进了上房 秋成睁眼一看 见此人身高八尺 面似姜黄 一身青叶行衣 靠背背金背刀 海下一步恍然 环眉阔目 成龙说道 你坐下 那人点点头 并没言语 成龙说 你喝碗茶 那人接茶在手 镜子喝了 并没让人 成龙说 你喝酒 那人接杯在手 正是 万事不如杯在手 人生几件月当头 成龙说 你吃点菜 那人各样菜具都吃点 成龙说 茶也喝了 酒也用了 菜也吃了 你倒是贵姓呢 我的调兵文书 是你拿去不是 那人说 你也不必问我姓什么 要问你的调兵文书 可不是我偷了去 我可知道 昨夜晚我住在南阁壁 殿内上房 天有二根谷以后 有我一个朋友 他说 从你们店里得了一个黄包袱 打开与我一看 我说 这是调兵的文书 你偷他也无用 这要叫人知道 惹这个乱不小 我那个朋友说 也不必留他 就在灯上烧了 以免后患 山东马听到这里 哀呦一声 栽倒栽地 不知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章 一亲拆弓打 剪子御马成龙 独占小号神 奔中山丘 五顶三生魏族筹 亲时临晨后 子道方能救 这都是出事大缘由 烦情怎够 孝子贤孙真空究 因此把五色风赠一笔沟 成龙栽倒旧地 半赏不语 丘爷忙把他扶起来 说 你这个朋友就不是了 怎么把我的兄弟祈祷 是怎么回事 那人说 他倒是爱问我 我是交朋友的心肠 为的是告诉他知道 他没听我说完 他就祈祷了 成龙方才睁眼 说 我的公文是被他烧了 那人说 你听我说完了 他方要烧 被我一抓他 将公文夺下 他说 你夺我的做什么 你说说我听 我说 你要把他烧了 恐怕害了好人 你给我吧 他说不给我 他日行一千里路程 夜走八百不亮 他有昨夜三更时候 他就往云南去了 你说这是 我一想不对 躺要有人来找我要此对象 要是我的朋友 我该如何 我顾此又把他追回来 现在我们哥两个夜晚前来探探 丢公文的是谁 走了没有 多蒙尊驾台爱 又把我让进来 我顾此说 都是实话 我叫我这个朋友进来 说完 随大喊着说 兄弟 你还不进来吗 只听外面有人搭言 进来了一人 身短小 短打扮 山东马一瞧 认得是拜兄顾幻章 赶紧过去一见 说 大哥 你还好 我不知是你拿了公文去 幻章说 你奉大人之命 你不去调兵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是公文包一个 给你救世 若不是我们哥两个暗中跟随你 岂不叫人家笑话 成龙杰公文在手 说 来吧 我给你们哥三个见见 这位老兄姓什么 原来顾幻章自从河岸遇大人分手 他说他还有朋友等他 就是先来的那个人 姓卢 名文龙 别号人称黄面太岁 当初与幻章患难之交 这就是他 二人方知晓 好神在简子玉聚众起立邪教 正算计该如何办理 见成龙从面前过去 在马圈挑马 他二人才知是尚未恢复去调兵 二人暗中跟着 又见一个老头在马后 跟着那马一样快 二人甚是惊疑 慌忙也就追下去 见他遇成龙说话 二人暗中知是一位英雄 晚间到了金家殿 见他戏耍成龙 偷了入套 他暗中把公文拿出来 今夜晚同来 在这里瞧瞧怎么回事 将公文给了成龙 听他说要给见见 只见那老英雄说 不必见 我姓邱 我姓邱 明成 别好人称金眼雕 住大同府宣报山 江湖陆林都叫我报应 你认得我了 你是谁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老虎嘴边拔毛 幻章到了明姓 邱爷说 好 咱们俩去上外边无人之处 我看你有多大本领 说吧出去 翻身上房 说 我在村南双松林内等你 去是英雄 不去蜀背 幻章说 老匹夫 休要无礼 带我去瞧瞧 你如何赢得了我 也跟着出去上房 追下去了 山东马说 你们别走 卢文龙 你也不去劝劝他们吗 卢爷说 不要紧 我去告诉你说吧 天明了 你去掉你的兵 你自管放心 我去了一说 他们就不动手了 说吧 爷出去上房 飞身走了 成龙有心要追 又不会上房 又不放心 有了公文 无奈后置天明 叫韩三把马上 去上卫辉府去 料想他们三个 绝不能打起来 随上马出殿 金文学说 恩公 我也不送你了 你到了卫辉府 可别耽误了 尊家前程万里 你我后会有期 说吧 分手上路 这天到了卫辉府 方到长明总镇 大人住扎之所 只见那边 跟他来的马夫过来说 老爷 你老人家方才到 我等了一天了 马爷说 把你落在后边了 我注定耽误功夫 你先来到此处甚好 也罢 咱们先投了文书 然后再说 遂至号房 投文书与书信进去 少时 有一个家丁出来说 马老爷 先在号里吃饭吧 明天起身 此日天明 马爷听见外面人声喧嚷 近来一位头戴清泥得胜亏 高提梁 双岔尾 迎回贵州仇子单袍 穿着官靴 面如紫玉 双眉重大 二目待神 一表飞俗 代孝说 马老兄台 帝王庆奉大人之命 同兄台到钦差一大人处拿贼 外面大队点骑 帝带领前去 山东马说 好 咱们就走 到了外面一瞧 骑招展 五百部队精兵甚是整齐 还有三个人站在那里 千总谢守人 守备刘明 记名千总谢守义 大家起与成龙见面 问好说话 此时大家骑马 在路上还是成龙爱玩笑 说说笑笑 这一天到了陶柳营 进宫馆见大人 回名了调兵之势 天色方至四正 大人吩咐 兵法简自御 一杆大旗 是这里地面上官预备的 上写钦差一三个大字 马成龙与马孟太根 随着大人马后 王都司带兵 离桃柳营 到简自御东山口外 只见上面也没有一个人 把手眺望 不知所因何故 吩咐 列队 大众呐喊 也不见一个贼人 出来瞧瞧 天之日落之时 方才收兵 安营下寨 大人一夜并未赶睡 又不知里面是有贼 没有贼 甚是胡椅 此日天明 大人又列队 吩咐派人 吩咐派人探去 这座山是三个山口 一个在正南 大人列队在这里 是正东 西边还有一个山口 不知是在何处 派的人去了半天 只见他回来说 里面近山有五六里之遥 往南有一个山湾 里边有些个杀气 怕的是贼在那里 正说之间 只听得里边浩炮之声 一片声轩 从里边出来 有三千多贼 巨事头过白灵巾 短打扮 手持长枪大刀 双龙山水势 分为左右 当中两杆大骑 上写重整天地会 下写在立八卦叫 当中一匹马 马上有一人 身高九尺 头戴三角白灵巾 身穿蓝绸剑袖 腰记轻丝带 面如乌金纸 勒马横腔 怒母横眉 南边站着一个 头戴三角白灵巾 银袜鹅 二龙豆宝 迎门孤夜乱 宝兰段子剑袖袍 轻皱绸中衣 脖底快靴 手拿一杆虎头赞金枪 北边站着一个 也是三角白灵巾 双叉白鹅绫 金抹鹅 粉段子剑袖袍 甚是威风凛凛 头前站着是定星线 逃走的独角龙 星号星号 倒是随常地打扮 甚是威风 手拿鬼头刀一口 在那里说 我去瞧瞧这个姓一的 他带领是有多少英雄前来 我必要拿他就是了 此时 星号星号在当场一站 说 哪个不怕死的过来 咱们动动手 只见八总李德胜说 众位看我去拿他去 说吧 一直地跑到独角龙面前 说 小辈 认得李老爷吗 护起豹尾 钢鞭就往下打 星号星号用刀相迎 二人杀在一处 两三个照面 星号星号的刀劈面一摞 李德胜钢鞭望上一迎 贼人撤回来刀 分心一次 只听 哎呦一声 李德胜躺在沙场 当时身死 也算为国家尽忠 独角龙星号星号 洋洋得意 还有谁敢前来动手 千总谢首人 宁手中长枪 直刺星号星号 星号星号一箭 望后一闪 说 小子 你别逃死 刀望里一进 三五个回合 谢千总败回去了 怒恼了都四代兵官王庆 说来吧 我去拿这小贼种 跳下马来 轮刀直奔星号 星号堕来 一来贼人战败了两个人 也有点利紧经衰 因此王大人过来 他又不是对手 几个回合 败回本队 小号神鱼四镜 下马摇叉 通明大骂至阵前 怒气田兄 说 小辈 是什么人 王大人说 下司乃怀庆镇镖中营 都司王庆事业 因为你等私利邪教 引诱于人 我等奉钦差之命 前来剿灭乱贼 你不必发威 依我说 你早早归降 求钦差饶你性命 你还算是一个知罪改过之人 如若不然 那时想活 比登天还难了 小号神说 你等不过是乌合之众 也敢口出狂言 天下人人有份 唯有德者居之 无德者失之 你趁早归降惠总爷 也不失封侯之位 王大人心中大怒 说 贼子大胆 我定要结果了你 二人大战多时 小号神力大插陈 他又久练 王大人先年出兵 在外德的功名 自得了十刃 他就不练了 今天如何是于四镜的对手 他刀往下一跺 小号神一闪身 刀就落空了 于四镜用插分心就刺 王大人 想要内就来不及了 左肋之上着了一下 王庆败回本队中 谢首义出去也败了回来 刘明出去也败了回来 马梦泰伦短把刀出去 站在贼人对面 将刀望泪下一家 从跟头搭连内 取出鼻烟壶来闻烟 摇头晃脑 在那里说 于四镜 你这个小辈先别逞能 老太爷来拿你 你认得老太爷不认得 于四镜说 你是何人 兽马说 我在安定门里 国子建住家 姓马 明梦泰 别号人称兽马老爷 你打听打听 里九外七 黄城四门 前三门 外九门 八条大街 五城十五方 南北衙门 大渊两县 顺天府都察院 没有不认得老太爷的 就是你这么一个刀切的 二无眼手做的 面刚罗小子 你攒线包子碗出涕 别撞着碗 老太爷今天与你个分上下 说着先将烟壶装在搭帘内 拉手中刀 说来来 咱们爷俩动动手 轮短把刀一次 小号神听了半天 也不知这些个外话 剪刀刺来 用叉相迎 二人一照面 孟泰刀望回一位 分心就刺 贼人用叉一绷 孟泰的刀撤回来 拦腰就刺 贼人的叉双手往外一推 将刀推出 趁是轮叉就望头上盖来 马蒙太忙望后闪 见贼人勇猛 败回本队 山东马跳下坐骑的黑马 把蓝布大挂脱去 把小便一挽 就是山东丑子裤挂 高腰袜子 山东鞋 大袜刀在后边裤腰带上掖着 手拿桑皮纸的折扇 出离了本队 说 小号神 你这好东西 往哪里走 我来了 说吧 往前直走 看可到了贼眼前 只听小号神说 会总也是英雄 不能暗中伤你 通上明来 山东马面向西一站 冲着贼人说明自己的明性 用手中扇子一指 说 小辈 你就是小号神吗 贼人剑成龙 赤手空拳 又听见独角龙 星号星号 说过他的厉害 用手中叉照着山东马 就是一叉 不知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张 山东马空手 夺叉一钦 拆山口受困 十月 英风锐气势无双 逆贼无知 王逞强攻呼 一端迷本性 终叫明拜与身亡 小号神于四镜的叉 照着马成龙前胸一刺 山东马手中又无兵器 这时候要回手拉瓦刀野晚了 把眼一瞪 说 来吧 你望我这里刺吧 把胸一拍 剑叉将要到胸前 他望后一撤 将叉头让过去了 用手把叉杆一抓 二人在战场之上 就夺起叉杆来了 也分不出谁的力气大 这两个人夺这一杆叉 是半碗饭 谁也不能让谁 老马急了 把手一扬 说 小子 这宝贝 只见一片白光 把小号神给蒙住了 望后一闪 那叉被成龙夺在手内 于四镜望回就跑 一大人传令进兵 五百大队一直地望息一冲 八卦叫中匪贼一回头 齐望山里败 大人的队望前就追 方进山口 走了不远 只听得背后一声炮响 将进来的那山口 被贼人堵住 上边滚木雷石 望下砸打 正结官兵之归路 一大人一听此报 虎得一阵阵发息 出于无奈 大家齐来聚在一处 见北边是山 南边是山 山上都有贼人 在那上头把守 众官兵前进无门 后退无路 正不知该当如何 四面山上都是贼人 齐声说 好一礼不 放着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此时众官兵目瞪口呆 大人说 望回撤兵 咱们到桥贼应该如何 众人大言说 是 往东一闯 上面滚木雷石 往下砸打 官兵不敢向前 暂且退回 待等候黄昏时候再说 大人在马上长叹一声 说 我这是多管闲事 奉旨查办黄河 在此处地面上之势 落得这一般光景 连累这五百官兵 四员武将 二马都跟我死在这里 这也是命该如是 我先死了倒好 说吧 叫孟太咬刀 马孟太十分着急 说 大人不可心教 我有一个主意 此渠道未恢复也不算远 我等着晚半天 若是上天不该这五百人死 我扒上山去 找一个清静地方滚下山去也可 大人说 既然如此 也好 山东马在那里拿出酒壶 在那里喝酒 也不言语 王庆大众也不言语 此时日色已落 众英雄大家也无法了 马孟太刺别了大人 扑奔东山口 巴着山坡 一直地望上直巴 上面有好些个灯笼火把 众人来来往往寻查 马孟太离上面 还有三四尺就上去了 早被一个贼人瞧见了 用手中枪罩着孟太面门就刺 马孟太一瞧 心中害怕 直上直下 也没有得躲去 自己用右手把枪一接 贼人望回一撤 就这个劲儿 孟太上去了 自己心中甚喜 抽出短刀 罩着那个贼就是一刀 将贼人刺刀 飞身下山至底营 向看守之人要了一匹马 骑上飞也式的顺大路 二次尚未恢复长大人那里去调兵 走至天色一亮日出之时 恨不能飞了去才好 天有四正 前面有一家龙沟 南北有三里地 孟太从北往南 要进这一道沟 只听见有行车之声 里面地方又窄 孟太心中着急班兵 来救大人 他纳马就进了这窄沟口 里面就可一辆车行走 再有单行人也过不过 那辆二套车又堵住去路 急得他直仰说 使不得 你们得让我过去就是了 我有要紧的事 不能耽误了 你们快躲开 只见那个赶车的说 喂 朋友 使不得 你快快回去 我过去 不然这样窄沟 我如何能躲得开 你不回去 你是自找无趣味了 马孟太一听此言 说 小子 你先别吹 咱们两个就在这等着 看谁回去 要不等一天 便是小辈 赶车的把眼一瞪 说 小子 你不必胡说 惹我们老爷生气 你趁早回去 让我过去 要不然 瞧我把你这小子 结果了性命 只听见坐车的里头说 不可欺负人家外来之人 咱们爷们是本地的 你好好的把骡子卸下来 拴在后面车上 倒着拉回去 就是 赶车的答应 方要卸骡子 马孟太说 不可 你们倒着拉 那得多大功夫 我瞧着你们坐车的面上 放你过去 我回去 就是 把马一拨头 出离加龙沟以外 那辆二套车随后也出来了 孟太这才进加龙沟 一直往南 将一出南口 只见二套车附又追赶前来 孟太见有三条道路 不知哪条路通未恢复 正想之间 见那辆二套车往东南那条道路去了 孟太问道 解光 尚未恢复 是从这条道去吗 赶车言道 是 孟太催马 一直跟随在后 大约走了五六里地 并不见那辆车了 只见前面有一桩门 左东朝西 孟太进去一瞧 原来是座极大庄村 四面都是土围子 以为防贼之用 东西大街 孟太由西往东而走 只见路南有一座大殿 门首有大槐树一棵 树底下放着不少的桌子 板凳 孟太也有点渴了 也有点饿了 下马进店 把马娇小二 吩咐用细草料给喂上 自己坐在店门首树底下板凳上 说你先给我来一桶凉水 给我要小碗炸酱面三个 一壶酒 一个半鸡四两粉皮 给我冲上一壶茶 我吃了饭再喝 先给我拿过水来 小伙计将凉水桶 放在孟太面前 马孟太端起水桶 咕嘟咕嘟直喝了一气 站起身来 在树底下走了有四五十步 把嘴一张 从口内吐出一口水来 自己又端起水桶来 又喝了一气 照样又吐出一口水来 伙计小二瞧着直扬说 你们瞧这个西洋水法 大家闻听 剧都出来观看 孟太照样吐水三次 落座吃酒 用饭已毙 叫伙计算账 账已完毙 共吃钱二千整 忽然一想 身上并未带钱 叫伙计暂且先给我 寄上一笔账 小二姓甲 外号叫高掩 说 朋友 你是哪里的 孟太一想 我要说远方的 他必不写账 我有主意 想吧 说 我是卫辉府衙门头 快班上有个神担子马老 就是我 与我写上吧 改日给你送来 伙计说 不成 柜上一概没有账 你好好给钱 我瞧你就不是个好人 众位伙计们 快拿出罗来 明罗其会众人 拿这个奸细 见伙计拿出罗来 打得直响 少时 各门手 具有人手拿刀枪 齐声呐喊说 假高掩 有什么事 小二说 有一个奸细来至 咱们这里 把他拿着活埋了 就结了 众人往上一围 将孟太围在当中 大家动手捉拿 孟太在里面 窜纵跳跃 闪斩腾挪 无奈人多势众 一人不能取胜 功夫许久 直累的马孟太 浑身是汗 遍体生金 坎坷支架不住 过来一帮飞抓将 照马孟太抓来 无论你能闪能挡 飞抓不离左右 又有人用崩腿绳 将马孟太绊倒 大家过去捆上 问假高掩说 还是回禀庄主 还是把他活埋了 假高掩说 埋了就结了 哪里还有这么些事情 众人说 抬着埋去 众人抬起马孟太 方才要走 只见从正东来了三个人 大家说 三位庄主都来了 暂且把他放下吧 马孟太心如刀割 泼口大骂贼人 自知一死 断无生理 像钦差在简子玉被困 还有五百名官兵 大约这两天 都要在鬼门关上挂号 拨魂杖上勾名 见众人将他抬着要走 齐声嚷庄主来了 又把他放下了 孟太睁眼望正东一看 箭头前走着一人 年约二十以外 身穿着蓝皱绸大褂 白袜云履 身高八尺 面如紫屑 手拿团扇 摇摇摆摆摆 第二个人 身高七尺以外 面似姜黄 微带兽形 两道细眉 二目戴神 身穿灰色贵州绸大褂 足灯 脖底快靴 手拿全棕摆 将黑折扇 第三个人 身高六尺以外 五短身材 白面目 长眉大眼 鼻指口方 粘在二十上下 身穿宝兰阳绸大褂 足灯 清断云履 扭带十八子相串 手拿芝麻凋零扇一把 三个人来至孟太面前 问道 这是什么事 贾高眼说 我瞧他是一个奸细 到咱们庄村来 烧探来了 我叫众街坊 拿住他 把他埋了就完了 回禀庄主 怕庄主生气 头前那个庄主 照着贾高眼 就是一个嘴巴 赶紧过去 把孟太绳松开 说 老兄台 多有寿屈了 地等来迟 孟太戏一瞧 原来是固有来临 不知三个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章 马孟太悟 走连三庄 湖中笑大战 简自欲 十月 一派青山景色忧 前人填土后人收 后人收的修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马孟太一瞧 这三个人 巨是相熟之人 头一个是湖中笑 第二个是李庆龙 第三个是小炳玲薛应龙 此庄名叫林三庄 因在北京提督衙门 一处打过官司 后来又是一同奉旨封官 这三个人是回忌归标 家中本是财主 不愿再标当差 在这庄中务农为业 闲事饮酒 闷来摘花 正是 敬爱养花 咸养鸟 轻宜玩月亚玩花 庄中以他三个人为主 一则是守护财主 二来又有功名 这三个人正在一处吃酒 商量着一同入都去谢一大人 只见李庆龙的兄弟李庆春 出门走至半路 又回庄来找他三个人喝酒 提起走到半路 遇见一个北京城骑马的 与赶车的打架 我一想出门不力 故此我就回来了 咱们喝酒吧 正在吃酒之际 只听传罗之声 叫人前去探问何事 少时回来禀报 拿着一个奸细 是北京口音 故此三人出来一看 不想是雇有马孟泰 连忙扶起 到路西殿内啰嗦 说老哥 你怎么来到这里 马孟泰就把钦差受困 自己滚山调兵之事 细说一回 胡忠孝说 你走错了路了 理应望正南 你望东南来了 幸亏来到我们这个庄村 我们这里有六百多名团练 相拥 守望相助 我跟我们这村庄人商议商议 带了这六百人捅你到简子域 前去相救大人如何 孟泰说 你就快去 我也不到府上 给老太太请安了 救兵如救火 越快越好 三个人站起身来 说我们去商议去 叫店中人给他倒茶相等 并将前仗会过 孟泰吃茶 等候多时 只见他三个人 容装前来 后面跟着六百团练 各穿红浩衣 上写团练相拥 守望相助八个字 后面有奇异感 正面写连三桩三个大字 背面写的是团列二字 后面有大车三四十辆 载着是锣鼓帐房 骑道号令 刀锚器械 粮草军装 物件俱全 马孟泰将马拉出来 一同出连三桩 扑奔剪子玉而来 在路之上 胡忠孝吩咐 派李庆龙带二百人 打西山口 薛应龙带二百人 打东山口 自带二百人 打南山口 马孟泰为三路都就应 兵贵神速 今夜晚出 古骑道剪子玉 以信炮为号 出其不意 攻其无备 一阵可破山口 救出钦差 与易干官兵人等出山 大家一起搭言 兵分三路 胡忠孝与孟泰同行 至黄昏时候 一道剪子玉南山口 剑山上灯笼火把 照耀如同白昼 山上贼人不少 山口已用木板砸死 不能放人出入 上面众贼人攻上弦 刀出鞘 见有二百来人在南山口外 他们也不在意 把守山口的是金枪太保侯上英 是小号神于四境的败地 此人足智多谋 精明安恋 正在山头调拨人防守 困住一钦差 只听外面山下有信炮之声 少时 东西山口各有炮响 空谷传声 听得甚远 人声呐喊 不知有多少官兵前来攻山 湖中笑立飞虎云梯 行军踏板 望上攻山 无奈上面挥平炮子 滚木雷石 望下制打 东山口也是如此 西山口李庆龙吩咐 挑精锐之兵一百八十名 藏在树林之内 听我嚷拿贼 方可出来 这是暗号 不可有误 他带着二十人 都是面黄鸡兽之人 拿着四个灯笼 四个火把 李庆龙骑的这匹马 是浩子皮的 短腿小耳朵 大肚子 圆尾巴 一名大肚子 咕咕虎 骑上若是不叫他走 两腿一夹 他就不走 要叫他走 将腿一颗 能窜一丈宽的壕钩 今天骑上磁马 到了西山口 他也不叫他走 把首西山口的是 独角龙星号星号 一键山下来了二十多个人 还放了一声号炮 他吩咐 你等将闸板提起 待会总爷出去拿他 问个虚实 是从哪里来的 大众贼人一眼 星号星号 至山口以外 用手中鬼头刀一指 说道 你等哪里来的 快些通明 我看你这人像有病的样子 何必前来逃死 李庆龙故意小声说话 说 惠总爷 你有所不知 只因钦差一大人 在此山被困 本地支县望个村庄药人 我们是哥儿两个 我兄弟在家中务农 我是发了药子美好 赚了伤寒病了 出汗之后 又坐下一个病根 头迷眼昏 心胸胀满 气闷不通 浑身骨软金苏 游心上吊 又没有个地方去上吊 要抹脖子 手上又没有劲 叫人家杀我 人家又怕抵肠 今天赶上支县 挑乡永就钦差 我遇见这么个机会 骑了匹病马 我来到此处 费为别顾 求惠总爷 快快把我杀了就完了 一则省得活受罪 二则又给家里 挣下点工劳动 星浩星浩 一闻此言 哈哈的大笑 说你会总爷 其余你这病鬼一般见识 你回去吧 换那有能味的 有本师的钱来逃死 李庆龙说 我得与你建个高下 我才能回去 若不然 叫别人说 我私通 你等 星浩星浩说 你撒过马来 李庆龙把腿一夹 那马慢慢地往前行走 走了三步一些 两步一站 星浩星浩甚不介意 忽然见李庆龙的马 往前一窜 一到面前 轮三间两刃刀就刺 星浩星浩极甲向缓 无奈李庆龙精神大长 永历被夹 照着星浩星浩 披面一刀 星浩星浩一闪 正中尖头 身带重伤 镜子逃走 李庆龙大嚷一声 拿贼 只听树林之内 齐声喊嚷 义庸闯进西山口 一直望东杀去 两旁巨士峻岭高山 山上的鱼贼近接逃窜 李庆龙带队正走 之时 只见对面 依钦差与都司王庆 守备刘明 山东马成龙 带五百官兵迎面而来 问道 你等哪里来的相拥 李庆龙跳下征据 说 恩官大人 把总李庆龙 带本村联庄会 前来接大人驾回归 重庄兵与官兵合在一处 此时马成龙心中甚喜 一同官兵 李庆龙大众 翻身杀入山口之内 正值小号神下山 带领有七八百贼人 因他在山寨饮酒 他想 钦差等如龙中之鸟 府中之鱼 困他三两天可以拿活的 饿也把他们饿坏了 这天晚上 正吃的几杯得意的酒 听有人来报说 三山口有兵来打山口 少时又有人报 西山口失守 马会总不知去于何处 小号神器望上一冲 吩咐点兵俱众 大家同我下山 去拿这些个恶不死的贼 带七八百贼重游山上下来 望北山下一桥 剑连三桩的浩登无数 遂待大众会匪 杀入大人的大队而来 此时众官兵又急又气 竭力向前攻南山口 东山口已破 侯尚应 侯尚竭待鱼贼逃走 湖中孝等 一杀入山口 合兵一处 正是众将交锋 战鼓齐名 三军泪碎花枪鼓 争居遥想紫金陵 贼想得胜 将要立功 争辰冉冉谜宇宙中 直杀的高坡之上人头滚 低凹之处血水红 众八卦教匪四散逃走 小号神于四镜 拿着手中枪 往正东败走 方一出山口 听见后面追兵甚远 心中想要投奔四川峨眉山 正往前走 只见对面来了一人 一把手把小号神抓住 说往哪里走 于四镜方出龙潭 又入虎口 不知抓住小号神的这个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章 小号神被桌东山口 在豹英引荐唱春元 诗曰 野草鲜花遍地愁 龙争虎斗几时休 抬头吴越琴汉楚 静观梁躺进汉州 抓住于四镜的那个人 正是马孟太 他在山坡上 瞧着山口内打仗 只见小号神独自逃走 至面前 过去把他抓住 小号神用手一挡 轮叉就打 马孟太难以敌他 无奈望旁边一闪 只见贼人望下一旁 此时孟太有心不追 心中不舍 有心要追 又不是他的对手 无奈只得在后边跟着他 看贼人往哪里走 追之不远 前面有一个树林 见小号神进去 扑东的一声 少时把那叉就扔出来了 说书的 不是昨天山东马空手夺过叉来 怎么今日于四镜又有了叉了 众位 这座简子域 慢说是一杆叉 要十杆叉 八杆叉都有的 闲言少叙 孟太一见 他把叉扔出来了 他就心中疑惑 不知是什么缘故 正在狐疑之际 只听得林内说 哎呦 罢了 结了 该当我死 庞佛像小号神的声音 马孟太正在犯响 只听那边山东马与湖中笑说 贼人是往这边来了 怎么就会不见了 真是怪事 正说着 一瞧 马孟太在这里站着呢 湖中笑说 老哥 你瞧见了小号神来没有 孟太说 二位来吧 你们跟我进树林那一桥 就知道了 于四镜被我拿了 二人信以为真 说 既然被你拿住 咱们去瞧瞧去 看是如何 三人一同进去一瞧 只见树上捆着小号神于四镜 山东马说 罢了 老兄弟 有你的 你会把小号神给拿住了 马孟太说 哥哥 不是我吹 你不知道 我不爱在人前叫人家瞧着 好像我多大的本事似的 我要是拿贼不叫人看见 你们知道我的本领 这也不是望你们吹 你知道不知道 湖中笑说 老哥的本领 帝真信服你 正说着 只见从林子里面过来了一个人 说 孟太不可吹着玩 这个贼人是我拿的 我也是在旁边瞧着呢 马孟太面上带翅 不言语了 山东马道 还怕马孟太挂不住 他说 使不得 我们都是自己哥们 不可玩笑 孟太一瞧 认得是顾幻章 说 大哥 小弟就误赖兄长你的功劳 也不要紧 何必这样着急 幻章说 贤弟 猎兄的不是了 你不可在这树林之内多说 咱们拿这个小号神 去见一亲差就是了 胡忠孝把他解下来 扛着一直地扑奔大营 三人在后面跟随 此时大人带兵 早把山寨得了 于四境又没有家眷 在东山口以外老营之内 发放军粮 唯不见山东马与胡忠孝 马孟太不知哪里去了 此时天色大明 老马等三个人聚接回来 顶见大人 回名了拿小号神之事 钦差此时心中甚喜 大家先用饭 用饭之后声中军帐 吩咐把贼人带上来 中差官把于四境拉上大帐 一见大人 两旁人齐说 跪下 于四境说 你们是你皇上家的忠臣 我是我们会总爷的义士 不可如此无礼 大人一听此言 说 于四境 你既知道忠臣 亦是 你何必如此无礼作乱 你说说我听 于四境说 圣者王侯败者扣 要是我们会总爷得了江山 拿住你等也是一样 不必多说 好好的把你会总爷杀了 凌迟了 处死了 我绝不归降于你 大人说 自我太祖入官以来 省刑法 不睡脸 你等也应该早早地 知识答悟才是 为何甘做叛逆之人 所应何故 于四境说 你要问 人人都有贪心 汉高祖起身于草莽之中 后来兴汉市江山四百年 你大清国之主 在关东满洲城发祥 因吴三贵请清兵入关 替明朝打闯王李自成 后来你等就在北京登基 你也不必说先前的事 要杀要寡 任你自便 我也没有别的话说 大人吩咐带孤义市前来 换张过去给大人行礼 然后大人也就问了几句拿贼的话 孤爷就把自己在金家镇 与报应金眼雕比武 卢文龙给说和 才知是师兄了 无奈三个人在一处多谈几天 到了这里就知道 大人在山内受困 正在无可如何之际 不想湖中笑脸三庄之人 来此救大人 我心中甚喜 夜晚小号神要逃走 我想他是罪之魁 恶之手 把他拿住 比别人还好 故在东山口树林之内 把他拿住 来见大人 钦差甚喜 问明了功劳 然后请幕府师爷 专舍本入都 奏名康熙圣主老佛爷 圣主旨意下 伊礼部赏家一级 赏代双眼花铃 亲赐团龙黄马挂 马成龙这以都司后补 随同伊礼部查办黄河 马梦太生 不用守备之职 各赏家一级 胡忠孝 李庆龙 薛应龙 顾幻章来 经必见 随影兵丁 各赏给三个月前两 小号神在本地处死 在岸逃走之贼人 各处言拿救世 一干众人 拒接谢安 钦差吩咐 顾幻章等四人 入都召见 半文书就把小号神 此地处死 号令人头 然后大人起身笨黄河岸 派王庆等回位挥府去 诸事已毙 顾幻章等得了文书 带着三人 至都中部里投文 时日 带领畅春园引荐 湖中校赏赐都司 赞生通州守备 李庆龙 薛应龙赏赐守备 在京营当差 顾幻章赏赐二等侍卫 在京当差 旁边有达摩素王说 圣主龙恩 顾幻章功劳浩大 不知他有什么本领 请主子恩典 我要向他比武在唱春园 若果是真正有武艺还可 若是平常之人 不可在此充当二等侍卫 圣主慎喜 说 明日派彭彭 御亲王 看你二人比武 此日早在唱春园 达摩素王说 顾幻章 你早来了好 来 来 来 咱们比比看 是你我哪个有本事 我听人说 你在五虎庄 救驾那一段本事 如要你能够赢得了我 我必要保你高升的 顾爷说 你老人家不可与我一般见识 说吧 二人在当场交手 一来一往 不分高低上下 胜败输赢 老王爷他本来有力气 幻章是有本领 二人站够多时 幻章立在东北基角上 老王爷伸手要抓 幻章望上一窜 跳在王爷背后 说 老王爷不要与子民一般见识 王爷说 好俊本事 不愧人称赛报应 我看年岁上小 我要认你作为义子 不知你意下如何 幻章说 甚好 随即上前磕头 众随事地 去给王爷叩头道喜 第二日 奏鸣比武之事 随带领引荐 圣上见幻章先前功劳甚大 又兼能为出众 真定阵总兵出缺 命顾幻章去领平上任 幻章谢恩 请训启程的日期 住在达摩宿王府内 老王爷问 你带多少人上任 我这里好给你准备 幻章说 用一两个人就够了 随把王府中 知识人都叫江过来 挑了一个罪鬼礼遇 要了两匹马 随带上任执照 行李 对象 先叫李玉投钱起身 他自己身穿便衣 改扮相使模样 后边暗暗地跟随 这一天 李玉拉着两匹马 给王爷磕头 就先走了 出离章一门 过去卢沟桥 长新殿 来至摇瓦 见陆北有一座大殿 里面上房五间 东西配房个三间 院中有天蓬甚大 李玉拉马进殿 小二接过马去 拴在马棚之内 李玉竟在上房落座 先叫小二要酒要菜 自己吃酒等候老爷 喝了十数壶酒 上人未见老爷前来 心中甚是焦躁 只见小二进来 笑嘻嘻说 大爷 你把上房给腾出来吧 不是你吃完饭就走吗 我们东家来了 李玉说 你们东家是谁 告诉我知道 小二说 是现在保定营首辈 张忠大老爷 带同本训迁总王 有一总爷 在此揭差 等候上司 方才来的信 叫我将上房 打扫干净 预备东家坐落之处 李玉说 你叫我挪在哪里去 小二说 你挪在东乡房 李玉说 我还等我们老爷啊 不能忘东乡房挪 无论是谁 我一概不挪 正说之际 听得外面乱嚷怪叫说 你们把屋子 给腾出来没有 小二说 有一位大爷喝醉了 他不给腾 外面进来两个少年人 向李玉说 朋友 你请出去吧 我们老爷来了 李玉说 小子 我还是老爷啊 过去一脚 将那一个少年长随 踢倒了 他那个就吓得跑出走了 李玉拿绳子把这个捆上 把上身的衣服给脱下来 把它放在外面 太阳地下晒着 只见从外面进来两个老爷 头一个头戴新尾帽 无品顶带 翡翠灵官花灵 身穿酱色凝稠二则龙的单袍 并没有穿着褂子 身上戴着飘带 荷包 手巾 各样活迹俱全 足灯转底断靴 面黄微虚 细眉大眼 后边那个人身高八尺 面如重枣 两道重眉 一双虎木 身穿蓝宁绸袍子 天青褂子 六品蓝领 后边跟着五六官兵 拉着坐骑 方一进店 前头那位张老爷说道 谁把我的根人给捆上了 只见小二童那个先跑的 从西屋里出来 说 老爷 渴了不得了 上房有个醉鬼 把张鹿捆上 还放在院子里晒着 老爷请看那个醉鬼 不是在上房台阶板凳上坐着吗 张守备抬头一看 只见那李玉要站起来 身高九尺 面色黑漆 环眉大眼 身穿灰色细布单袍 足灯青布 脖底快靴 光着脑袋 手拿酒壶 在那里喝酒 又见自己跟班的 在那边太阳的捆着 身子在那里晒着直壤 手背一剑 忽然大怒 说 来人 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拿下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章 顾焕章声任真定府网友 易杀贼秘书林 是约 闲来无事不从容 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 似是嘉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话外 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 难而到此是豪雄 守备张中药将礼玉拿下 只见从外边来了一人 身躯矮小 头戴草帽 身穿贵州绸大衫 高袜云履 手拿小黄布包袱一个 年在三巡以外 双眉带袖 二母带身 进得殿内 一剑要拿礼玉 说恩呀 不可如此 张守备一回头 把眼一瞪 说 你是做什么的 放着道路不走 再次多管闲事 赶紧给我赶出去 从外进来的此人 正是新任总兵顾唤张 身穿便衣 暗自私刑到此 剑守备问他是做什么的 他才说道 我是个相免的 从此路过 剑你们打架 我来劝解 不能不管 千总王有意 一听幻章之言 说道 你进来 你给我们二人相面吧 把那跟班的放下来 咱们到上房屋里坐着 李玉剑主人来了 也不敢言语了 剑三人进了上房 他本来就醉了 在天棚底下椅子上就睡着了 到上房三人落座 幻章问 二位在哪里当差 王有意说 我们是宝定营的守备与千总 皆上司上任 乃是真定镇总兵顾大人 旺先生 你给我们二人看看相貌如何 顾幻章说 恩呀 尊驾的相貌可喜 印堂发亮 正走中年大运 三山得配 为武将 望后必要掌权 必有梁柱 将来必能官居极品 看尊驾目下气色 百日之内定要高升 王谦总听罢 说 多蒙先生台爱 我们这银武中升迁 具有一定的规矩 此时又没有出缺 我何能升千里 来吧 你再给我们这位张老爷看看 幻章一瞧章中 大吃一惊 说 恩呀 福好在 你这个相貌 双眉带煞 地阁发销 眼无守经 尊驾此时虽则为官 脸上带一般煞气 我可是直言 三天之内必有大祸临身 恐有掉头之祸 张首辈一闻此言 勃然大怒 说 你这个无礼的匹夫 竟敢以恶语伤人 王友一说 大哥 君子问货不问福 何必生气 幻章微微一笑 说 二位不可不信方才所言 幻章说 我再给你戏瞧瞧 哎呀 张老爷 我瞧错了 我看你今夜晚三更准死 张首被气往上冲 作为说 这还了得 拉下去给我快打 幻章说 要平打 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时告诉你们说吧 我就是剪子欲捉拿小号神 唱春元与神力王比武的赛报应 顾幻章就是我 二人一听 慌忙跪倒 说原来是总镇大人 卑职等未曾远迎 为求大人恕罪 幻章说 你们起来 这也不要紧 你们起来 二人在旁边站着 垂手示例 大人说 你们坐下 让智再三 方敢落座 张中吩咐看酒 少时殿中人将酒席百列齐备 张中亲自到外面烫酒 进得无来 满满给顾幻章针上一杯 说 大人神香 杯之速日求养 料想我断无声力 我这一杯酒 奉求大人一件事 家有八旬老母 杯之家中又无兄弟 倘若我死之后 求大人多多照应 幻章一听 说 倒是个孝子 我喝了你这杯酒 就是你死之后 都有我一人承管 说吧 一眼而尽 张中复又斟了一杯 说 家还有十四岁儿子 读书未成 学武未就 求大人带到任上 不识教训 给他一个微末差矢 酒后他能够养生糊口 杯之就死在酒泉之下 亦感念大人的厚恩 说着 跪江下去 大人用手扶起 说 起来 我再饮了你这杯酒 诸事都在我顾某身上 老兄不必多虑 张中又将酒壶拿起针上 言道 杯之家眷现在保定府 倘若今夜深遭不测 求大人将杯之失守着人 送回府下 恩同再造 大人接杯在手 一气而干 老兄但请放心 不必多嘱咐 换张说吧此话 觉着头晕眼黑 天地乱转 头重脚轻 坐立不住 栽倒栽地 气壁过去 不省人事 张中一见 哈哈大笑 吩咐伙伙计将店门关上 正是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教王有意 趁着礼遇他睡觉 将他捆上 王有意捆好了礼遇 口内赛上歇个沾棉 然后又来到屋内 叫道 大哥 咱们将那两个人都已捆上 我到此时不明白 你是怎么用酒会 把他两个拿住了 张中说 贤弟 你有所不知 我当年做过旁个庄的靶总 阴脚贼店 得了一包麻药 我留在身边 今天你我在此相遇仇敌 雇用麻药将他麻倒 原来张中是永平府府宁县人士 兴武出身 出任南路厅把总被撤 他又投在保定府邪标当差 那时他就归了八卦教了 教中人给他用银子走动门路 他方生本训的守备了 与王有意是把兄弟哥俩常在一处谈心说话 情投意合 言语对劲 他劝王有意归顺八卦教 王有意也不知八卦教是如何的好处 就跟他入了八卦教了 后来入了教一年有余 方知道他们乃是邪教 不是正当 有心要退出来 无奈又在他手下当差 不好脱身 今天他二人是奉他都会总的白牌 前来捉拿顾幻章 与小号神报仇 今天用麻药将顾幻章拿住 用被窝将他二人包好 后至夜晚起身 一则恐走漏消息 二来白日眼目众多 二人落座吃酒 吩咐将礼御所拉支马套上一辆车 连顾幻章主婆二人物件等具都装在车上 一干众人心中甚喜 后至日落 大家起身 处理了何家旺 行至三更十分 正是浩月当空 前面有一树林 甚是幽静 大家起说 咱们这里歇息歇息再走 张忠等拒接下马 众人口渴 想要喝水 见东南上有一菜园子 众人前去寻景喝水 就剩下张 王二人再次看守 听得前面村庄正交三谷 张忠一想 他给我项面 说我今夜必死 现在天至三更 我不如把他杀了 以劫我凶中之恨 说吧 走至车前 游被内将顾幻章拉了出来 举手中刀 照着顾幻章搏梗 只听歌叉一声 红光崩溅 鲜血直流 故路巴搭 人头落地 死尸栽倒于车下 不知顾幻章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章 红胡子戏耍 顾幻章神力王调兵 搅邪教 诗曰 人生名誉最为先 过眼浮云四溅川 苦续起皆因自惹 愁怀为望故人脸 关心花酒将十载 留意诗书指六年 堪愧云窗荒待久 齿江礼句血鸾间 贼人照定顾幻章一刀 顾幻章并未曾死 这是如何 列位有所不知 说书的一个嘴 写书的一支笔 难表两件事 何为两件事 一个被杀的未曾死 杀人的捣死了 岂不是两件事 阴章中举刀要杀顾幻章 网友意在身后一瞧 说 原来他们八卦教的人 皆非正道 皆是叛逆的贼人 又要做逆里无君之事 我要跟他们终必受贼人之连来 想我当初 不知八卦教是如何的好处 原来都是邪教 会肥引恶扬善 狂哄愚于人 我何不把这叛国贱人杀了 改邪归正 想吧 抡刀就往下跺 咳擦一声 张中人头落地 死尸栽倒 王友意又把被窝拉下来 把顾爷主仆二人放开 拿刀等候着众余党 只听跟班的张璐直嚷说 慢慢的 不用忙 我去问老爷 喝凉水不喝 方才走到王友意面前 王友意一轮刀 刻擦一刀 也就把贼人砍倒 后面那些个贼众 不知为何 大家其说 老爷 为什么把张璐杀了 他并去犯法 王老爷说 我本是大清国直官 无故跟着张中 在邪教瞎混了一年 实事可恨 我今天改邪归正 杀死张中主婆 你等也就趁此去吧 不必前来逃死 众人一哄而散 王友意才用凉水 把顾爷解过来 然后又把李玉 也就叫着醒过来 把马拉过去 说大人上马 连大人的东西 都给搁在马上 然后说明了这一段事 顾幻章如梦方醒 才问王友意 天地会是何人所兴 供奉什么人为主 你说说教中的规矩 我听听 王友意说 我入教年前 在先诸是不知道 后来我听张中他说 当初有一个碧道城 他在江西太极观 得受一人传授的天书三卷 一卷名 宝露天章 上面是吞丹炼气 二卷名 总通万法 上面据是符咒 点石成金 趋腰竹血 三卷名 王府齐揽 上面是长生不老 延年益寿的妙法 各种的起死回生的妙药 常常以看病为名 因此把这会中人越聚越多 连年以来 在天下各省 苏松 长镇 卢凤 淮阳 福建 三江 四川 两广 湖南 湖北 云贵 直立 山东 山西 关东口外 陕 丹 梁州 宁夏等处 具有他们天地会的公所之地 各村庄镇店 以及周城府县 此会中人太多 不可圣计 我所说的 无非是大概 我也不知确实 为首当十利教之人 在四川峨眉山通天堡林关里面 招军买马 聚草屯粮 山下有六十四座围子的银盘 三 六 九日看操演镇 不许咱们大清国之人进他那里面去 如要他们会中之人 思同大清国的官长 知道犯了他们的规矩 就是粉身碎骨 逃坟灭族 我是反教归正 求大人多多的护辟 顾唤章说 恩公是我的救命的恩人 我必不负你之心 顾爷说 李玉 咱们这个任也不去了 功名是小 国家安危是大 我自去访访 若果是真 那是我必要替国家灭此叛贼 说吧 吩咐李玉 先把那两个死尸埋了 然后带王友义去 赞回神力王府 我去私访此事 顾爷方要走 听得树上一响 飞身跳下一人 说 好一个王友义 天地会大势机关 桑桑在你的手内 你往哪里走 我来也 幻章一瞧 见此人身躯高大 气势雄伟 轻仇子手绢包头 身穿轻仇子裤挂 脖底靴子 面如晚霞 手拿金背刀 说 顾幻章等 往哪里逃走 来 来 惠总爷 结果你的性命 举进背刀 就是一刀 幻章说 小背不可无礼 带我来 温暖把刀相迎 二人动手 王友义要过来帮助 幻章说 你们两个去吧 我拿住他就走 二人战够多时 不分胜败输赢 只见那个人就望南跑 幻章后边就追 那人一直望正南去了 王友义也就不敢追了 一同回归王府去了 单表顾幻章追赶下去 追了有二十多里地 他道路生也未追上 方剑道旁 东边有一座庙 座北朝南 三个山门 上写三清关三字 月色西斜 有点口渴 来至庙门手 他想要叫门 一想黑夜多有不便 翻身上墙 只见里面大殿里头 搁着一张八仙桌 北边放着一把椅子 两边有两条板凳 板凳上坐着两个小道童 聚接年在十六七岁 坐在那里说话 顾爷一见 跳下墙到了院内 说 二位道友 还未睡觉吗 两个童儿说 为什么跳墙过来 所应何故 你是做什么的 换章说 我是过路之人 夜晚赶路 口渴舌干 求二位道友 来赏一杯茶吃 说着 坐在那椅子上 那两个道童说 朋友 你这就不是了 黑夜之间求水火 是为川鱼之道也 你是做什么的 换章说 我也是一个火炬道士 在家修真养性 那个道童进内 去不多时 只见从西房内出来一个人 拿着茶壶茶碗搁在桌上 换章说 道兄 庙中几位 那个黄灭墓地道童说 我们庙内 师徒爷们七个 我弟兄六个 我叫月亭 那个叫月应 三个月来 四个月了 五个月就 六个月弄 我们这六个字是 挺应来了 就弄 顾爷用眼一瞧他 说 你这出家人可好 一说话就出此 匪言匿语 你说说我听听 这出家人 讲究修真养性的 不准出此 不知事物之言 那个道童说 道友不可生气 出家人养性 有人相犯 都不准望人家 一般见识 你知道了 顾爷一想 说 好 喝了一碗茶 把碗往地下一扔 说 可不必生气 出家人 修真养性 说吧 又将那个茶壶 往地下一摔 摔得粉碎 幻章说 你别生气 出家人养性为本 那个童儿说 你别装着完了 摔了我们的茶壶 你还说别生气 你有多大本领 咱们过过手 今天你能赢了我 我便信服你 说着 劈面一拳 照着他面门打来 幻章用拳相迎 二人在一处打够多时 幻章心中想到 此人必受料高明的传授 若不然 拳脚这样精通 正想之际 旁边那个童儿说 师兄 你歇歇 我来与他较量较量 那个过来动手多时 一夜也甚可以 旁边一个童儿说 小辈 你不可无礼 我来也 又过来一个童儿 方要动手 只听得西屋里大声说 顾幻章 不可与我徒弟动手 我来与你较量高低上下 胜败输赢 帘子一响 窜出一个人来 幻章睁眼一看 就是他方才追赶的那个人 手使金被刀 照幻章砍来 幻章极甲相迎 两口刀上下纷飞 占有三克之酒 那人闪在一旁 说顾幻章 无愧人称赛报应 我久闻大名 未能会面 白天 你我由卢沟桥 一处行走 去摇洼 你进那座殿内去了 我只是天地会八卦教的人 在那里等候于你 我料想他白昼不敢杀你 我在一旁哨探 至天黑夜晚 见一众贼人出殿 我在暗中跟随 三更十分 到了密松林 我在树上观看 我本有心要救你 不想亡有意将贼人杀死 你二人在那里谈心 我故以言语相细 将你引到此处 我故叫徒弟试试 你的本领如何 刚才你我一交手 就知尊驾能耐出众 武艺超群 我有极大一场 功名富贵送给于你 说吧 叫徒弟把西屋的灯 给点着了 说 请到屋内落座 喝酒再续 幻章随同那人 进西乡房屋内 西墙放八仙桌一张 一边搁着一把椅子 墙上挂着一张条山画 画的是岭上姑松 配着对联一副 写的是 斗士堪留知己 悲茶尽可谈心 桌上点着一盏辣灯 幻章说 咱们两个人说了半天的话 我还没有问你贵姓 那人说 你先坐下 咱们俩喝着酒 我再告诉你 只见徒弟将酒菜摆上 二人落座吃酒 幻章父又开言问道 吴兄高姓大名 此时可以见教 告诉我吧 那人手举酒杯 要说姓名 不知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章马节 谢姬天地会幻章 私访卢沟桥桥 是约满城风雨 寄门秋 五百年来赶旧游 偶与蓬莱仙子御 相携遍上九家楼 那位英雄言道 我乃是天津卫 苍州人士 姓马 明杰 别号人称红胡子 我有一个败兄 名叫大刀 韩成功 在北五省 人皆称 我们为苍州双侠 因我的朋友 被暗死去 那时我正在四川 闻此凶信 五内皆崩 回到苍州 到拜兄坟上祭扫 痛哭一场 有人在本处居住 又怕北五省 陆林弟兄 有事常来寻找 故此隐居在庙内 八卦教旅有书信前来 请我入会 奉我为一字并奸王 我早晚打算入川 探望贼人大事如何 若果是大 我身在天地会 心在大清国 名顺贼人 暗体国家出力 等待大兵争搅之时 我那是自有道理 今天相见 真是三生有幸 一欲结为金兰 不知尊义如何 幻章一文此言 心中甚喜 言道既蒙兄台见爱 小弟无不乐从 说吧 马杰教童儿 把香案摆其背 二人叩头以臂 马杰为兄 幻章为弟 重复入座饮酒 说贤弟 卢沟桥有一座天赐殿 殿内前后有五层大房 那是直立巡抚 无连锁开的 那里就为事 住星号星号 列位 直立从先定顶之时 乃是巡抚缺 至嘉庆年间 方改总督 此处可不是说书的说错了 先言少叙 再说 他那里殿中所有的人 巨是会匪 连无连也是八卦教 他是会中的中永王 教中都称呼他为 中永都会总 他从坐支县之时 就是八卦教了 他是叛逆总头目 八路都会总无恩的兄弟 才智过人 专好收揽英雄 你要将这星号星号知识 访明白了 回头奏鸣圣上 一则为国出力 先断贼人的余党 二则功劳浩大 圣上必要重加封赐 你这么样可不成 改办一个买卖客商 放好钱去 别的买卖怕你说漏了 你就办做一个卖人参的就是 我这南乌子里有两箱子人参 也有八山的货 也有老山的货 用纸小箱子呈上 你就说你由齐州庙上回来 要上兜中餐具去卖 那时必然相信 你就在那店中装病 就说后边还有车辆 夜晚出去 在暗中查访 如将此事访明 再走不迟 幻章一听 心中甚喜 说若果如是 我真敢念兄台的好处 二人吃酒 天已大量 幻章收拾齐备 背上餐香 辞别马节 起身往卢沟桥前去 天之四正 来至卢沟桥天赐殿门守 见里面房屋甚多 头层院内 马棚草道俱全 幻章进殿就让说 吴雅 我要住店 从里面出来一个小二 年有二十多岁 身穿半截蓝布衫 白袜青鞋 淡黄脸面 笑嘻嘻地说 客人 我们这店不住孤行客 里边没有闲房 幻章说道 我不是孤行客 我是卖人参的客人 你赶紧给我找房 随后车辆就到 小二说 同我到上房去住 幻章随到上房 屋中甚是干净 落座要净面水 洗把吃茶 小二摆上四碟点心 幻章说 我不吃点心 快给我烫酒摆饭吧 我在路上还没有吃早饭呢 小二去不多时 擦抹桌案 暖酒摆来 冷昏热炒 干鲜国品 应食菜书 摆裂满桌 又送过两壶莲花白酒 幻章吃得十分高兴 问 小二 你姓什么 小二言道 我姓侯 排行在六 在这里店内讨堂 我家就在这里 我的母亲老病复发 买你点人餐质温补病 行不行 幻章说 不要紧 我送你一只老山参就是 我量你也买不起 我再告诉你 吃餐的方法 用一个小瓷干 放在开水之内煮着 等待两克功夫 蒸透到处再喝 说吧 遂在乡内 取出一只极好的老山参 交于小二 小二道谢已毙 幻章吃罢饭 天色已晚 又因昨夜不曾睡觉 遂合一而卧 睡至出谷方醒 喝了两碗茶 又要了点心吃下 至二更时分 大家聚意安歇 收拾妥当 换了夜行依靠 厨房各处寻访 新号新号消息 只找到五谷 并无头绪 无奈回归上房睡觉 天亮拖延有病 仍然不走 一连五天 这一日晚上 小二侯溜进来说 客人 今天晚上需要早早睡觉 不可出门 今晚我们店中有事 不可出去 你就睡觉就是了 幻章一言说 是了 天色已晚 自己把灯吹了 说 我睡了 小二甚是放心 幻章在窗孔偷看 天有二更时分 只听外面马蹄声轩 有人扣门之声 有几个人出去开门 说 哪位来叫门 外面说 三职汇总与分寻汇总 逍遥汇总 太平汇总 前来查看新号新号制工程 众人把门开放 少时 有两个灯笼在先 后面有两个年迈之人 头一个戴三角白铃金 银墨鹅 二龙豆宝 蓝筹剑袖 沾底肩靴 腰脊 凉带 面皮微白 眼口胡须 后面还有一个人 也是头戴三角白铃金 金墨鹅 银灰明筹单袍 脖底靴子 并插白鹅领 后面还有两个少年 一个穿着羊绸大衫 年约二十多岁 脖底快靴 一个年约三十上下 身穿蓝春绸大衫 脖底抓地虎快靴 面如白玉 纯若屠珠 五短身材 共是四个汇总 头一个是老龙神散直汇总马凤山 第二个分寻汇总人山 逍遥汇总张宝人 太平汇总人凤娇 带着十六个惠中之人 来查验星号星号工程 众贼人见里面 垫门已关 人山说 猴六 你去把三层上 房屋内地板开开 少使我等去观看 只见猴六 入第三层院中去 顾爷看够多时 暗中就把后窗户开开 拉到上房 从窗户中窜出去 翻身窜在上房一瞧 又望院中一看 见猴六手提灯笼 扑奔后面 至三层院中 又见他把锁开开进去 幻章在暗中一瞧 只见他把灯笼放在地下 用手 把地下的方砖起下来 一连起五十三块方砖 又把地板一翻 只听歌一声 将板提起来 又打灯笼出来 至前院中去 幻章从房上下来 进的上房屋中 来在地板临近 顺着梯儿一瞪一瞪而下去了 约有三四丈深 这底下 自己把火一晃 照了照 一直望东 都是平川之地 还有好些个竹竿 正在观看之际 只听得外面梯子声响 灯光闪闪 幻章忙往楼梯背后一蹲 也不言语 只见那四位惠总 一起带领着众人 望里面来了 各处去瞧瞧 也有星号星号 也有铁炮 也有房屋 只听的那个说 老惠总 你看看成不成 那个说 好 你等大家捅我上去吧 我必有宝举就是 众人其说好 遂望上去 幻章从楼梯后面也要上去 只听板子一响 早已盖上了 幻章想要出来 是比登天费事 不知故爷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章 叛国贼奉旨 焦布逊白江军兵定孽龙沟 十月 一声爱说是未偏 不读诗书不中田 山水悠游身外事 烟霞笑傲醒中天 浮生做梦空成梦 举世无缘亦是缘 口谈金谷为夜事 光阴虚度失余年 顾大人被他等用地板盖上 也不能出去 无可如何 自己想到 说是生有处 死有地 今天活该 我死于此地 大概是不能活的了 正在发愁 无可如何之际 只听的板子一响 幻章望上一窜 上面马杰说 贤弟 我日夜惦念于你 怕你再次受困 故此天天夜间我前来 今日甚巧 你我弟兄先走到外面 无人知处再说吧 二人来至殿外 红胡子 马杰等二人 蹲在地下 说贤弟 你不可再次久待 今天你 急速入都见驾 奏明圣主 请只拿直立巡抚入都 审问天地会之事 请只派兵前来 卢沟桥天赐殿 拿货贼人 投挖星号星号 你这是一件大功劳 猎兄就要入川去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他年相见 再做道理 说吧 二人分手 幻章入都 先见神力老王爷 回名直立巡抚乌连 在卢沟桥 设造星号星号 安心谋反 自己私访 在鲁拿贼之事 李玉 王有义过来给顾幻章请了安 回名了分手之后 把张中 张禄两个贼人的尸身 埋在岛旁沟内 幻章说 也不必管他就是 神力王带顾幻章见驾 老王爷奏明了圣上 康熙爷降旨 派神力王调经营的官兵 去拿货天赐殿一杆贼人 连查访星号星号 王爷带兵去到卢沟桥天赐殿 并不见有一人 派兵把殿围上 刨星号星号 刨出好些星号星号 竹杆子 将房拆毁 回京奏明圣上 康熙爷传指 拿直立巡抚入都 交刑部革职 严刑审讯 派顾幻章 在刑部衙门制队无连 那日奉旨缴拿无连 到刑部细细审讯 派的问官是 文学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总裁彭中堂 吏部尚书 督察院总县田文中满汉四名御史与大理四清明安 刑部尚书杜光耀 共事八堂 言行训问 吴连并不承认 他说 身受国恩官居投品 为封疆之臣 我岂能深入邪教 我与顾幻章速日有仇 求众位大人明鉴 不可听他一片之言 又问顾幻章说 你既出手告吾大人 你怎么知道他是天地会 你说说 顾幻章说 大人要问 神力王爷在卢沟瞧搅了贼殿 里面又搅出星号星号等对象 乃是职员在他那殿内目睹真实 才能出手 众位大人用心考我们俩就是 吴连说 众位大人 他是五夫可以受的助行 犯官时 不能与他比 求众位大人圣名 问了一天 也没有口供 散堂 把二人收客 如是问了十数余天 圣主下了一道商欲催问 无奈二人拒无口供 这一日 奉旨出征叛贼的白大将军 跑红旗的折子 入兜奏明圣上 兵破了聂龙沟 拿获留贼肚双印 伤重身死 得了贼人宝刀一口 进献圣上 与贼窜入福建化石岭 随后进兵追赶 圣主大家封赏 宝刀入库 传指 派白国瞻悟要将贼人扑灭 又派查黄河钦差一礼部 提调参赞军务 一大人自简子玉诸氏办完 都司王庆等谢恩 辞别了钦差走了 一大人先将和丁交县入狱看管 自已把诸氏完了 方要启程 这日接到圣主的旨意 派下来打化石岭提调官 遂待二马先起身 智化石岭 早见将军的先锋官金马统领邓中邓大人的队 在此安营 一大人先建了邓总阵 然后白大将军也就到了 一礼部帝首本参见大将军 将军慎喜 说 兄台 你我都是朝廷的命官 又是街坊 何必如此多礼 本帅听人传言 说大人处有两个能人 巨都姓马 一名山东马成龙 一名兽马孟太 不知此二人 哪个是武艺出众之人 大人说 老帅 要说眼里灵便 平常的拳脚 马孟太来的熟练 若要讲林敌无惧 永贯三军之人 胆大利勇 还是马成龙 大将军吩咐 来人 把马成龙叫进来 只听到外面有人搭言说 是 进来一人 头上未戴着官帽 身穿蓝布大褂 高腰袜子 青布山东鞋 身高八尺 面如紫玉 粗眉大眼 平顶短相 在下面给将军请安 说 卑职马成龙 给将军请安 老帅一瞧 口中说 你这个山东人 是干什么的 马成龙说 都司马成龙参见将军 白大帅说 你既然是都司 为何不穿官衣 马成龙说 我没有官衣 求将军见荣 老将军说 你会使什么兵刃 成龙说 使大脑带刀一口 说吧 出去取来 请将军过目 老将军一瞧 原来是一口挖刀 又叫马孟太进来 外面搭言说 是 致大帐 给老帅磕头请安 将军一瞧 见他身高八尺 面皮透黄 瘦眉金睛 头戴新尾帽 高提梁翡翠领馆 身穿新宁绸单袍 外照红青马褂 脖底靴子 将军说 你是马孟太 使什么兵刃 兽马说 我使的是短把刀 比血绝 将军吩咐 马成龙与马孟太 你二人在外面 演平生锁链的武艺 山东马本 不会什么拳脚 只听马孟太说 我先打一趟拳 下去在帐外当中一战 怎见得 有赞违症 罗汉拳 战当场 一身绕不成钢墙 拂虎式 按里藏 反背锤 把人伤 鸳鸯角 最难防 连珠炮 神鬼忙 担奉掩耳 顺手牵羊 练完了 气不涌出 面不改色 在当中一战 又练了一趟 在旁边一战 将军叫成龙练 山东马一瞧 不练不成 还得废话 瞎练一回 把身在当中一战 说 我要练了 把腿一抬 打了一个飞脚 往前走了四五步 又打了一个旋风脚 往前走了几步 又打了一个飞脚 完了 来至将军面前 说 都司马成龙练完了 老将军气的面目改色 问 此拳何名 成龙说 嘎嘎拳 又问 还会练什么 山东马又把袜刀 瞎练了一回 又至将军面前 说 我练了一回六花刀 老将军说 你这个刀法 拳脚 巨是胡闹 我这营内用你不着 把它给我赶出去吧 又赏了马孟泰 一个四喜的班纸 又赏了一个跟头搭连 一把小刀子 火连 赏了一桌酒席 马孟泰也下去 来到一大人住的大帐房 一旁有东西 两个小帐房 见山东马把行李收拾好了 忘大家说话呢 有几个跟一亲差的下人说 马大老爷 你是怎么了 山东马在那里喝着酒 说 我被白大将军 把我给轰出来了 我怎么有脸在此处了 等这一大人来了之时 他要是念起旧日的好处 给我挤两银子 我回到北京城去 卖一面拨拨就完了 正说之际 听得那边有好几个 跟老将军的差官 与马孟泰在那里说闲话 又只见孟泰笑嘻嘻的手内 托着将军赏的那几样玩物 望那位哈大老爷说 哈大哥 你瞧瞧 将军赏我的这几样东西 哈老爷说 好 又给那位一瞧 说 英大哥 你瞧瞧 将军赏我的东西 又给那位瞧瞧 如是者 在那边站着都给瞧瞧 来在山东马的面前 说 马大哥 你瞧瞧 马成龙说 我早已就知道 你这个瓶就没完了 又是将军赏你的东西 酒席 对不对 正说之际 见那边有两个兵 抬着一桌席给送了来 摆在帐房之内 说 大人在大仗与将军那里吃酒 议论军机大事 你们众位用饭吧 马蒙太说 大哥来吧 咱们喝酒吧 别生气了 大人下来定有道理 二人入座吃酒 山东马 唯有拿酒浅闷 方吃完了 只见钦差过来了 先把成龙叫进大仗 说 你不可任性 暂且跟着我 等着明天要出兵之时 与贼人打仗 有功劳 先叫人家重人力 如果是贼人真勇 将军仗下重将所不能赢贼了 连马蒙太都算着 那时我在将军跟前一说 要是你出去成功 把贼人若是拿住 或是打死 我也就可以在将军台前说话了 除此 并无第二个主意 山东马说 谢过大人 一大人说 你们下去歇歇去吧 一夜无话 此日天明 听得大仗之内 发动点炮 将军的大营 有四五十座 十万精兵 今日调了 有二成队 请一亲拆一桶兵法 划十领 只见棋配招展 后代飘扬 少时 二马跟大人马后 随同大队望西 奔化石岭 只见那座山口 坐西向东 南边山坡上 有九节独龙炮两个 北山坡上 也有独龙炮两个 两杆白八卦旗 上面有无数的贼兵 各执枪刀 山口有木板闸住 将军在正东方 传令驻队 只听得画石岭山口内 三声炮响 木闸一开 自里边出来了 无数的贼兵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章 侯启龙连败七江山东马醉破飞刀 此月 玉碧姬寒二字 当思秦简为先 秦能创业简能传 秦简传家求远 秦乃修身之本 简为致富之源 克勤克简有余钱 免受他人倾鉴 白大将军在画石岭东山口外列队 重带兵关将人等 聚在两旁势力 稍时 贼队自删里面出来 大骑在当中 是由林子做成 上写飞刀正印会总侯 前面是先锋黄面太岁蒋方 左边是神机会总章 右边是复印会总马 侯上英 侯上杰 聚在两旁站立 为首的骑着一匹青色马 头戴三角白铃金 身穿粉段子征衣 脖底靴子 并边上双叉白鹅铃 金墨鹅 二龙豆宝 背后带着十二口柳叶飞刀 又名叫飙刀 巨是三尖两刃 把上拴着红丑紫条 又有结把鬼头刀一口 在那里手中拿着 甚是威风 把坐下马一催 来至在两军阵前 说 清国兵将 不必如此坐威 不服我 哪个有能耐的过来 分个高低 又见里面出来一个白面貌的说 神机会总在此 你们哪个前来 飞刀会总侯启龙说 你先在后面去 有猎凶在此 可以敌了贼人 正说之际 老将军派前营副将李德英 前去与飞刀侯会总动手 李大人是当初跟着神力王爷 争过大金川 小金川 争过云南 智勇双全 由战兵出去的 自己得了一个副将 在直立山海协任上 奉调代本步兵 随老将军缴贼 今天一瞧 就讨会说 本将愿望 一拍坐下马 宁枪出了本队 大声喊嚷说 盼你贼人 认得我神力将李德英的厉害吗 催马制阵前 大嚷一声 宁枪直取侯启龙 旁边过来的蒋方说 小辈不可无礼 我来也 拉着手中棍支阵前 举棍就打 李大人用枪相迎 二人站上四五个回合 蒋方一棍落空 被李德英一枪刺于马下 怒恼的飞刀会总侯启龙 收拾姐把刀 前来助阵 一见李德英刺刺蒋方 拉背后飞刀 冷不防 照着李大人 就是一飞刀 只听一声响 李大人坠马身亡 为国尽忠 死在沙场之上 白大帅又派后营手 被周震出去 也被飞刀砍死 如是者 一连六阵 阵亡了六元战将 唯有马蒙太在那里说 列位老哥哥们 不是我姓马的说句大话 我今天把你们这几位 先贡得高高的 就凭这么一个贼 会赢不了他 真也是怪事 来 来 我先去讨令去 正说之际 听得大将军 传马蒙太出去拿贼 本来马爷是望 这一众武将军 官吹着玩 听见将军真叫他出去 自已先就怕了 无奈过去给将军请了安 说 守备马蒙太伺候大帅 老将军说 也罢 你就出去拿贼 如得胜拿货猴起龙 本帅定有重赏 兽马不敢为令 拉刀出阵 只见那边吼起龙 洋洋得意 说 那边过来的马蒙太 休要逃死 我飞刀会总在此 蒙太离贼人不远 还是把烟火掏出来 把刀一夹 摇闪晃脑 甚是得意 说 小子 你记得我吗 老太爷前来拿你 自通明信 飞刀会总抡刀过来动手 几个照面 被吼起龙翼飞刀 把他头上皮削去一块 孟太败回阵来 白大将军甚是着急 十分焦躁 一亲拆在一旁说 好一个胆大贼人 马成龙 你出去拿他就是 山东马一听 从马后出来 见老将军失礼说 卑职钱去拿这个贼人就是 老将军说 有本帅能争贯战之人 尚不能胜贼 何况是你 成龙说 如不胜贼 甘当军法 将军说 好 你就前去 山东马拉瓦刀 出离了本队 直扑贼人而来 侯起龙一瞧 正要问他姓甚名谁 只听本队中明金之声 连盲归队查问说 哪个明金 神机会总章说 小地方才见兄长连胜 轻盈己阵 又见出来了一个山东马 此人一夜绝伦 地恐兄长立剑 受他人之算 地要替兄前去 拿这个姓马的去 飞刀会总说 贤弟 与猎兄略阵 我正杀的得意之间 等我拿了这个山东马 再做道理 说吧 回身直扑两军 振前而来 早见马成龙在那里手拿着袜刀 面向正希 在那里等候 飞刀会总一剑 甚是有气 用截把刀一指 说 小子 你不可这样无礼 你就是那灵敌无惧 永贯三军的马成龙吗 大英雄答应说 我正是马成龙 你就是飞刀会总吗 我来拿你 说吧 二人交手 侯启龙本来武艺超群 抡刀就砍 马成龙极驾向患 二人在战场之上正杀的高兴 只听白老将军在队内连声说 好 你等快给勒鼓助阵 鼓励勒动花枪鼓 在那里驻威 山东马正在得意之时 又见贼人把手一扬 一飞刀直奔成龙咽喉而来 山东马大嚷一声 说 好家伙 那飞刀落在旧地 又是第二口刀照着前胸刺来 山东马又一嚷 那刀又坠落余地 三口刀飞来 照着腿舵来 成龙也就闪开了 书中先说飞刀会总厚启龙的飞刀 百发百中 为什么他又被马成龙闪开 能争贯战的英雄 尚不能赢贼 马成龙又不会窜高跳远 就是力气大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中有个缘故 要是山东马他头一个出来动手 他也得死在侯启龙之手 今天他在钦差大人的马后那里 看了半天 他见飞刀会总那飞刀出来 一把在上路的头上面门 咽喉 再不然 就是前胸 肚腹下 三路就是在腿上 他自己早已说 我使的是一把袜刀 长有三尺二寸 刀头宽有六寸 长九寸 他的飞刀一来 照着我支面门一来 我用袜刀一迎 那时我就挡过去了 他的飞刀照着肚腹一来 我把袜刀望下一尘 巡尸就把他飞刀挡开了 往下腿上来 我一窜就闪开了 因此他出来在这里动起手来 头一飞刀 用袜刀在面门上一迎 就闪开了 第二刀也照样闪开 第三飞刀也就把腿望上一窜 闪开了 此时飞刀汇总侯启龙 心中甚是着急 无奈又与山东马动手 二人大战多时 不分高低上下 胜败输赢 飞刀汇总甚是着急 又用飞刀望着山东马腰中一扔 只听歌叉一声 正中腰上 山东马成龙就翻身栽倒在地 侯启龙心中甚喜 在那边站着 洋洋得意 说小贝 你今天往哪里去 我来杀你 这无理的匹夫 说吧 往前一窜 方要抡刀砍马成龙 只听身背后有人说 飞刀汇总侯大哥 你别杀他 让我结果他的性命就是了 飞也四来了一位神机汇总 要救成龙的性命 不知来到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章 张广泰醉入沟兰院 韩红玉俊木之英雄 十月 体字风流太自焦 桃花如面柳如腰 看来何处曾相识 家住扬州念四桥 花气芬芳月色龙 销魂十剑最炎红 平生多少伤心事 都赴琵琶一曲中 从贼队中出来一人 内有一段隐情 顺天府东路厅 武清县和习物 有一人姓张 明德玉 做梁行生理 熟读外科 乐善治病 先次娶妻赵氏 生下一子 名叫张广炬 赵氏故去 寄取姚氏 为人贤惠 知三从 小四德 明七真 懂九烈 多读圣贤书 广揽女传 自进门以来 操持中愧 家业日行 既是连生二子 四名广才 三名广泰 这一日 张德玉 从外面带了一个 相面的来到家中 给他那三个孩相面 相识姓刘 外号人称刘铁嘴 善观气色 能小吉凶 进的门来 先给张广炬看相 刘先生说道 你可别挠 我看向是直言无隐 德玉说道 先生有话 请讲无防 刘铁嘴说 观此人二目犯相 骨肉无情 多存厚道才好 二令狼广才平常 相貌无奇 索克敬者 三世兄广泰 五官出众 貌品貌超群 久以后 必要官居极品 位列三台 显达云城 定非池中之物 德玉说 先生过奖 幼子吃鱼 多蒙先生 抬爱 送上相金 刘先生 辞别而去 这一年 广泰十三 正在学中读书 家人来报 老东人病体沉重 请三爷急速归家 广泰一闻此言 心中甚惊 赶紧来至家中 到前一看 只见众人聚在此处环礼 他父亲言道 我平生在河西屋 开了广聚良殿一个 是你兄广聚照料 家有良田树请 是你二哥广才照应 他二人聚已成家 你两个嫂嫂 聚皆贤淑 唯有你年幼 尚未受试 我死之后 好好读书 以图上进 纵在九泉之下 我也明目 说吧 弃绝身亡 众人放声大哭 广泰悲痛过肾 哀哀欲绝 大家开调办理丧事 诸事已毙 广泰自他父亲死后 不好读书 为好琵琶思弦 专习外务 不学上进 校服已满 在外面时常走局 呼朋引泪 把兄弟拜了歌三个 大业李贵 是本街上一个斗行的经纪 二爷邹中 是武清县的状头 二人家中聚接小康 与广泰三人 结为异姓弟兄 广泰年至十六 有一个嫖友 姓康 明成 排行再久 乃是风月场中 第一能手 这一日 同广泰在一处走局 散后相约吃饭 二人一起相投 喝得十分高兴 谈来谈去 康城说 贤弟 于兄要请杯茶 你可肯去 广泰说 到哪里去 康城说 离此不远 有一个下处四美堂 新来了下车的 名叫赛亚仙 又叫白牡丹 闻听声的十分美貌 你我不免前去打个茶围 前去看看 不知尊义如何 张三爷本来是喝了有几中酒 有点醉了 随根康也 二人 一同至北后接路北 见有一清几门楼 挂着一个大灯笼 上有三个大字 四美堂 门上有对子一连 写的是 堂前栽种相思树 池内常开病地连 二人进门 门房嚷 乔客 三爷不知何事 见二门一看 平门四闪齐开 院内开放各种十样鲜花 天棚高大 阵阵升凉 上房五间 前出廊 后出下 窗户上 糊着粉红色的芙蓉罗 配着绿沙格子 十分好看 东西厢房 甚是洁净 只见出来一个大的说 二位老爷这里坐 广泰文生一看 见那人年有三十以内 头书马尾转 焦黄首饰 头发漆黑透亮 身穿半大浅蓝沙布挂 金连约在四寸 手打连笼 戴笑望里 让座 二人进屋落座 一看屋内摆设 甚是优雅 东墙摆着花梨云片 岸上有盆景两个 座中一架 窗下八仙桌一张 摆着文房四宝俱全 配着两把太师椅 扑着竹 北墙有藤一张 垂着芙蓉沙的杖子 竹膝两枕 并有香牛皮夹背 墙上挂著名人字画 唐伯虎的横批是汉宫春晓 两边配着泥金对联 燕志芳心仪自警 云蓉月貌未谁言 乃是郭上仙所说 屋内插着夜来香树枝 障眼垂着两个鲜花花篮 二人观看一臂 老妈端进茶来 说 康九爷少见贺 这位老爷贵姓 广太把脸一红 说 姓张 康九爷说 叫他们前来见见 老妈闻听 高嚷 见客 只听外面笑语之声 先连进来粉白带绿树人 怎见得 有赞为证 只闻香风阵阵 行动百眉千交 瞧比丹京南画苗 周身上下堆壳 身穿阑山可体 金柴青龙鬓烧 垂金小扇手中摇 粉面香塞带笑 近来说 九爷来了 这位大爷贵姓 广太把脸为红 说 姓张 众美琪说 大爷照应点 见罢 拒接出去 随后内老板进来 与康城说话 说 九爷来了 有茶了 广太一瞧 这个内老板 年有三十以外 甚是齐整 怎见得 有诗为证 云并半片飞凤鞘 耳环霜坠宝珠牌 明粉味诗游自美 风流还带少年财 说 九爷 这位贵姓 广太说 姓张 康城又言 这就是广聚良店的 三少东张三爷 那老板说 那阵风把你刮来了 老没有我们这里来过啊 康九爷说 我们听人说 你新晋接了一个人来 叫赛亚仙白牡丹 叫出来我们看看 那老板说 喂 舅爷 你再别提了 要提起接的这个人来 话可就长了 我这几年存了点银子 到了一趟天津 打算要买几个人 我由苍州官媒人手里买的这个赛亚仙道家 一共享了三百多两银子 此人年方一十八岁 头脑脚烧足够十分人才 自到我家 琵琶弦子 实行小曲 他不但不学 他还有气 我要打他 他一纵身出去 就上了房子 我还得与他说好话 他才下来 天天头也不梳 脚也不裹 终日间背一背惨惨 把两只眼都哭中了 在后面 他穿着两件酒衣裳 他还会写字呢 写了好些对子 你们二位不必见他 瞧见就够了 舅爷说 无妨带着我们三爷 去到后边去瞧瞧去 那老板说 三爷走 广泰道不好意思去 让之再三 方才前去 那老板头前带路 三爷再后相随 出离上房 望东一拐 往北有一株门 门上有附对联 上写的是 秀于外汇于内 唯见英雄能本色 竹约清局约旦 欲真名是子风流 入门只见后院 北房三间 东西各有两间厢房 那老板把上房帘子 打起来 说 三爷请 广泰迈不进的屋来 一明两岸 外间屋里有挑出一个 海棠春睡图 两边挂着一幅对联 上写的是 市住金钗十二 门营朱旅三千 北墙有八仙桌椅张 上面有文房四宝 一边一把椅子 那老板说 三爷请坐 他把西屋里的帘子一打 说 姑娘出来 三爷来了 连叫三声 并不搭言 原来 韩红玉是武梦芳农 睡着未醒 且说 这个女子 原来是苍州北关人士 其父名叫 大刀 韩成功 她有两个哥哥 一名金晶太岁 韩龙 一名蓝面 天王 韩虎 她父亲在家中结交了一个朋友 是渤海东姑人士 此人姓杨 明大雄 在南皮县 结过黄杠 在韩成功架中避难 被在官人义拿住 连累 韩成功 她儿子没在家 家中被抄 韩成功身受国法 姑娘归官卖 姑娘自幼从父学习一身本领 自己要走也就走了 无奈又无头奔 又是一个女子 站在沟兰院 栖身避难 等候哥哥 自己又有能耐护身 也不怕宝相逼 这一日早饭后 心中烦闷 亦想自己红颜薄命 不知终身如何 自己闷闷不乐 因睡已熟 梦见一只白虎 扑自己而来 正在无处藏躲 只听宝儿呼唤 战战兢兢的 香汉直流 下得来 置外间堂屋 一见广泰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章 狠心贼决断 手足清贤良父 放走张广泰 十月 左朝却嗓报方尘 习语多情节比邻 其料三生十早定 无缘今作有缘人 蓝汤玉霸是新装 粉黛试来体自香 醉是销魂独立记 梧桐花下那微凉 韩红玉出来 那老板说 姑娘 今天为何这么高兴 向日叫你见客 永远不肯出来 这是张三爷 你过来见见 红玉一见广泰 年载十六七岁 面色微白 双眉带袖 二目有神 准头丰满 齿白唇红 身穿一件白芙蓉纱衫 雪清官纱裤子 漂白袜子 银灰浮履 手拿东清灵扇 手带翡翠扳纸 扭扣上挂着十八子香串 十放其香 韩红玉一见此人 面带秀起 五官端正 必非俗等之辈 心中早有爱慕 广泰一见红玉 年载十八九岁 窈窕身材 眉似青山 目似秋水 性脸陶塞 品如金玉 气弱之蓝 蓝梳妆 精神少减 身穿一件半旧品 月纱女衫 藕色扬肘中衣 金脸二寸有余 端端正正 齐齐整整 由似曹子健 落神父 所云 尖若消成 腰若约束 灵瓦生辉 单波微步 广泰一见 早已浑霄 二人四目 注定相看 正是 兽影正当春水照 轻虚连我我连青 宝儿一见 心中甚喜 看他二人 彼此都有爱慕之心 回头说 李妈倒茶来 那老板向广泰说 三爷 你这里坐着 我到外边看看 康九爷去 李妈说 三爷 里间屋内赤茶 广泰到李屋落座 向韩红玉说 你就是赛亚仙吗 那女子把脸一红 口吐碎玉 慢起朱唇 说 君子不可如此相称 此乃院中之人物我 非叫赛亚仙也 尊家贵姓张吗 广泰说 正是 尊家家中都有什么人青春几何 广泰说 今年十六岁 家中老母凶嫂 韩红玉说 有几位令郎 广泰说 尚未有妻事 红玉 我本遇难之人 看足下是并非 酒在烟花油眶之人 足下作何生理 广泰说 独说 红玉说 我看尊家不满二十 要望此处常来 耽误正事 李应该尽不功名 以图上进之道 又把自己所遭之事 细说一遍 君能救我出此火坑 我感恩不尽 看你也是智诚君子 别人我也不能说此肺腑 看足下今天前来 也有爱慕之心 君既有心怜香惜玉 窃其无意扑背蝶 尊家用三四百斤 将我赎身出去 你我作为第九天长之夫妇 并非我不顾廉耻 也是被事所逼 不得不如是尔 广泰说 据你所说之事 我都愿意 无奈我不能专注 我今天回去到家 打算一个主意 明天你听我的信 二人说够多时 广泰岁拿出三四个钱给李妈 说 我前头愿意去瞧瞧我九哥 李妈说 康九爷自三爷进来 有他们家中人找了去 留下话说 如要是三爷问 叫你老人家在此等候 张广泰也不愿意走 无可奈何说 也罢我金赞作 又与韩红玉说了一些闲话 天色已晚 无奈要回归 那老板说 三爷还赏钱做什么 今天住在这里吧 三爷说 我回去 明天再来 自今天回到家中 先到老太太那屋里坐 坐在那里发愁 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她母亲可就说 你这孩子 我瞧见你 我就又是疼你 又是恨你 自你父亲一死之后 你也不读书了 任性在外边 终日习学这些玩意儿 那琵琶丝闲 还能养得了家 也不过是耗材卖脸 游手耗闲 你大哥他在铺内管理 也能养得了家 你二哥他也照料家务 也能过日月 就是你也该成家了 就以后我百年之后 你大哥那个人 绝不能与你等在一处同居 你把这祖父的一夜花完了 你有什么能为养家 广泰听到这里 说母亲 孩儿有一事 与你老人家商议 孩儿听说 烟花院进来有一美女 乃是苍州人士 遇难在沟兰院中 无人将她救出来 母亲要将那人给我买出来 孩儿也就能误本分读书 老太太说 我与你哥哥说说 再做道理 广泰也就不言语了 少时 他哥哥进的房来 三爷就出去了 在窗外偷听他母亲说些什么 只听他母亲先就说 广聚 你三兄弟 你也不管他 心近大概他在那烟花柳巷 常去走走 今天他说 有一个妓女 要叫老申给他买出来 我问问你 这一件事该当如何 大爷广聚一听 说你老人家不可听他这孩子一片之言 他小小的年岁就要逛烟花柳下 这就依着他给他旺家中买人 我是他的长兄 我得管管他才是 等着玩响 我责打他一顿 我责打他一顿 也叫他知道 别这样无理胡为 三爷在外面一听 说 好 先跑到外边天德太银钱店 去借银子去 自己出门到钱铺内 说 借给我四五百银子 王掌柜的从那边过来说 三爷 有什么事 广泰说 没事 王掌柜常与粮店交买卖 今天一瞧三爷 就知道有事 又不好不借 又不好都借给他 说 三爷 你先拿着一百银子去 少使我去粮食局子里去取来 给你送了家去 三爷说 不用送了 少使我来取就是 拿着那一百两银子 在朋友家中住了一夜 次日 出门在饭馆中吃的早饭 又至沟兰院而来 方一进门 李妈说 三爷来了 里边坐吧 我们赛亚仙姑奶奶 今天早晨起来 就念叨你老人家 来吧 后边屋内坐着吧 大家也过来让 三爷来了 里边坐着吧 我们赛亚仙姑奶奶 正在方才 要叫人去 请你老人家去呢 广泰不久在烟花 认识韩红玉 真有这话 此乃是行愿中之人 常说的拢人之语 他如何懂的 连忙至后院中一瞧 韩红玉还未上庄 三爷进的屋内 说 你吃过饭了没有 红玉正在那里思想 昨日所遇之事 想了一夜 今天心中正盼想之际 见三爷进来说话 心内甚喜 说 你来了 我不吃什么饭 心中急闷 三爷说 你别着急 我失与你说了吧 家中不由我做主 该当如何 此时我来瞧瞧你 韩红玉说 好多时你才能做主 那三爷说 大概也得五六年 我就可与他们分家之事 红玉说 我等你十年 成不成 三爷说 不必十年 怕你不能口随心愿 红玉说 你我对天发誓 谁要复心 天神共怒 不得好死 二人对天发誓 广太在这里住了一天 给了李妈十两银子 给红玉留下二十两银子 叫她零花 韩红玉说 你不可在这里住 早早回去 你常来瞧瞧 我就是了 自此 三爷常来 也不敢回家 在外边朋友家住着 所借的银子也花完了 再去借 王掌柜的说 三爷 你大哥有话 别人借银子 不许给他 广太也不敢言语了 自己出离了钱铺 还时常上 红玉那里去 在外两个月有余 眼前就是八月节 钱也没了 也不能在朋友家中住着 也不能回家去 再者 外边所有的饭铺 也都指了账 一概不赦 自己无奈 在外边一座三观庙里 暂住一两天 这一日 正是中秋节 家家庆赏中秋 跪月明灯 自己从早晨也没有吃饭 这两天也没去瞧瞧韩红玉 心中十分不好过 心如刀弯肺腑 见此心肝 自己一想 人家都是团圆乐 想我张广泰也不能归家 也不能与红玉相见 孤孤单单 冷冷清清 不知终身该当如何 越想越烦 真是是不遂心愿很多 不由己落下几点英雄泪来 只见浩月当空 碧天如洗 又听见家家吃酒欢喜之声 不由自己一生长叹 正是 不如一世长八九 可与人言五二三 低头一看 自己的衣服还是沙的 夜晚又凉 自己暗自伤心 无奈出离了这座三观庙 庙中道人说 三爷别走 咱们喝两钟吧 广泰说 我有事 最初离了庙门 慢慢地往前行 不知不觉地来到自己门首 只听那边说 三弟 你往哪里去了 我这两个多月各处找你 并不知下落 节前你赎了有七八百吊钱的账 大哥找着你 要送你 我还各处找你 给你送这个信 账也都还了 今天早晨 老太太连饭也没吃 大家劝着 方才用了几中酒 你快来吧 你瞧你 还穿着这个纱衣裳啊 连忙把自己的假马罐脱下来 给他穿上 到了礼院 他大哥没在家 在铺内照料 先见过老太太 他母亲说了他几句 也不敢多说 又怕他饿 瞧他那个样子 连忙把衣服给他拿出来 叫他换上 又叫他吃饭 他与他二哥喝了几中闷酒 就醉了 晃晃悠悠 在他大嫂子屋内坐着 扶在桌上 坐在那里就睡着了 只见他大哥喝了一个半醉 自外边回来 进屋说 原来广泰回来了 连说三声 见三爷不言语 知道是睡着了 又闻酒气熏人 问自己之妻 大奶奶说 三兄弟今晚半天回来的 跟二爷喝酒来 大概是醉了 他进屋里来 也没言语 就坐在那椅子上 扶着桌子 睡着了 大恶贼张广俊一听 心中说 好 待我结果他的性命 已除后患 正是 金风未动 禅先诀 暗算无偿死不知 不知张广泰的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章 张广泰天津受困回教 正河边救人 诗曰 人生只为名利盲 事业百年梦一场 大树到来难消让 何必劳碌逞钢墙 张广俊说 小三喝醉了甚好 你把口袋拿出一条来 我把它装在里头 趁着醉了 将它埋了就完了 也不必叫别人知道 已除后患 他七周诗说 那如何办的 要叫老太太知道 怕不好 张广俊说 老太太问时 你我就说 他偷了咱们的东西 他跑了 说着 自己开了柜 拿了一条口袋 先把广泰装在里头 再上一放 他说 我去找人刨一个深坑 嫌弃你瞧着他 说吧 匆匆而去 周诗娘子是一个善良之人 又不肯真意着男人 把他害了 自己胆子又小 也不敢去告诉老太太知道 自己进退两难 正在无可如何之际 听见院中二弟父梁氏说 嫂嫂还没睡觉呢 我哥哥没有回来吗 周诗说 没有回来 你进来吧 梁氏进的房来 箭上有一条口袋 装着一个人 问 嫂嫂 这是谁呀 为什么装在那里 周诗就把自己男人要害 广泰之话都实说了 梁氏说 那可不好 依我之见 咱们也不可告诉母亲 也不可不救他 先把三弟道出来 唤醒了他再说 虽将广泰拉出来 一摇晃 他脑袋 张广泰就吐出酒来 明白过来了 自外面进来一个白犬 吃三爷 吐的那地下东西 广泰说 二位嫂嫂还未睡觉 他大嫂子一听 说三弟你醒醒 我告诉你 遂把他大哥所办之事 细说一回 三爷勃然大怒 说 嫂嫂 你不必管 我去问问他 是为何这样狠心 周诗说 你是瞎闹 你要问你哥哥 他焉能饶得了我 梁氏说 三弟 你不可如此 我有一个主意 我给你十数两银子 你远走一趟 在外面要好 你就多住一年半载再回来 如要不好 去个一两个月 还需回来呢 周诗说 这话倒好 我也给你十数两银 给你几件衣裳 都是你哥哥的 说吧 梁氏嫌人 取了银子十二两 拙串一对 大嫂子周诗 也给他拿出来 衣服银两 三爷磕下头去说 二位嫂嫂 我张广太淡的一步的 再报二位嫂嫂的恩情 收拾好了 方才要走 忽然心中一动 说 且慢 我要是走了 我哥哥要问嫂嫂 你合言答对 梁氏在一旁说 我早想到这 你瞧那个白狗 吃了你兔的东西 它卧在那里也不动 我可以把它装在口袋里 周诗说 甚好 如此 你我二人就照样办就是 虽把白狗装好 他也不动 又把口袋嘴一捆 然后还搁在原放的那边 广太这才动身 出门去了 二奶奶良氏 也回自己房中去了 稍时 张广巨自外面进来 周诗娘子甚是害怕 也不敢言语 自己在那里坐着 心中直跳 又见他男人一进房来 说 你先出去 我带铺中两个力奔来 叫他二人把他抬出去 就是了 周诗出了北里屋 到南屋里 稍时 只听有人抬出去了 周诗才过来 放了心 张广巨带着人出了后门 在村外一里之遥 是他自己家中之地 早已把坑袍好了 就把口袋一扔 叫两个力奔买好了 说 你二人回去 明天 每人给你一两银子酒钱 不准往外说 那两个人去了 张广巨方才要走 只听树林一声嚷说 张广巨 你敢私埋人口 我在这瞧了半天 你往哪里走 咱们是一场官司 大鳄贼一听 戏乔 认得他是地面上官人 名叫张三 连忙说 三弟 咱是这样街坊 我也不瞒你 这是我们三兄弟 他不受管束 在外面无所不为 我奉母命 把他灌醉了埋了 你别嚷 我明日给你十两银子 你买双鞋穿 等着明天上铺中去取 张三说 既然如此 咱们明天见就是 二人分手 第二天 地面官人到铺中 要了十两银子 大家还不知为何故 老太太清早起来 找张广太 不知哪里去了 问张广巨 说 他偷了我好些个东西 你等快去派人找他 大家闹了好几天 也没下落 老太太好几天没有吃饭 他两个儿习周事 粮事也不敢说 且说张广太那一日从家中出来 心如刀脚 站在村东 自己想主意 有心要入都 一想到那里举目无亲 不如上天津去游游 到那里想个道路 随望家磕了一个头 说 生生的老母 而这一去 你老人家不必惦念我 此去不拘官不回来 不发财不回来 自己贪心过重 望下行走 到了菜村 换了二两银 吃了点饭 雇了一头驴 也就望下行走 头一天住在半路店中 第二日是八月十七日 秋气阵阵升凉 万物皆是好一派的景致 大路之上 来往行路之人甚多 天有五出之时 到了天津 住在郭店街大客店内 站了一间毒间 要净水 吃茶 要了几样菜 喝了两壶酒 自已甚烦 头一天也没有出去 到了次日 到了三代河口 看一看 望各处热闹之所去瞧瞧 一连游了十数天 到了九月天起 所带的银子已用完了 无奈典当两件衣服 又用了两天 钱也完了 自己也不敢在大店内住了 又把几张当票也卖了 在西门外小店里一住 也不敢回家 次日一起身 天又下了一场霜 身上穿着一身单绸子衣服 冷气透骨 自已无奈进了西城门 一直望东 出了东门 走到了娘娘宫 那里有好几个生意场 也有好些个项面卖药的不少 广泰在家中练着玩 练过一路大红拳 不如我今天在这里卖艺 也是一个主意 在当中一站 瞧了瞧天 他又不会说生意话 就练起来了 众人围了不少 也不知是个做什么的 无奈自己练完了 在那里一站 也不言语 众人全都散去 只有旁边一个老头说 小小的年岁 还练得不错 广泰一瞧 那个老头身穿青阳骤大家袄 虾米青色模本马褂 青段子鞋 白袜子 年有六十多岁 赤红脸 花白的胡子 手中拿着有四串钳 笑嘻嘻地说 练得好 我看你也不像酒惯卖艺之人 三爷说 我本不会卖艺 不过是被穷所逼 无可如何 只见那个老翁 把手中之钱 散给众平人 张三爷才知是舍钱的 有心过去 见人家已然把钱放完了 自己跟着那个老头望北 走了有一里之遥 张广泰脸上一红 说老爷子 你赏给我几百钱 我吃一顿饭吧 那个老头说 你姓什么 广泰说 我姓张 明广泰 乃武清县和西武人士 因来此房有不遇 故困在此处了 那老翁说 你这个样子 定非是来此处找人 大概必是逃学 小小的年岁 就这样不误本分 我有钱也不给你 我还周记那年迈之人啊 休得那广泰 太不敢言语了 广泰白天也没有吃饭 直到夜晚 浩月当空 来到三叉河口 只见一弯绿水望东流 自己身上无衣 肚内无食 越想越难受 无奈如何 自己一想 死了 死了 一死救了 莫若一死 也救完了 正思想之际 一阵金风透骨粮 自己说 苍天 苍天 我今一死 大概不能与老母相见了 自己嚷道 苍天啊 苍天 我张广泰今天一死 不知我这一点灵魂归于何处 说吧 方要望河内跳 只听后面有人说 且慢跳河 我来也 三爷回头一看 只见来了一人 年约二十多岁 黄马脸 身穿青布小夹袄 青夹裤 外罩着青泥夹坎间 腰中青阳皱搭包 紫花布袜子 青布斜 剑眉远眼 一脸的横肉 望着张广泰说 你是哪里的 为何寻此短见 你说说我听 三爷又把自己知识细说一遍 那人说 你真想不开 我给你找一个事吧 不知你遵义如何 三爷说 什么事 那人说 扛小口袋 你成不成 三爷说 扛口袋 我虽然力气小 还需少要钱啊 那人说 小口袋 用不了什么力气 来吧 你跟我走吧 三爷随在背后 往前行走 大约有二三里地 来到一所院落 三爷用眼一看 烟响刀惹出一场是非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章 哈大人升任上海道 张广泰杀贼苍州城 事曰 平生无大志 愿得以较金 周围三十里 浅处半人身 好才居士这话说 那个人带着张广泰 来到西头陆北 有一院落 周围是篱笆 里面搁着好些个板子 不知做什么用的 上房三间 窗户上微露灯光 不知有何等之人 只听那个人说 你来 跟我走 方一进院子 他叫 四哥 还没睡呢 我今天给你抓了一个 盘建来了 里面有人答话说 你别玩笑来 我还有心弄那些个事 那人把三爷领到屋内 建里边是西边两间明镇 西墙上有一个大幕 旁边放着被褥 北墙有张八仙桌 上放着文房四宝 有几本杖 搁着好些个船上用的家具 上座这一个人 年有四十多岁 身穿玉色丑紫夹裤夹袄 黄面脸 微有点黄胡子 白袜子鞋 说 七兄弟 就是一个吗 盘尖 列位 我要是不说明白了 也不是话 什么叫做盘尖呢 这是江湖的黑话 盘尖 那就是模样长得好 闲话休提 那个人说 张广泰 你过来见见 这是我们四爷 张广泰过来施礼 那个一瞧 说 把它留下吧 那里有一千钱 七弟 你拿了去吧 带了广泰来的那个人说 是了 从那边上拿了一串钱就走了 只听那个人问了广泰一回 又说 你吃了饭了没有 三爷说 吃了 那个人说 我姓李 行四 明天我这里有几个伙计 你可不许忘他们玩笑 上放下被窝 咱们也两个睡觉吧 说着 笑嘻嘻地用手来拉广泰 张三爷一瞧 就知道他们不是好人 说 你这不要脸的匹肤 休要无理 我张广泰 乃是其男子大丈夫 说着 拿起那边船板来 照着那里四就是一木板 回头望外就跑 李四说 这个东西 敢打我 我要不结果你的命 你也不认得我是谁 说吧 望外就追 三爷在前头跑 又跑至河边 自己说 木若跳河一死 也就完了 越想越难受 说 我就在此处跳了河吧 说着 自己想 我张广太好命苦也 不想今朝死于此地 方妖望下跳 后边有一个人说 你这个想不开之人 死了就活不成了 过来抓住 把广太家在泪下 往前就走 用手堵住张三爷的口 也不叫他说话 来到一个店的门首 进去到屋内 把他放下 说 你不必害怕 我是救你 三爷这才一瞧 是白天施舍前的那个老翁 坐在那里说 你小小的年岁 能有这一段志气 我收你做个徒弟 你别想不开 你大概是没有吃饭 叫跑堂的药菜 三爷说 吃了 你老人家贵姓大名 那老翁说 我是为恢复回回玉的人 清真教终 我姓回 明教正 收你做个徒弟 传你点一页 你知道了 三爷连忙叩头认师父 起来用了些饭 自此 在这后院 跟着师父练艺 冬天有棉衣服 夏天有单衣裳 一连三载有余 练会了几种拳 十八滚 十八番 短把刀 必血绝 一身的武艺 这一日 算还店饭前 他师父说 广泰 我给你短把刀一口 必血绝一只 是你们师兄弟 都是使这个兵器 我先收了十一个徒弟 是我们清真教的 那十个是 刘 李 红 高 马 黑 白 张 赵 沙 第十一个是北京人 马孟泰 都是你师兄 见面任兵任为绩 此时 已到四月天气 我将单衣服给你制齐 跟我走吧 广泰 带着夜行衣 小包裹 同他师父出离客店 顺着河北大街 一直望南 人多一乱 再找他师父 就不见了 自己来至福桥 手中又无一文钱 自己思前想后 虽然同师父学艺三年之久 一缕虽其 手中留百数钱 如何得能回家 师父就是要分手 又不说明白了 此时倒叫我进退两难 自己想罢 顺着河延望西走 路北有个弗莱宣茶园 里面甚是热闹 自己口干舌燥 进的茶园 落作喝茶 同桌有一股木之人 放着一个闲子 也在那里吃茶 少师来了一人 说 先生 大人传你上去了 你要好好地伺候 听见说天津卫的子弟叔 就是你的好 你上去要唱的时候 需要留神 这位大人是京城里的奇观 心放下上海道 最喜欢八角谷 你要是唱好了 大人一爱听 就把你带到任上去了 广泰一听 他素日 所好的是八角谷 琵琶丝贤 马头条 汇完了茶签 跟着古木先生身后 处离茶园 站在门首望下河一看 建河内有几只大太平船 上插黄旗 写的是亲命上海道哈 建那个鼓者上的船去 弹起丝贤 唱的是德超傲七 错唱了一韵 广泰不觉师生叫了一个道号 少时过来两个公差说 朋友 方才可是你叫到好 广泰说 不错 是我 那个公差就拿出锁链 把他给锁上了 说 方才大人问下来了 你快跟我走吧 说着 拉着就上船去 一见到台 双膝跪倒 望上叩头 朋友监院那大人 与天津道托大人在座 哈爷言道说 叫你们把教道好的给我带来 谁叫你们锁了来 快把锁链撤去 广泰叩头起来 站在一旁一瞧 哈大人头戴羽英尾帽 二品顶带花铃 身穿古铜色二则龙缺襟单袍 天青段子马挂 足灯粉底段靴 露着满身活迹 哈大人乃是行装打扮 哈爷一瞧广泰 身高八尺 年有十八九岁 穿着蓝羊皱大褂 白袜云履 五官甚是不俗 哈公问道说 你姓什么 方才教道好的 可是你吗 广泰回言说道 我姓张 名叫广泰 是何西物的人 在家中读书 来此访友 是才在岸上听见船上弹唱 不知大人在此 不觉师生教道好 惊动大人 实施小民冒犯虎威 求大人宽恕 哈爷说 不要姐 大概你必是懂得这子弟书 要不然你不能教道好 广泰说 是小民习学过几天 不敢说会 略知一二 哈爷说 你不必太迁 你消遣一段 又教道 阿喜把咱们城里头带来的茶叶 给先生泡点茶 广泰在旁边落座 拿起那弦子 定准思弦 唱了一段 《黛玉碑丘子弟书》 哈公连声说好 只见那边有一个管家哈喜说 张爷 你跟我来 广泰同他到别的船上落座 又想三爷说 方才我们大人听见阁下轻音高唱 甚是爱惜 有心要把你带同上任 不知尊义如何 大人闷来之时 也不能拿你当生意呆 你消遣几句 不知尊驾怎样 三爷说 甚好 无奈我自家来次找人 也不知在这里遇见大人 我家到没人管 也不用带信 就是我也得有铺盖才好 哈喜说 那是小事 我先回名了大人去 少时又拿出一百两银子 叫哈喜带着三爷去买办行囊物件 三爷一盖拒接买好 到了船上 众位拜会大人都回崖去了 三爷上去 谢了哈大人 哈爷说 你下去歇歇去吧 三爷上那边船去了 一夜无话 此日天明 开船起身 用完了早饭 大人叫张三爷上去唱了几个岔曲 方归自己船上 这一日天晚 到苍州河口 方一驻船 三爷就在船头之上 只听南边岸上有两个人 口中说 何字吊瓢儿招路 把呀龙公道 飘摇赤字 居迷子该 脑色年轻子 浑天汪存架飘摇 摘赤字的瓢儿肘 居迷极腹流洒活 三爷一闻此言 说声不好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章 小豪杰卖身藏母大英雄 访帝卖刀 十月 三尺清泉万卷书 上天生我记何如 不能定国安天下 愧死男儿大丈夫 三爷一听 那边两个人说 这个江湖黑话 别人不懂 三爷一听 就知道了 他说的何字 是他们自己人 并尖字 是自己哥们 招路是眼 把呀 是瞧瞧 龙公道 是何 赤字的飘摇 是观传 昏天汪存 是夜里三更天 脑色年轻子 是他们的头 前来鸣抢 急腹流撒活 是跑了 张三爷想 了不得了 大概 必是贼人 看见我们大人的观传在的慎重 也有此一说 前来必是要生财 我何不趁此诗展示我的本领 如要是能胜贼人 我必要大显名头 要是不能赢贼 我也自有主意 自此永不说会把事 想吧 回到船内 管船之人预备着玩酒饭 三爷甚是烦闷 无奈喝了几中酒 大家安歇 三爷换好了衣服 自己在船上闷坐 等候贼人前来 虎的船上的伙计 也不敢言语 也不敢睡觉 无可如何 在那里坐着 暗中观桥 天有三谷时分 只见西边来了一只小船 头里挂着一个红灯笼 里面坐着有二十多个人 为首的当中那个 蓝面透清 年有三十多岁 手抱金被刀 甚是威风 旁边那些个小毛贼 就不足论了 只见有一个贼人说 我先去那边探探路 然后再说 窜出一个人来 直扑大人那只船去了 广太爷就先从船后出来 望大人的船上 罩着贼人 就是一笔写诀 只听扑东一声 贼人翻身栽倒于船板之上 广太过去就是一刀 也就把他杀了 众贼齐声呐喊 又过来一个 也被广太擒住杀了 为首的出来 手执金北刀 说 好个小辈 敢这样无礼 我来拿你 一个剑步窜出来 直奔大人的这个船上而来 三爷抡刀就舵 二人杀在一处 战了有一个多时辰 广太一臂血绝 把贼人打倒 说 小子 你是自来送死了 轮刀霸为首之贼杀死了 那边的那些个贼一见 其说 不好 遇见了英雄了 温广太姓什么 三爷说 功长万 汪点 那边的贼人就知是姓张 姓三了 说 你把死人的尸身给我们吧 多则一年 少则半载 必有人去找你去 今天算我们输了 三爷把他们的死尸 也就给他扔过去了 此时无奈 众贼人撤回船 散去了 三爷回到自己船内 一见那边本船上伙计站在那里 还未睡觉 见三爷进来 说 好的 我的老爷子 真有你的 把他们那些个贼人都追跑了 三爷说 明天如有人问 不准与人说 如要走漏消息 我是要了你们的命 大家都说 不敢给你老人家走漏了消息 说吧 大家安歇睡觉 次日天明起来 大人是因昨夜晚赏已听见 起来 把众人换到面前 问昨夜之事 大家其说 不知 安花名册一点名 唯不见了广泰 叫人把三爷叫来 说 昨夜晚上 是你把贼人杀退的 三爷说 不知 哈公一戏看他那里的情形 把哈喜叫过来 傅儿说 如此如此 哈喜去不多时 拿了一口刀来 必血绝一把 夜行衣包 放在大人跟前 广大一瞧 都是自己的对象 说 不好了 他们把我的东西对象 给偷了来了 大人说 方才我暗中去叫人 把你的物件拿来 你就不必胡意 你是怎么会是 张三爷无奈 把自己家中之事 又细说了一遍 把在天津学艺 与昨夜杀贼之事 都说明了 大人说 你何不早说 我一家人都算是你旧的 何必不露你本来面目 连忙把少爷那单猪叫过来 说 你过去谢谢你三个 只见少大爷年约二十以内年岁 白脸堂 长眉大眼 如如雅雅 过来给广太请安 说 三哥 小弟给你请安了 三爷连忙搭理向环 二人亲热了一回 甚是投缘 三爷与那大爷 结为昆仲弟兄了 带着三爷 到那边船上 见见太太 望以奶奶叩头行礼 老太太赏了四样活计 四样玉器 还有姨奶奶给了几样物件 甚是亲热 三爷感恩不尽 回到船上 众管家齐以三爷称之 大人甚是爱惜 向广太说 你跟我去到任上 等我任满之后 我给你大小军议员五职的功名 好叫你荣耀归家 也对得起你等众村林 广太心中甚喜 说若能那样 我虽死在九泉之下 也感念大人的好处 此日开船 非止一日 到了上海 接了人 太太哈喜总管税务 张广太帮办 到任有半年 大人时常换广太近里面去 谈谈畅畅 太太 以奶奶拒接喜欢她 大人待她甚好 叫那大爷与她练练拳脚 刀枪 广太倒愿意交纳丹珠 无奈她不甚爱惜练 二人也时常出去 在外边逛逛 如遇见穷苦之人 自己也不露名 常常周记 广太在上海一年有余 人人都知 衙门有一个张三爷 这一日 他二人在十字街 见有一伙人围绕着 不知里边有何缘故 二人分开众人 进去一瞧 见是一个小孩子 在那里拍石头要钱 有一个人拿了一块石头 说 狗 你把这一块石头 如能拍碎 我给你一百钱 那个小孩年载十四五岁 身躯不高 细眉大眼 黄脸堂 蛤蟆嘴 油绿脖梗 身穿一身破烂衣服 用手一拍 那十块碎了 三爷甚是赶配 说 我拿一块石头 如你能拍碎 我必要多给你钱 那个小孩子 翻二目瞧三爷 众人说 狗 盖你发财了 你瞧瞧 这是上海道牙的张三爷 哪个小孩子 用手照着那块小石头上一拍 只听得一声响 石头已碎了 那大爷说 这个小孩 你别瞧他长得丑陋 甚有力气 来吧 我先叫他跟咱们走吧 三爷说 你跟我们走吧 带着他 到了衙门东小院书房之内 说 你姓什么 你是哪里的人 那个小孩说 我姓江 就是这里的人 名誉 小名叫狗 家中有老母 我别无一夜 就在街上拍这个石头尾声 得了钱 养活我的母亲 这是我的实话 三爷说 你会什么武艺 江玉说 我会吃 会喝 会拉 会撒 会睡 这五样大能耐 那大爷说 给他五千钱 叫他去吧 何必问他 旁边有一个家人 给了他五千钱 那个小孩子也就去了 二人说了会话 吃完了晚饭 过了十数余天 这一日 有门上人来禀说 那天的那个小孩子来了 在门上说 有大事要见三爷 广泰说 叫他进来 有什么话 叫他来说 少时 外面那个小孩子进来 给三爷叩头 说 我母亲死了 我来求你老人家周记我 我这里有一个字 说着 一伸手在腰内拿出来 递给三爷 一瞧 上写的是自卖自身的字 立字人江玉 年十五岁 因生母病故 一贫如洗 不能安葬 情愿卖身葬母 永远为奴 空口无凭 立字存证 康熙年月日 江玉亲比张广泰看罢 说 你也不必如此 我给你二十两银子 你再拿了这字去 我也不留他 你拿了去就是了 江玉磕了一个头 说 我走了 拿着银子 镜子去了 过了几天 江玉来找三爷 说 我也没有别的 我在这里伺候你老人家几天 就算是我报答恩公了 三爷说 别叫我三爷 你叫我三叔就是了 自此 江玉就伺候三爷 过了有一个月之久 这一天 那大爷于广泰在一处练拳脚 将泰在一旁瞧着指笑 三爷说 你这孩子笑什么 你说说 我听听 江玉说 三叔与那大爷所练的 都是平常的玩意 赢得了立奔 赢不了行家 三爷说 你会练吗 江玉说 会练 练了一趟 拳脚精通 三爷说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会把势 你跟何人所学 江玉说 我跟的是我舅舅钻云神侯 朱天妃所练 广泰说 明天我给你买一口刀 自此 天天寻访好刀 这一天清早起来 三爷带着江玉出离了衙门 来到十字街 见围着不少的人 三爷带江玉进去一瞧 见里面有一个人 身高九尺 面如白纸 丧门眉 吊客眼 搭了嘴唇 身穿白棉绸汉卦 清阳皱中衣 脖底快靴 手中拿着一把金被刀 在那里说 买刀 什么人要买 自管说话 三爷过去要买这把刀 惹出一场是非来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张 粉打 乍俊木 石霞一笑 吴长顾 一喜英雄 十月 赶将十九傲王侯 御斩金欧岁不休 虽为蓬来三万里 清云转顺到 营州 广泰带着江玉 来到十四街一瞧 这个卖刀之人 年约三十多岁 站在那里说 那位买这把刀 三爷说 朋友 你把那个刀拿来 我瞧瞧 只听众人骑说 来了财神爷 卖刀的 你说价钱吧 那个人一瞧 三爷这个打扮 说 我这一把刀 有三不卖 不是朋友 我不卖 不是武士英雄 我不卖 再者 在观应义之人 我不卖 我这一把刀 乃是英雄所使 非俗等之辈可比 张广泰说 你不卖就是了 何必多说 你姓什么 那个人说 公长万 汪点 张三爷说 是了 这公长万 是姓张 汪点 是行三 张广泰也没言语 自己带江玉 回归了衙门 用完了晚饭 在东苑住 是正房三间 东西配房个两间 他住的是上房 与江玉 谈起心来了 张三爷说 我的来历 你也不知道 提起来 铁石人也动心 我是家门不幸 手足不合 因为我在外面胡闹 我长兄林管我才是 他竟生起狠毒之心 才断手足之情 中秋节晚上 我吃醉了 我兄长要将我活埋了 多蒙嫂嫂把我放走 汇住几两银子 到了天津被困 相遇恩师传授我的一夜 跟大人到此 收你就算是我的亲人一样 这几年我在外边 也不知老母生死如何 事到如今 我倒是一个进退两难之人 江玉说 三叔 你老人家谈起心来 勾起我的凡事 想我是自幼而丧父 老母举双手 我自己又无至亲 又无有骨肉 谁是我的支疼着热的人 老母一死 我孤苦伶仃一个人 甚是可怜 三爷广泰说 贤侄 你真是天下第一苦人 我也是不甜 离家四在 一厢做客 冷暖年来只自治 要是有了病 哪一个到我前 问问我是轻视重 谁能日夜精心伺候我呢 大英雄张广泰越想越烦 不由己落了几点伤心泪来 正伤心之际 只听到外边房上有人说 罢了 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 断肠人看断肠人 我好残眼 张广泰问 是什么人说话 外边房上答话说 我在这里等着你就是 张三爷说 好 拉刀在手 蹿出房来 在院中一看 只见上面一条黑影 江玉也跟出来 上房一瞧 也不知那个说话的哪里去了 二人各处寻找多时 傅佑进的房来啰嗦 并不见动作 天有三更十分 江玉说 三叔睡觉吧 三爷说 先别睡 恐怕脑袋睡丢了 后至四更十分 不见动作 二人方才安歇睡觉 此日天明 起来的又晚 衙门内的饭早已开过去了 对着江玉说 你我今天出门把刀带上 出离了衙门 到了大街路东会方楼酒饭馆 上海第一个买卖 甚是热闹 二人进去 柜上的说 张三爷来了 楼上喝茶 张三爷上的楼去落座 上面甚是干净 也没有多少个作 方一落座要酒 听得楼梯一响 窜上一个人 就是昨天卖刀之人 坐在广泰的队过 用脚一蹬板凳 把刀往桌上一拍 说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今天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才能完事 张广泰也不搭言 说 来 给我要菜吧 跑堂的说 要什么菜 三爷说 你给我要一个 炸八块鸡 碎溜鲤鱼 烧鱼头 清蒸鸭子 红烧赤子就是了 只听那个人也说 跑堂的 照样给我要就是了 三爷说 给我要两壶白杆 两壶玫瑰酒 少时 跑堂的说 三爷 喝点莲花白酒 好不好 三爷说 好 也给我来两壶 那边那个卖刀的 叫跑堂的大嚷着说 也给我要一个 炸八块鸡 碎溜鲤鱼 烧鱼头 清蒸鸭子 红烧赤子 两壶白杆 两壶玫瑰 两壶莲花白酒 快来 如慢了 要了你的命 少时 过卖给三爷来送菜 被那个人用手一拉 说 先给爷爷摆上 然后再说 跑堂的也不敢惹他 就给他摆在那里 只害怕 过来见三爷 说 三太爷 你老人家等等 这就来 给你老人家菜 被那位夺取先吃 想是饿了 三爷说 不要紧 我问问你 那新出河的活鲤鱼有没有 我可不要在盆里放了一两天活的 那个鱼虽然是活的 把腹内的油都没有了 肉就有点不鲜了 新出河的肉又肥又鲜 它那个腮是腌制式的 你拿一尾 我瞧瞧 跑堂的下去 少时拿着有一尺多长的 欢蹦乱跳的一尾活鲤鱼来 说 三爷 你瞧好不好 广泰说 好 一半醋溜鱼 一半吃酸炒鱼 越嫩越好 跑堂的下去 少时杯菜聚来 摆在桌上 三爷喝酒 那边那个人也说 来啊 给我拿一尾新出河的活鲤鱼来 我瞧瞧 也照着张三爷的话 他说了一遍 跑堂的说 是了 我去拿去就是 少时也给他拿来看看 三人吃够多食 三爷说 你把餐桌撤去 我要走 你给我写账就是 说吧 自己竖竖口 带着江玉下楼去了 那个人也说 来人 给我记上账 我也去了 唐官说 我们不认得你 记账不成 只见他把眼一瞪 把那把刀手中一拿 说 跪上去写去 腾腾地下楼去了 方要走 讨堂的只喊说 八掉九百整 倒跪 三爷还站在那里 与众人说话了 只见那个人 手中拿着刀 冲着跪上人说 记上账吧 大家一瞧 他长得像个死鬼一样 心中有几分害怕 张广泰是有心事 昨天在街上遇见他 夜晚衙门里又去在房上 必也是他说话 心中说 一多半是我那年跟着大人上任之时 在苍州杀了水寇为首之贼 他的余党说过 多则一年 少则半载 必有人来找我报仇 我想冤家已解不已解 我今天已恩待他 想吧 只听跪上人们不让他去 三爷说 写我的账吧 那个人还不说一句情理话 跪上的人说道 张三爷给了钱 你知道不知 那个人也不言语 望张广泰说 朋友 我在街西口外 一里之遥大树之下等你 你要敢去 定是英雄 不敢去 是无名小辈 我走了 三爷一听 甚是有气 说 哪个怕你不成 说吧 跟在他背后 到西边无人之处 方说 你有多大能耐 也敢这样无礼 待我结果你的性命 就是 拉刀动手 江玉在旁一瞧 那个人本领比三爷强 刀法又纯熟 江玉瞧了半天 剑广太尾时不成 要再不过去 怕三爷受伤 连忙说 三叔 有弟子在此 杀鸡烟能用载牛刀 带我拿他就是 说吧 抡刀 替三爷动手 三爷望一旁歇着 剑江玉也是不成 自己无可奈何 方要过去相助 只见那个人说 张广太不必过来动手 我是要瞧瞧你二人的本领 并非真心与你等作对 三爷说 你贵姓 是哪里的人 那个人手 执金被刀 大展鸣性 不知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张顾脱病右肩 张广太赶神恩 杀死银春矣 此曰 绿阳芳草长亭路 年少抛人意去 楼头残梦五更中 花底离愁三月雨 无情不思多情苦 一寸还成万种旅 天涯地角有穷石 只有相思无尽处 话说那位英雄说 我是陕西咸阳的人 姓张 名忠 婊子大虎 别好人称笑面无常的便是 三爷说 你我是五百年前一家人 兄长来 跟我到衙门 有什么事再说 二人言语投机 携手入道牙 去见那大爷 说起方才外面之事 众人重新摆酒 酗酒谈心 甚是和美 刘张忠住在衙门 三爷问 你是为什么来此处 张忠说 我父母双亡 就是我胞弟张义张二虎 只因去遂间 我二人由家中分手 到如今一年之久 并未全面 我未找我兄弟来此 听说上海道牙 有一张广泰 为人仗义 结交英雄 我故托卖刀相访 今得于尊驾 也是三生有幸 张广泰说 兄台如不嫌弃 小弟愿结为昆仲弟兄 不知兄台意下如何 张忠说 你我今朝相会 也是三生有幸 遂舍相案 结为金兰之好 张忠居长 广泰赐之 二人情投意合 留张忠在前院住了几天 这日张忠要走 三爷拿出五十两银子 给张大虎作为路费 二人分手 广泰送至二三里之遥 才分手 撒泪而别 自此 广泰在衙中过了二三年之久 哈大人甚是恩待三爷 这一日 尚遇下 放下山西提醒岸茶室 可岸茶室哈洪阿急速前往 勿用来经请训 哈公接了圣上的旨意 把就任的事交代完毕 然后启程 在路上废止一日 那一天到山西太古县公馆之内住宿 第二天要启程 以奶奶说 大人 切身得重病 不知何时才能好 大人先走吧 这两天我被车一咕咚 浑身骨头都酥了 心内也不痛快 不知是怎么了 来吧 快叫人给瞧瞧吧 我是不能走的了 众人早把行囊收拾完了 大人说 叫张广泰在这里 等着你好了 压着行李再走吧 我先上任 等你们就是了 说吧 大人就起身去了 剩下姨奶奶 同两个老妈 丫头 在里边上房 外边东乡房两间 住的是张广泰 自大人吩咐他在这等后 他就在房中瞧书 天有四正 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老妈 是姨奶奶那里的赵妈 前来说 三爷 你快来吧 姨奶奶在里边叫你去 只见里边又出来一个丫鬟说 张三爷 姨奶奶叫你进去啊 广泰穿好了衣服 连忙道上房帘子以外 听得里边姨奶奶说 赵妈 你去煎药去 春方给我捶捶腿 广泰 你进来吧 我在这里与你有话说 三爷一进上房 西里煎屋 见北边是张 挂着围杖 此上放着枕头两个 姨奶奶头向北 面向东道着 身穿衣服 甚是齐整 一见三爷进来 他面带笑容 连忙站起身来 广泰一瞧 但则见 头上乌云 瞧碗盘龙算 转心横别白于三 三鸭云并非采凤 凤凰凹 衬摆花扇 山绣半路苗花万 万代串着是法兰 兰断公裙捏白者 折下微露小金莲 莲花裤腿鸳鸯带 带配香 朱颜色鲜 仙人掌旧芙蓉面 面似桃花柳梅弯 弯弯柳梅 趁性眼 眼寒秋水 鼻悬胆 单猪一点樱桃口 口内银牙糯米 寒衣奶奶 笑着向广泰说 我自在苍州船上 见你一面 时常想念在心 在上海雅鼠之内 耳目众多 也不能说话 今天我拖延有病 特意地与你说话 我那边箱子里 有三四千银子 还有一千两斤子 十六只箱子衣服 这两个丫头 老妈 都是我的新妇人啊 广泰 你想好不好 大人年岁已过半百 我今年二十二岁 如何与她相配 你我年貌相当 正当如是 古来红服女与李要师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 皆是一见如故 遂行百年之好 才子应配家人 方程心怀 我顾把你叫进来 你我商议 如何走法 咱们两人共乐于非 也是天作之合 说着话 笑嘻嘻地走到了广泰的跟前 伸出那食指鲜鲜的手来 要拉广泰的手 三爷往后一退 说 好姨奶奶 不可这样啊 幸亏无人听见 这要是有人听见 传到别人的耳中 那时节 你我都不好看 你老人家 好好地养着病 不可这样 无理胡行 大人待我天高地厚 人非草木 谁能无情 无奈这大理事下不去 我张广泰断 不敢做这逆礼相从之事 说着话 连忙忘后退 躬身失礼 把姨奶奶给说棱了 这春怡一见 是十分的怒气 说 你真是无义又无情 又是金银 又是美妇人 这样的便宜 你都不应远 也罢 我也知道了 你要不依我 到了衙门 我告诉大人 就说你在半路公馆 与我调情 那时节大人必然要怒 我看你该当怎样而行 就让伶牙俐齿 他也不能信 你仔细想想 是哪样好 还是易了我 也有金银 也得一个少妇 何必你又学君子 落个人才两空 三爷一听 也不言语 自己抽身回到房中 越想越烦 要了一壶酒 自己闷闷不乐 想这一回事 大人待我恩典最大 我乃是堂堂正正其男子 烈烈轰轰大丈夫 我岂能做这样亏心的事 为人不可这样行 我何不自己不辞而别 往他相走吧 啊呀 不好 要那么一动 那星号星号在大人跟前 他说我调戏他 红粉之盐 能入英雄之耳 弄假成真 我虽跳在黄河水 也洗不清 若要是我不走 还跟他一同 去见了大人 他何等的话都许说 千丝万想 无有主意 把一个张广泰 为难在公馆之中 正子烦闷 又听见有一个老妈来请 他说 三爷 你快快地 跟着我进里去吧 姨奶奶生了半天气 还掉下几点眼泪来 方才叫我们拿了点菜 买了酒 等着三爷进去喝酒啊 叫我来请你老人家 张广泰说 不必多说 我不进去 在我这面前 不要这个样子 你回去告诉他 就说我张广泰 乃是其男子大丈夫 断不能做那星号星号 不遵王法之事 说吧 向老妈说 你快回去 别帮着他不要脸 老妈说 你爱进去不进去 别忘我这样大气 说着 嘴内嘟嘟囊囊的 往里边去了 三爷喝了几重闷酒 天色已晚 约有掌灯之时 晚饭摆上 也没有吃 自己闷作无聊 对着一盏孤灯 正在思前想后之际 只听得外边脚步之声 进来了姨奶奶 春衣浓妆艳抹 打扮得甚是齐成 怎见得 有赞为证 一阵阵香风扑面 一声声艳雨樱蹄 娇滴滴柳眉杏眼 嫩声声粉面淘塞 樱桃口内把玉牌 粉面淘塞可爱 身穿阑珊可体 金脸香裙遮盖 好似嫦娥降腰台 犹如神仙下界 来至三爷面前 说 张广泰 你别想不开 我今来特意劝劝你 你如回心转意就好了 春花秋月 美商虚度 日月如梭 人生几何 过戏光阴 老将质疑 再想要乐 都不能够了 古来多少家人才子 算来都是妇女情长 男子复心 你我自当初在苍州船上一见 我处处留心 在大人跟前 给你说了多少好话 因为耳目众多 我用尽了苦心 想着这一条计 我还喜欢得了步的 好容易盼着 与你说几句知心的话 你白天好些个不愿意 我今日晚上来到你这屋里 也没有人瞧见 也没有人知道 你听见没有 那些个丫鬟 老妈 都是我的心腹人 他说着 来到三爷跟前 广泰正不知该当如何办理这一段事啊 一听他这话 自己心中一想 他既来在我的屋内 我先用好话劝他 如果他听我的话便罢 不听我的话 我先把他结果性命 那时我在做主意 自己想罢 说你先少说这话 你岂不知名有王法 暗有鬼神 大人待你也是甚好 你这样薄情无廉耻 真是可恨 你要早早地知非改过 回到你那上房 万事皆休 如若不然 说到这里 三爷那句话 也就说不出来了 春怡一听 又是气 又是恨 自己心中说 好 真是痴心婆娘负心汉 罢了 说张广泰 你等着我吧 转身要往外走 三爷一想 这星号星号要走了 必有好些个风波 那时我跳在黄河水 也洗不清楚 一不做 二不休 目若我把他结果性命 给他抵命就是了 想罢 把手中的刀一清 说 且慢走 我不必等着你 先结果你就是了 举手中的刀 照着春怡 就是一刀 只听客吃一声响 把春怡结果性命 此事倒在旧地 鲜血直流 三爷杀完了 只听外面哈哈大笑 说 杀得好 杀得好 广泰出去一看 不知外面那个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章 张广泰误入太保庄猴 启龙雄巨化石领 十月 怀抱凌云至 万丈应豪气 天也埋起林 凉情困雨 焦龙风潜水 反背于虾系 平生运未通 未遇真明地 张广泰杀了春怡 外边有人叫好 自己出去一瞧 并不见有人 自己等至天明 到了外边 这座公馆乃是一个店 先叫听差之人 说 带我去上衙门有事 那个听差的人知道 是按查使大人的亲信人 也不敢不带他去 所以带着到了县衙 先禀明老爷 自来投案 知县生堂问三爷 广泰一想 把哈大人则清楚了就是 想吧 说 我明张广泰 跟哈大人做门客 在上海三载 仅有大人那里 侍切春怡指婚马坤 马坤已死 春怡守双 昨天在公馆 他拖兵不走 我奉大人之命 护送行李车辆 昨夜二谷 他到我那屋中右肩 我不从 他口出恶言 反说要去见大人 说我调戏他 故此我把他杀了 知县一听这话 心中想 这是我先去艳艳 秉明哈大人再做道理 主意已定 吩咐人传吻婆 三班人等 先到那里艳艳师 训问了两个老妈 丫鬟 问明了 把师身成练起来 行闻到省城 哈大人得了信 也就回闻 叫把广泰送到省城 自己发落就是 知县这日派人 连行囊 车辆与张广泰 一同送到太原府 按插丝衙门 交明白了 领了回文 大人派人给了来人 十两银子 叫他把死尸埋了就完了 又派那大爷出来 请进张广泰 到了书房 给大人请安 大人说 广泰 我方才都问明白 丫头 老妈了 此事与你无干 你不必疑心 就是还在我这里 别疑心 吩咐白酒 给三爷押惊 直迟到静欢而散 又到后边 给太太请安 自此 就在衙门中住着 长同那大爷 出去逛逛 外面之人都知道 是大人的两个少爷 这一天 三爷同那大爷 正在接闲游 只听背后有人叫 张广泰 三爷心中一冷 说 此处除去大人 没人敢叫我的名字 回头一看 原来是老师回教证 连忙过去行礼 他师父说 同着人你先去吧 我在这西边羊肉馆 雅座内等你救世 三爷说 咱爷们两个 自天津分手之后 我时时想念 今天我先叫他回去 我跟你老人家 去上羊肉馆 说着 来到那大爷的面前 说 大爷 先回去吧 我有要紧的事 遇见了熟人了 那大爷说 让在衙门去救世 广泰说 他是清真教的人 兄弟 你先回去吧 我去了就回去 说着 来自老师回教证的面前 说 老师跟我来 二人到了羊肉馆 雅座之内 说 广泰 我看你做事还好 在太古县杀人之事 我知道 外边叫好之人 就是我 我看你此事气色甚好 无关端正 久以后必要走大运 我这里有书信一旨 你待在身旁 遇见你师兄寿马 马梦泰交与他 自有照应之处 你还不可在此久居 此一去 你往西南走就是了 自有机缘相遇 千万要听我的话才是 说着 要菜用饭 谈了会心 三爷说 师父从哪里来 回教证说 我嫌由各处 无准定向 今天自阳区县来 我早知道你在这里 我还有要紧是要走 特意来看你 指你一条明路 三两天之内 不可叫人知道 千万你走 不可在这里久耽误 我要去了 三爷会完饭账 出门分手 送了他师父几步 才回了衙门来 里边大人叫他进去 三爷到了里边 见了大人请安 那大爷也在一旁站着 说 三哥 遇见那位是做什么的 你也没同他回来 三爷说 走了 他是我师父 清真教的人 说着 哈四太太说 广泰 你把那插曲唱一个 我听听 那大爷连忙递过弦子去 三爷唱了一个 长庭分别 又唱了一回子弟书 月下感谢 唱完了 四太太与大人齐说好 叫老妈 丫鬟 把那新近淮阳道 送来的好茶叶拿出来泡茶 又拿出来金丝扇子 西洋蛋糕 各样的硬食的点心 叫张三爷吃 广泰也就用了几样 天已到三更多天 四太太说 广泰 你歇歇去吧 天不早了 三爷说 我要走了 说着 站起身来 到外面把江玉叫过来 说 贤侄 我有句话与你说 我是明天要走 把所有的箱子都交给你了 我这一去 一年半载不定 我是有紧急大事 不能再次久待 要回名了大人 又怕不叫我走 那是倒废了话了 我是不辞而别 如要是大人问我的时节 你就说我出去有事 不知往哪里去了 说吧 收拾对象 带小包袱一个 天有五更时候 换上的衣服 带着所有应用对象 带在身旁 天色已亮 自己出离了 暗茶斯牙鼠 也就去了 江玉自己安谢 次日 张三爷顺大路 往前行走 无非小行业注 积餐可饮 这一日 走到一个镇店 见有一个挂货铺内 挂着一个闲子 是南木的 里边带胆 甚是识样 三爷甚是爱惜那个东西 随问 要卖多少钱 铺中人说 一两银子 三爷给了一两银子 带着那一个闲子 心中想 我到了无人之处 先谈谈好不好 然后我到店内 若遇高兴之时 我可以谈谈 就是拿他解闷就是了 自己想着 甚是高兴 自己无人之处 谈了会子 晚半天住店 自己喝着酒高兴 谈着弦子 唱了几句插曲 次日 又往下走 这一天 到了福建省地面 一个小山庄 村西头有一个野茶馆 坐北向南 大天棚里边 甚是凉爽 三爷也就进了茶馆 落座吃茶 方才喝了两碗茶 只见从外边来了一个人 年约三十多岁 五短身材 黑面 环眉 阔木 身穿青阳绸大衫 青断快靴 手中举着一把两伞 方一进茶馆 见众喝茶之人 一起让道 说 侯大爷 你来了吗 这里喝吧 那个人说 众位别让 坐在张广泰的 对过的桌上 跑堂的连忙拿过茶来 只见那边众人 其让侯爷查钱 那人说 众位别让 虽将跑堂的叫过来 说 那边搁着弦子的 那个先生的茶钱 我会了 虽拿出钱来给跑堂的 跑堂的说 先生 侯大爷会了你的茶钱 三爷广泰方才要让 那姓侯的过来说 先生 你是哪里的人 广泰说顺天府的 那人又问 贵姓 广泰说 姓张 三爷碎回问道 尊家姓侯吗 那人说 姓侯 名符 我与先生见个事 你可愿意 三爷说 什么事 侯福说 我家庄主是本处 一个大财主 从前几日 就派人 在各处找谈唱曲词的先生 我看尊家拿着弦子 必是会唱的吧 广泰信口答言说 是 自己心中一想 说 我自离太原府 来在此处 尚无有哪投奔 又不知道路在哪里 何不跟他前去 见机而坐 想罢 虽说 侯大爷 此事甚好 我也是来此处 仿有不遇 何妨遵价待我一谋 二人用完了茶 处离茶馆 来至正西八里之遥 有一座大庄院 坐北向南的大门 周围群墙 外面有护装壕沟 里面房屋甚多 大门以外 一带垂扬柳树 映着雪白的群墙 门外上马十两个 大门以内放着板凳两条 里边坐着十数个人 巨是衣帽齐整 飙行大汉 一见侯服同广泰进来 巨接站起来说 管家来了 侯服并不搭言 带着广泰进了二门 里边是五间大厅 东西各有厢房 院中搭着天棚 摆着鱼缸 山子十极各种奇花 灿烂可观 带着广泰置听落座 箭摆着陈设俱全 侯服叫手下人来倒茶 只见来了一个书童 年在十五六岁 身穿毛蓝细布大褂 白袜子 青断双脸鞋 面如白玉 一个伶牙利齿的童子 挽着漂白袖口 手拿海糖花的铜茶盘 内放着青花白的细瓷茶碗 与广泰道过一碗茶来 侯服说 你再次稍作 我去回禀庄主 说吧 转身出去 广泰喝了两碗茶 问这个书童说 这庄子叫什么名 你家庄主姓什么 书童说 我是伺候我们管事的侯二爷的 这庄子名叫太保庄 我家庄主姓侯 名叫启隆 正说到这里 只听外面有人说 张先生这里来 里边庄主叫你 张广泰将包袱放在厅房 站起身来到屋门外 这一入后院 要惹出一场是非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张话 是领白将军 敖兵唱春员张广泰宴记 诗曰 小窗无忌必延弃 入手新编广一文 校队痴人曾说梦 撕邪尊九共论文 灰毫莫洒千风雨 虚气空腾五月云 色及是空空是色 淮南消息与平分 三野广泰到了厅外 见东边站着一个人 年约三十多岁 头戴公尾帽 蓝筹国士山 轻步快靴 腰挤良戴 黄白脸台 说张先生来吧 见了我家庄主 需要小心才是 三爷在后面跟着侯福 进了东边四扇平门 有个院子 穿过厅房五间 又走了两三层院子 到了一所宽阔院子 搭着天棚 放遍十样鲜花 院内鱼盆无数 养着极品龙头 凤尾金鱼 北边上房台阶下 放着琴桌一张 后面摆着藤衣一把 上面坐着一人 年载四十一二 短发满流 上碗盘舌转 别着如意金簪 从耳旁垂下两缕长发 漆黑透亮 身穿鼠梁绸罗 汉陵短汉衫 青阳皱绸中衣 绞着青段靴 向短薄粗 身体胖大 面如羊肝色 后面站着两个小童 年在十五六岁 面红齿白 十分伶俐 给那人打扇 桌上放着官窑盖碗 赤金茶盘 放着碧绿翡翠烟壶 漂白羊织与烟碟 旁边有两个水桶 内有南北鲜果 侯福在旁边视力 一见广太进来 说 这是我家主人 过来行礼 广太施礼 庄主爷在上 张广太这乡游礼 那庄主说 你唱个曲儿 我听听 广太说 赏个座位给我 庄主说 侯福那边与先生看座 广太落座 有人将闲子给拿过来 广太定准闲子 唱了个梦中梦 又唱了个鱼金全德 唱完了 庄主说 好 福尔把他带下去 每天给他二两银子 叫他住在外边厅房 我哪是高兴 快叫他进来 告诉厨房 给他预备饭 广太同侯父出去 仍在先前坐着 那个屋里住着 每天进去唱曲 账房里就把银子 给他送过来 故此三爷也不想走了 这一天 吃完早饭 里边也没传进去 自己还在外闲走 瞧这一座庄院 甚是齐整 听得里边人声响亮 从里面走出五六十个庄钉 手拿枪刀剑挤 扶月勾插 边锤撞 大家说 将张广太围在当中 齐声嚷 那 别放走了张广太 拿着把他活埋了 张广太不知何事 问道 你等不可动手 有话说明白了 再动手不迟 只见侯福在前说道 娃娃的 你的示范了 广太说 我的什么示范了 侯福说 不必多说 你跟我见庄主去就是 广太说 走贺 众人围绕广太 直奔大厅前来 剑侯庄主怒气冲冲 桌上放着他的单刀 包袱等物 原来是前刀伺候的小童 偷看他的包袱里面有碧血绝 单刀 心中一想 他大概不是好人 我先禀明庄主 也算一件奇功 说着 将包袱等物送与庄主观看 庄主一见 十分大怒 吩咐众人 将他拿来见我 众人带到张广太来 庄主说 张广太 你是做什么的 张广太说 是弹唱曲词的 说 你要这刀 与碧血绝何用 广太说 我久在外面 以做防身之用 庄主说 你会练 不会 莫非你是 陆林中的朋友 广太说 练却会练 我可不是 陆林中的人 我练一练 庄主看看就是 说吧 练一回短刀 庄主慎喜 说 罢了 练得真好 你真可算的英雄 你我结为异性弟兄 不知你异下如何 张广太说 甚好 求之不得 二人碎舍相按 侯庄主居长 广太为帝 磕霸头 吩咐白酒 对坐谈心 说 贤弟 你猜猜 猎兄 我是做什么的 广太说 我猜你是个财主 侯庄主说 不对 你忘犯法的事情猜 广太说 兄长 你莫非是 陆林中的英雄 庄主说 还得比那个厉害点 老弟 我告诉你吧 于兄的姓 你是知道的了 我名叫启龙 别号人称 飞刀太保 猎兄会打十二口标刀 能七步斩黄龙 八步定乾坤 百战百胜 百步失忆 因此 我雄聚一方 要论起大清国 我这个罪名 望老弟你说句外话吧 杀了发魂枪子 康家大腿充军 广太笑着说 兄台太取笑了 侯启龙说 贤弟 时告诉你吧 四川峨眉山通天堡林关 有一位八路都会 总赛诸葛 姓吴明恩 自带光 此人尚小天文 下之地理 呼风唤雨 居神浅将 撒斗成兵 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 乃是一位天帝会八卦教教中为首的头目 手下有五王 八侯 十二宫 四十八家大会总 四十八家寻风的会总 天下各省州城府县村庄镇殿 具有我们会中人 贤弟 你要做官 若我们这个教中 久以后也可以灵烟格上标明 张广泰说 蒙兄台爱 弟当奉命 二人静欢而散 广泰喝得十分大醉 不省人事 侯启龙早给他打上火段子顶记 打完用白蜡油一茶 从此头顶上就有钱大的一个八戒 第二日醒来知道 后悔已晚 自己虽有万分不得意 亦不敢说走 走又走不了 正是对人欢喜被人愁 众人欢喜我独愁 夜晚坐在书房 自己灯下听见四笔重声 窗帘上透进一沟心月 见景伤情 想起家中老母年卖花甲 离家七彩有余 不知老母身体可曾安康 家中兄嫂可能孝顺 我那长兄乃是嫉妒之人 焉能孝顺他老人家 想我在外时常思念 他老人家亦必以门而望 想我今天困在这太宝庄 今生今世料想 不能回去相见圣母之面 再说我今年已二十二岁 他乡做客 不知四美堂韩红玉如今怎样 自己思前想后 一至三更上安寝 翻来覆去 恨不能一时就亮 正是白昼怕黑弦天短 夜晚盼量恨偏长 张三爷想罢 长叹一声 不由自己落下几点英雄泪来 少时 鸡鸣三畅 天色大亮 红日东升 天又下起雨来 自己前思后想 外面进来侯府 说 我家庄主有请吃早饭 有大事商议 广泰说 我去 走到里面上房屋内 早已摆上酒饭来 侯启龙说 贤弟 我在此处住不了了 不久有清兵前来剿灭 此去山西三十五里 有一座化石岭 山里边余兄有五千精兵 三元大将 有我两个侄 一名金枪太保侯尚英 一名金刀太保侯尚杰 一名独角龙星号星号 管军叫袭蒋方 人称黄面太岁 你我今夜晚换好了衣 你带着合装之兵 前去逛逛山地 瞧瞧里边的人马 顺便在里面住几天 二人用完了饭 天晚派人去套车 把合装人等聚带着 往前行走 约有四股时分 到了化石岭 只听里边炮声阵阵 号灯齐鸣 杀声一片摆开了大队 齐声说 接惠总爷 望两边一闪 面见贼兵过来请安 又说 请惠总爷进山些马 侯启龙带广 太入东山口 望里走之不远 又望北拐 一座叫军场 甚是平阔 北边山上又一座大寨 上插惊奇 枪刀秘密 人声呐喊 号灯齐鸣 只见独角星号星号 黄面太岁 蒋方前来接见 又有猴启龙之直上鹰 上劫前来 大家到了山寨 这一日 有聂龙沟的败兵杜星 杜茂 带着三四千人马前来 见债主说 聂龙沟失守 都会总度双印阵亡 请债主会总也早做准备 正说之际 又报 白大将军带人马前来征画石领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章 张广太奉旨 归家祭祖 胡忠孝 离任送美联姻 诗曰 一枕游仙梦渺茫 人生万类 祭田香 美贤白面图画面 转恨柔 长辨铁长 丁林归魂中画贺 方平赤石 早成阳 平江冷眼亏人士 天女为魔眼道场 侯启龙在画石领雄居一方 听说有清兵脚山 派侯尚英与侯尚杰 预备九节毒龙炮三尊 放在东山上面 安放滚木雷石 挥平炮子 派二千人轮流看守 又将南山口堵死 东山口用砂板砸住 尚有精兵把守 这一日 将军调队攻山 侯启龙愤怒 调五千飞虎兵 带一众战将 出离东山口 与白大将军对垒 侯启龙连胜 轻盈七阵 马成龙出队 被侯启龙一飞刀 打在腰中 栽倒栽地 侯启龙哈哈大笑 说道 人说你临敌无惧 永贯三军 原来是这样 无能之辈 他方要过去 动手杀马成龙 张广泰在后面一瞧 说 兄长不可杀他 小弟来也 广泰要救成龙 先在太宝庄 就无心归顺侯启龙 今天镇上 又见师兄 马孟泰 在清营队内 何不改邪归正 一则相救成龙 以为觐见之力 二则杀贼立功 报效国家 想罢 刚要举步往前行走 只见马成龙站起身来 广泰就站住不动 见侯启龙一阵发冷 大声嚷道 怪道喝 怪道 某家这飞刀百发百中 今天为何四刀未伤此人 心中十分不解 不但侯启龙害怕 连贼队众人拒接着惊 列位 这是如何 山东马既被飞刀打倒在地 为何又会起来 只因他那飞刀砍在老马腰中 掖着鼻起扁的烟壶而上 山东马一害怕 栽倒就地 并未伤着身体 自己翻身起来 站在当场 手拿袜刀 破口大马猴启龙 贼人举刀相迎 二人正在战斗之际 老将军调马步军队冲降过去 与贼人站在一处 只杀得天昏地暗 日色无光 怎见得 有赞为政 杀气腾腾万里长 枪刀秘密透寒光 雄师手杖倪环剑 虎将安恒杖八枪 君浩浩 日茫茫 罗明古祥猛如狼 沙大将连人带马 追小族 弃甲丢枪 直杀得滔滔流血沟取满 层层尸尸骨 击炉旁 从古也见英雄斗 不似今朝这一场 两军混战 时日风雨交加 方才罢兵 将军回归大寨 吩咐军政司 与马成龙记大功一次 并赏全席一桌 随英兵丁具有赏赐 阵王诸将 拒接表奏朝廷 国朝的皇恩浩荡 所有阵王的功臣后辈 具有世袭 闲话少许 成龙回归大帐 自己将衣服脱去 摆上酒席 说 老兄弟 你喝一中便宜酒吧 孟太说 大哥 真有你的 兄弟真幸福你 你会把这小子给打败了 说着 笑嘻嘻地坐下喝酒 哥俩说了惠子话 越说越高兴 直吃到三更十分 听到外面进来一个人 说 二位老爷去瞧热闹去吧 把守南英门参将波敦部 拿住一个奸细 借送军务处邓大人那里 那人说 要去见将军 有紧要机密室禀报 大概将军此时升了仗了 正说之际 听见发泪点炮 二人出离仗房 直奔中军大仗而来 只见里面灯笼火把 照耀如同白昼 里边支着两个气死风 将军在当中落作 左边有土海侯爷 右边有提调参赞大臣伊礼部 两旁有中军 七排官 五军官 各营统领 刀斧手 亲兵队 也有花铃飘摆 也有叉文摇 真是令下山摇动 胜仗鬼神经 二马在旁边从暗中观看 只见外面戴上一人 年约二十多岁 天帝会八卦教的打扮 跪在上 说 民子在教中 人称神机会总张广泰 参见老将军 神捆二臂 跪在那里说话 原来是张广泰 白昼在两军阵前 瞧见师兄马孟泰通明 自己早有心改邪归正 头归大清盈 收兵进山之时 只听侯启龙吩咐 山口留人把守 到了山寨之上 用完了晚饭 广泰说 大哥 小弟今天观这清盈之兵慎勇 小弟去刺杀清盈白大帅 不知兄弟如何 侯启龙说 甚好 我在寨中等候 你就是了 说吧 三爷转身到了自己房中 换好了夜行衣 带着师父给他的那封书信 单刀与臂血绝 出离山寨 直扑东山口而来 方一出山口 只见东北有一片连营 灯光闪闪 又见北边沙声震震 三爷自想道 我这一入清盈 不知我师兄带我如何 正想之际 已到清盈南门外 只听得人声呐喊说 做什么的 快说 要不然 要放箭了 三爷说 樊仲未驾 并看营门的大人 我要见老将军 有机密事回禀 中官兵出来 把广泰捆上 带到营物处邓大人那里 邓大人听他是北方的口音 念是同乡之人 问了他一遍 然后回禀将军 此时有三更十分 将军尚未安眠 只见那拆官回禀 自己十分喜悦 心想 必是一个投降之人 吩咐发泪声仗 众军官伺候了 朱战将 各统领 其都来到 吩咐人 把贼人带上来 张三爷 一见了大清营的威武 吓得战战兢兢 跪在大帐 说 将军大人在上 民子张广泰情愿 献化石领 拿吼启龙 报效国家 将功折罪 说罢 只是叩头 老将军一听 冲冲大怒 说 化石领弹丸之地 猴启龙乌合之人 吩咐把张广泰上 推出原门外 销售号令 两旁的刀斧手 一声搭言 把广泰推出大仗 方才要走 张三爷说 冤枉啊 将军 我有下情告评 老将军说 把他带回来 有什么事自管说说 如若有礼 我就放你 三爷一听 说 是投奔我师兄 马孟泰 有我师父的书信 将军不信 打开一看 有邓大人 把他的物件呈上 将军过目 里边有单刀一把 必血绝一支 书信一纸 上写说 面称马孟泰 拆看 说 来人 把马孟泰传来 寿马在旁一听 连忙搭言 进大仗 参见将军 张广泰一瞧 说 师兄 小弟辈 不能行礼 马孟泰说 你是何人的徒弟 广泰说 我是老师 回教证的门徒 孟泰说 在哪里收的你 三爷说 在天津 为何北大街收的我 有师父的书信一纸 你看 马孟泰说 是 接书信在手 打开封题 里边有两张八行书 纸上的字迹写的分明 上写 自是孟泰之息 自地坛一别 至天津 为收入十二师弟 张广泰 此人才智过人 棍棒纯熟 定非池中之物 必要显达云成 如见面之日 千万宝举 则去人兴慎 为师兴慎 使命误为 回教证说 孟泰看罢多时 给老将军请安 说 这一封书信 可像是我师父的笔记 用兵之计 需要小心贼人之诈 将军听说 吩咐营外将张广泰 销售示众 不必多问了 两旁人把张广泰上 不知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章 花竹叶失去黄马挂庆团圆 大上白泉坟 诗曰 石崇叶梦坠马 醒来告诉乡人 丹九千阳贺满门 给他押惊解闷 饭丹时被虎咬 人言字不小心 看来敬父不敬贫 事态严良 堪可恨 老将军要杀张广泰 旁边闪出马成龙说 刀下留人 启禀将军大人 将这个人交与我马成龙 自有道理 他若是真心归顺 将军破坏石领 易如反掌 将军说 将张广泰就交给马成龙办理 将军退仗 成龙带他到了自己帐房 叫孟泰把他解开 自己把座放在一旁 说 老弟 你坐下吧 我有话问你 你是哪里的人 在贼营里有多少年 你今天是做什么来 你说说我听 张广泰说 我是武清县和西武的人 阴家中弟兄不和 处离在外 学练拳脚是在天津 我师父名回教政 我是刘洛福建 在太保庄域侯启龙 与我结拜 吃醉酒后 他给我头上打了一个戳子 后来我知道他是八卦教 我也走不了了 后来到了他的山寨 他走了一套白牌的文书 宝举我是一个神机会总 我在这话施领日子不久 白天瞧见清兵大队 有我师兄马孟泰 我顾此夜晚在侯启龙跟前讨令 说来轻盈探听军情 被众位看迎门的看见 我情愿叫他们捆上建将军 方才要杀 多蒙尊驾台爱相救 这就是我的真情实话 山东马说 你献化石岭 拿猴启龙 应该如何的办理 你是多时献山秦贼 张广泰说 备主投降 不能顶定 倘若定了明天 这边去了接应 我在那边不得出来办事 机关一泄 反为所害 需慢慢地图治 山东马说 我知道了 你不必说 我叫马成龙 老兄弟你过来 咱们哥俩保他这条性命 孟泰说 甚好 我去营物处立军令状 马成龙说 好 我也去 二人带着张广泰到了 邓中帐房内 邓大人那里秉明 立了军令状 邓大人回禀将军不提 二马又带广泰到了自己帐房 还有将军次的酒席 又让广泰喝了两杯鸭精酒 广泰告辞 二人送出了大营而去 广泰在路上想着马成龙的恩重如山 回到了山寨 又见里面众人齐声说 接神机会总 张三爷说 你等用心把守就是了 遂见了内寨 侯启龙正派侯尚英 侯尚杰 入四川峨眉山 通天堡林关八路都会总 湾那里去调兵去 二人改办走后 与星号星号商议 这守山打仗之事 又见广泰进来 说 贤弟 昨夜到清盈 可曾把白大将军赐死 三爷说 不能下手 我看出一条道路 今夜晚你我二人 先把大队吊齐 然后叫他们扎在山口以外 兄与各带兵刃 先从暗中赐了清盈的大帅 然后放弃火来 河山的大队以号火为令 见号火齐杀入清盈 一扫而平 不费吹灰之力 不知兄长遵义怎样 侯启龙说 甚好 我同你就是这样 办理就是了 二人白天也未出兵 后至夜晚 吩咐 星号星号 戴河山的大队 在那东山口扎住 我二人去也 见清盈号火起为令 说吧 带着广泰处离了大寨 二人方一出东山口 三爷在后面心中想到 凭我一个人 不能是他的对手 须得暗中伤他才是道理 想吧 举手中刀照着侯启龙 就是一刀 正砍在腿上 贼人哀悠一声 栽倒就地 广泰过去把他捆上 把刀扔开 然后扛起来 直扑大迎而来 到了迎门以外 守迎门之官将问 是何人 张广泰说 我是神机会总张广泰 投降轻盈 拿获围守贼人侯启龙 前来献功 众人回禀了将军与马成龙 又知会了营物处邓大人 将军升仗 吩咐五军官 把张广泰带来 二马出去 到了南营门外 见广泰扛着贼人 自己在那里站着 连忙说张三兄弟好快 把贼人交给官兵带着 你跟我去见将军去 三爷说 甚好 跟着二马到了大帐 给将军磕下头去 说 民子拿货为首的 贼人侯启龙前来 请将军大帅审问 左右官将把侯启龙带上来 跪倒在那里 把他口中堵的那对象拿出来 大帅一瞧 是飞刀会总侯启龙 遂问道 侯启龙 你那威风哪里去了 你那叛逆之心 大概也不高兴了 我今天拿住你 你把腰的会八卦叫的细情说明 我奏明了圣上 还定要加功封赏于你 侯启龙苏醒多时 哀悠一声 说 气死我也 好一个张广泰 忘恩负义 气死我也 我必不能饶你 我死后做厉鬼 必要结果你的性命 张广泰在一旁说 大帅不必问他 急速掉大兵前去脚山 此时众贼人骑在东山口外 筑队扎定 这便以号火为令 大帅吩咐 调右营火器 经锐兵五千 太金刀将邓中出去 二马 张广泰一同前往 把侯启龙带下去 派人看守 又派英贵带接应队一万钱去接应救市 孟泰 逢带灵火弃军至大营以外 只见西门外人声鼎沸 举起号火来 只听得人声一片 这便早把炮车 火枪放了一阵连环 少时间 接应队已到 攻打的贼人东倒西歪 大家逃散 天明人报 红旗兵胜化石领 得了刀锚器械 骑到号令 粮草车账 投降之人三千之众 大帅发放军情 奏鸣朝廷 康熙老佛爷旨意下 命张广泰来京必见 马成龙赏赐参将 记名提督 马孟泰赏游击 谨先不用 随营兵将校具有声赏 兵丁赏三个月前两 白将军赏赐匪林阿巴图鲁 赏贷三眼花灵 伊礼部赏家投贫顶贷 戴二马查办黄河事务 和营大家谢恩 并将侯启龙在本地处死示众 伊大人戴二马直奔黄河水岸 老将军带着张广泰 与那十万官兵 一个个边敲金灯响 其唱凯歌声 在路飞止一日 到了北京 兵不投文 礼不严礼 时日 带领张广泰在唱春园引荐 是天地会八卦叫的衣服 一般的文武官 在两旁一站 甚是整齐 圣主问道 天地会八卦叫 是何人所兴 张广泰把误入太保庄 先前的事细说一遍 又奏明了邪教之事 里面有一围首之贼 名叫吴温 他会呼风唤雨 洒斗成兵 妖言惑众 惑乱人心 天下各省 具有他们交中人 圣主看了他的履历 甚是喜悦 加封三品贤 以副将刘用 赏穿黄马褂 赏贷大花铃 亲赐薄旗巴图鲁 赏甲半年 赏银二千两 指婚胡塞花 是通州守备 胡忠孝之妹 阴前私访 兴顺标殿 圣主所欲 故辞指婚 又派张广泰道行布之队 吴连教张广泰将发分开 一看当中有一个顶记 右下指 顺天府都察院 武城御史 各省都府 无论官民人等 顶上是有顶记者 拒接先斩后奏 右下指 四川总督兵阀 峨眉山 哪为首之贼人无安 张三爷谢恩 方到朝房 只见有一个人 拿着一个包袱 小熙熙说 三爷 我奉大人之命 给你送衣服来了 广泰心中圣喜 细桥 认的是哈福管家哈喜 三爷说 哈兄大人在京中吗 哈喜说 大人由暗查司 新晋奉旨调京 赏的是督察院 左复督御史 那大爷在行部 奉天司行走主事 住家在东四牌楼南边 使家胡同路北 昨日 大爷在部中的一个朋友 提起三爷 你的名头来了 连大人都说 自太原府一分手 不知他的去向 不知是三爷不是 今早陈派人到 白大将军那边 打听打听 方知道 三爷你今天 在畅春园照见 说是天地会的打扮 大人新告的假 派我请三爷到宅内出去 带着衣服 叫你老人家换好了 广泰拿过衣服换好 到了刑部 温官正在堂上 提出来 吴连与顾焕章二人对质 来到大堂 彭大人说 吴连 你招任就是 吩咐把张广泰带上来 广泰说 众位大人 把他头上的发际分开 要是有顶纪 必是天地会 我也知道 他是八路都会总的兄弟 吴连 吴连说 这是顾焕章用钱买的 我的头上有顶纪 我认罪 我的头上没有顶纪 求众位大人 致他诬陷好人 必须治罪 广泰方要说话 众问官说 把他头发分开 不知吴连头上果有顶纪无有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章 小江欲怒打 墨龙白氏 女巡夫遇害 诗曰 古有尊三亿 金人重万金 乾坤无管报 何处是知心 中文官吩咐 把吴连头发分开 顶心国有一个顶纪 吴连也没有话说了 自己闭口无言 张三爷回了哈大人的住宅 那大爷先到了外书房 见了三爷请安 说哥哥小弟自分手之后 时常想念 不知兄长在何处去了 小弟时常派人各处寻找 并不知你在哪里 今日相见 真是三生有幸 正说之际 江欲自里边出来 说三叔 你老人家还好啊 我在这里给你老人家请安了 大人与太太聚在里边坐着 叫我出来请你老人家 我今天才知道三叔做了官了 那大爷说 三哥 咱们走吧 广太说 江欲 我今天瞧见你 我甚喜悦 来吧 先到里边去救了 说着 到内院 一进上房 大人与太太甚是喜欢 哈公说 广太 你的心胸甚好 四太太说 广太 你得有今日 我也喜欢 说着 吩咐来人摆酒 三爷与那丹珠 大人与太太 在一个桌上吃酒 说别后之事 三爷又叫江欲说 与报喜之人 来这宅内报喜 不必去到河西吴家内去 大人又问广太说 你在上海跟我三年 你的余资还有多少 三爷说 多猛大人各处挂名 所有的镜像 拒皆未用 哈公说 我再给你五千银子 四太太说 我给你一千银子就是 广太扣谢 直吃到月上花烧 方才亭被霸展 撤去残桌 大家回归自己屋内安歇 此日 大人代广太地请训折子 方才与他写车 顾跟人 天之平息 外边门上来报 窝侯爷来拜张大人 三爷出去一瞧 是顾唤张 说 里边坐吧 只因行不堂关 与派审之人 聚皆奏明了圣上 康熙佛爷将旨 把吴连再来 适口凌迟适中 顾唤张与国分有 亲赐沃克金 不敬远侯爵 沃侯爷谢恩 回到了达摩宿王府 一见王爷请安 提起张广太在 行不之事 我去摆摆 他是在哪里住 派下人去打听 在哪里住 少时 回来禀报说 住在史家胡同哈宅 吩咐外边人 把车套上要去拜 张广太 到了哈宅门守 张广太迎接出来 让到里边书房落座 窝侯爷说 我这一场官司 若非贤弟 含冤全下矣 今朝我虽蒙圣恩 升为侯爵 也是老弟之功 张三爷说 我在外边 常听说 有一赛报应顾唤章 并不知为人何如 今天得欲兄台 此乃三生有幸 顾唤章说 我蒙圣恩赏赐 我敬远侯 自信沃克金部 我总感念地台之恩 吴还有两个败地 不知你知道不知 一名山东马成龙 一名兽马马孟太 聚在大将军处随迎听差 三爷说 这两个我都认的 兽马是我师兄 山东马是我的恩人 在大营内救过我 是我的口蒙半兄 窝侯爷说 论起来是自己弟兄了 张三兄弟 你不必外道 列兄知道你是个英雄 你回家办喜事 我还到你家中去啊 说着 喝了几碗茶 也就告辞 张广泰留吃晚饭 请那大爷做陪 三人喝得高兴 幻章窝侯爷 与三爷广泰二人 口蒙金兰之好 请投一合 天晚侯爷回王府去了 此日 广泰游布内裤上 领了二千两银子 在都中拜了两天客 起身到通州路河驿站 有本训守备胡忠孝 早预备好了公馆 刘广泰住宿 一来是奉旨止婚的交融新亲 二则 胡爷要会会这位三爷 广泰留在公馆 连二十多辆车 并带江玉等下人三十余名 聚在通州住宿 此日天明 胡爷陪着用了早饭 问三大人是坐车走 是坐船走 汉路八十里 水路二百路程 广泰说 我走汉路吧 一则一天就到 二则省的卸车装船 往返奔驰 遂吩咐外边人 预备启程 胡爷送出南门 就不送了 张三爷在路上想起离家当年之事 叫江玉离何西屋五六里打殿 江小爷投钱先下打殿去了 众人随后行走 至日色西斜 离何西屋六里之遥 大路上村庄有一个大殿 请三大人入殿歇息歇息 广泰用完了晚饭 吩咐江玉找一身破衣服 自己明天访兄长张广俊 看他有手足 情意无有 一夜无话 次日 三爷改办 叫江玉富尔 如此如此 自己穿一身破烂衣服 带着有二百铜钱 直奔何西屋去 方一进西村口 只见村中就不似先前样式了 也有倒塌的房屋 也有新盖起来的 正是去日儿童皆长大 西年亲友半凋零 人居不认识了 真是 胡棉拜 吐走荒郊 尽是当年歌舞之地 露冷黄花 烟迷碧草 无非旧日征战之场 荣辱何尝 强若安在 令人所思 毫不灰心 弥则苦海如乐境 如水明冰 物则乐境如苦海 如冰水 世事如潭中之云影 月下之销声 风中之柳泰 草际之燕光 半真半换 是君子 对清天而聚 闻雷闪而不惊 欲平地而恐 涉风波而不畏 闲言少许 单表三爷顺着大街望东而走 方到十字街 只见路东有一个茶馆 南边路东大门 北边有天棚 自北边来了一个条青草之人 广泰西桥 是他二哥张广才 三爷心中一冷 暗想 我自离家八九年的光景 家内也不知是如何的景况 书中在言 自广泰走后 他母亲也是常问广聚 大鳄贼在老太太的跟前说 我托人上北京城去找 又说 托人去在天津去找 一天天的知日子 花费了些银钱 逢年过节 老太太时常想念 不过是儿行千里母担忧 后来过了有一年之久 张广聚就起了谋夺家产之心 年节算账以来 他在家中说 赔了无数成本 又过了一年 他说 老太太 这是真不好办 我给你老人家 与二兄弟五百两银子 别跟着我受罪了 死活我一个人抵账 此时把家产尽绝 也不够人家的 老太太与二爷搬家 在村北后买了草房三间 甚是整齐 无奈 二爷带着自己之妻 搬在背后街 渡着寒苦光阴 一年之后 所有的家中余资 拒接用完 一贫如洗 虽有二奶奶娘家 也是平常 父母死去 兄嫂虽说周济 也不济于世 到了腊月天 瑞雪纷纷 天寒地冷 屋内四笔皆空 一无所有 老太太说 广才 你去到你大哥那里 望他要几十吊钱 几十金面 几斗米来 就说是老生我说的 二爷一听 也就出离了门手 直奔广剧凉店 建章广剧在那里坐着 身穿青布皮袄 蓝筹皮马挂 断棉鞋 口中 吊着长杆烟袋 一见广才进来 心中甚是不愿意 说 你做什么来了 二爷说 我来是奉老太太之命 来叫你送几十两银子 几十金面 几十金米 说着 眼泪汪汪 冷得浑身抖颤 张广剧说 你把老太太的钱都花了 你今天又来找我来了 这买卖是别人家的 我是给人家雇工 我家里还有人口啊 一月间 我能挣多少钱 你还时常找我做什么 今天你来了 我也不能空使你去 我给你二百钱吧 从此不许找我 说着 叫徒弟拿二百钱 递给广才 广才将钱抛于旧地 张广剧说 好 你从此不许上门 自己要秉心胸 立志气 发财致富 就对得起哥哥 张广才气冲冲回家 一见老太太放声痛哭 与老太太 细说此事 母子二人 甚是悲惨 此时老太太 已知广泰那年八月节 由家中走的事 想 到如今 信息不通 不知生死存亡 想到广泰这里 不由放声痛哭 正悲惨之际 只听院中 嚷道说 老太太 不要着急 我来也 不知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我来不知